到了西宫 帝洛西正在看李仙南从临江城发来的军报 李仙南的军报送到女儿城 先给女帝看过 然后再给帝洛西 四位公主各有分宫 帝与威协助女帝处理政务 帝心碗倾向于学文和审讯方面 帝令仪擅长骑射 在北方和蛮族对峙 帝洛西负责南边对抗南梁 军报中 李仙南上奏 说南梁上官威的天威军团又招募了30万新兵 一直在临江城不远处的采石城练兵 现在已经练得差不多了 南梁皇帝李承道给上官威下了圣旨 命令他一定要夺回临江城 李仙南觉得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请求女帝早做准备 和上军报 帝洛西盘算着怎么应对 上次的大战 虽然几乎全间天威军团20万精锐 但东周这边的损失也很大 第一次突袭失败 东周折损7万多 这些都是精锐 这些时候 李仙南在临江城练兵 帝洛西也在女儿城外招募训练新兵 但感觉还是不够 李承道决意夺回临江城 到时候来的恐怕不止上官威 上官威 上官秀和上官幕 父子三人出兵的话 帝洛西一个人恐怕应付不过来 正想着如何应对周边局势 龙晨和张倩两人从外面进来 手里拿着一些奇怪的东西 公主殿下 这是下官的新作品 请公主试试 龙晨拿着一个红色的罩 笑嘻嘻地说道 帝洛西性恋如火 配上红色的罩更显得欲解风范 帝洛西没见过 问道 什么东西 张倩满脸得意地说道 公主请看 谨慎的外套脱掉 看到张倩穿着一件淡蓝色的 完美地兜住了她的身子 不仅如此 还有素性的效果 虽然张倩的形状已经很完美了 但加上罩的配合更加显得完美 这是大人的新发明 张倩转了一圈 帝洛西发现这种新衣服简直完美 快给本公主试试 帝洛西从一脸迷茫 变为满心期待 看到龙晨在旁边 帝洛西突然说道 你先出去 龙晨撇撇嘴 出了房间 只留下张倩在里面 杜兜挂在一边 张倩熟练地给帝洛西穿上 戴上后 张倩端向一番 笑道 总管真是心灵手巧 刚刚好 公主殿下 穿上这个以后 我们打斗的时候非常方便 再也不乱抖动了 帝洛西活动一下拳脚 发现果然不抖了 完美 帝洛西开心地推了推 这个衣服叫什么 张倩说道 他说叫做女士胸甲 专门给女性做的 帝洛西满意地说道 好东西 给仙男做几件 他也需要 穿上外套 龙晨从外面进来 帝洛西说道 这是你想出来的新东西 卖给龙帮的 龙晨说道 对 这是新的生意 不过有个问题 美人罪我可以保密 胸甲无法保密 天下会和民间都可以模仿 所以 赚钱不会太多 帝洛西说道 这个确实 只要手巧 都可以做 龙晨突然坏笑道 不过也有办法 帝洛西眉头一皱 骂道 笑得跟黄鼠狼一样 你给 呸 有话好好说 龙晨是黄鼠狼 帝洛西是什么 龙晨笑道 公主殿下 我们可以建立品牌 他们没听过品牌这个词 一脸茫然地看着龙晨 意思就是 比如说同样是橘子 南梁的橘子就是比东周的好 我们买的时候也会买南梁的 那么女士胸甲也一样 我们做最好的最精致的 形成品牌 大家想买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出的胸甲 龙晨这样解释 大家都明白了 轻月突然来了一句 小龙哦 我感觉中老年妇女最喜欢 他们最需要 你会成为中老年妇女之友的 噗 龙晨差点被说的吐血 中老年妇女之友 不 我只要成为少女之友 其他人的友谊不纯粹 我不要 龙晨言辞拒绝 张谦问道 胸甲是好 你怎么推销出去呢 让龙帮的人去做 让他们去吧 我们负责制作最好最精致的胸甲就行 款式之类的我来设计 公布制作 原本 龙晨想过请京城烟花巷的花魁做代言人 自己也可以烟花第一日游 两日游也行 七日游更佳 可现在还在隐藏身份 一个太监去了也没啥用 没有日头 出门干嘛 去淋雨 所以龙晨打消了自己去找花魁的想法 你太聪明了小龙了 清月嘖嘖赞叹 蒂洛西突然问道 你没有给母后准备吗 龙晨尴尬地说道 圣上啊 这个真没有准备 我只想先给你们几个 龙晨有色心眉色胆 万一女帝觉得这是冒犯 那就麻烦了 你给母后做一个这么好的东西 怎么能不给母后呢 好吧 那我去做 龙晨想着到时候会不会让他帮女帝带上 女帝的身材气质特别有诱惑力 从西宫出来 回到户部 段双双正在算账 从地狱威手里借来的十几个人十分得力 户部的账目算得很清楚 段双双管着户部的支出 见龙晨进来 段双双连忙行礼 上书大人 刚开始的时候 段双双对龙晨很礼貌 但说不上恭敬 她是女帝的管家 打心底瞧不起龙晨这个太监 但这些时候 她看到龙晨屡出奇谋 带来了大笔的收入 对龙晨的看法也渐渐转变 最近的收支如何 龙 段双双马上回到 收大余支 龙帮那边结账很及时 除去军费和日常开支 盈余很多 按照这个速度 两年内可以填补亏空 看得出来 段双双很开心 龙晨说道 你去联系一下乾隆堂 我要跟时间说说下一笔生意 段双双两眼放光 问道 又有新的生意 龙晨笑了笑 说道 你去联系便是 段双双马上派人往乾隆堂送信 龙晨到了正堂 就在里面看账本 时间接到信 下午就到了户部 合作以来 每次都是时间到户部商议 对于这种安排 时间表示理解 因为龙晨遭遇过两次刺杀 出宫不安全 如果龙晨到乾隆堂商议 正好又在龙帮的地盘上出事 时间担不起这个责任 进了正堂 时间笑呵呵拜道 拜见龙尚书 龙晨放下账本 笑道 客套少来 我今日有个好东西要给你看 说着 张倩带着几个身材高挺的宫女进来 这些宫女穿的服饰很不一样 就是一件从头到脚 露出白嫩的胳膊 脚上穿着不一样的鞋子 时间好久也好色 见到这几个宫女的时候 时间� 这衣服是龙尚书设计的 龙晨笑道 对 这个叫做旗袍 可以完美衬托出女性的体型美 这个叫做高跟鞋 穿上以后可以让女性的臀看起来特别巧 时间起身仔细看了 泽泽称赞道 龙尚书居然还精于此道 龙晨笑道 那是人生在世 不过是吃饭睡觉看女人而已 不过我是个太监 只能看看而已 时间哑然失笑道 龙尚书真幽默 性情中人 龙晨拍拍手 几个宫女把旗袍都丢在地上 里面就是龙晨设计的 这突如其来的春色 把时间惊讶到了 这是我设计的女士胸甲 刚才是不是感觉她们看起来身材特别挺拔 时间点头道 难怪啊 居然有这个 上书大人想卖这个 龙晨说道 高跟鞋 旗袍 胸甲 三个一起卖 我来制作设计 时间点头称赞 却又摇摇头 说道 天下会可以模仿 我们不是独一份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一下就想到了这个 龙晨说道 无妨 我们做品牌 劳烦你去请花魁 让他只穿我们的衣服 东周的花魁如此 南梁的花魁也是如此 时间思索片刻 府长大笑道 妙计 好 我来 龙晨说道 秀娘我已经请好了 我会每个季度设计不同的新款式 你只管卖 时间高兴地说道 与上书大人合作是我们的龙帮的荣幸 看着这些宫女 时间问道 能否先给再下几套 龙晨示意拿几套过来给时间带回去 时间走后 张倩奇怪地问道 大人设计了三样东西 为何只丢我们胸甲 龙晨说道 旗袍适合居家女子穿 你们要上战场厮杀 用不到 高跟鞋更是如此 你穿着高跟鞋上战场 敌人没到 你的脚先崴了 张倩认真的点头 对 大人想得周到 时间按照龙晨的思路 请东周和南梁的花魁穿上了三件套 惊艳了世人 时间又请了一些文人默克造势 吹嘘花魁穿上旗袍胸甲后的滋容 一时间风靡天下 天下会果然马上跟进 也制作一样的衣服 但花魁和龙帮签了协议 只穿东周公布出品的衣服 所以大家也跟风买龙帮的衣服 再加上龙晨每一季都推出新的款式 每个款式都很惊艳 天下会怎么都竞争不过 龙帮隐隐有超越天下会的势头 凤鸣公 女帝 顿去庄严的华服 尹凤服侍女帝穿上了龙晨特制的衣服 然后穿上一袭黑色旗袍 最后是高跟鞋 穿上以后 女帝的女性诱惑之美 显露无遗 尹凤被� 她经验到了 圣上穿上以后 简直不可方物 女帝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笑道 这个龙晨真是鬼才 竟然能想到这些 尹凤惊叹道 是啊 难怪天下会急了 要和龙晨面谈 龙帮在龙晨的支持下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天下会竞争不过 开始着急了 天下会送来帖子 说想跟女帝谈谈合作的事情 天下会来谈判的是四方楼的楼主红旗 女帝身为一国之君 不愿意自降身份 就让龙晨和红旗谈判 四方楼的人到了吧 女帝对着镜子转了一圈 欣赏自己完美的身躯 到了 龙晨正在和红旗谈判 尹凤回道 龙晨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当中 让她去谈吧 女帝淡淡说了一句 继续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有些出神 尹凤说道 圣上希望龙晨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女帝停下来 说道 这就要看她如何把握了 尹凤明白了 这是女帝给龙晨的一个考验 和四方楼的谈判不仅仅是一笔生意 而是关系到东周存亡的大事 四方楼代表的是天下会 他们 能左右天下大事 如果和天下会谈崩了 东周可能会被围攻 公布 龙晨坐在主位 四方楼楼主红旗坐在客位 红旗身高七尺 方脸落腮胡 一双眼睛很小 却炯炯有神 衬托出伤人的精明 早听说红楼主大名 今日才得一见 龙晨笑呵呵说道 红旗客气地说道 龙尚书的名字如雷贯耳 一直想来拜会 奈何尚书大人公务繁忙 今日才得拜见 各自客套一番 仆役提着一个蜂窝梅的炉子放在中间 又放了一把� 铁壶在上头 慢慢烧着水 又拿了一个小罐子 三个碗 一个大 两个小 上书大人时间金贵 红某不跟大人说虚的 这次我来是想和上书大人谈生意 红旗开门见山 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龙晨感觉也是 客套太多没意思 大家都很忙 那就直接谈吧 红楼主打算怎么谈 龙晨先问红旗的条件 红旗长满落腮胡的脸没有什么表情 两只眼睛却放出了光芒 说道 有我们天下会代替龙帮 龙帮能给的 我们天下会也能给 一样的条件 却要求换取 一点好处没有 龙晨摇头笑了笑 说道 红楼主这可不是谈生意 是来抢劫的 红旗仍旧脸色不动 说道 我们天下会比龙帮做的大 跟我们合作 一样的条件 你们赚得更多 龙晨哈哈笑道 不跟你们合作 我不过是少赚点 你们却一文钱赚不到 我跟你们合作 我可以多赚点 你们能完全抢走龙帮的利润 而且更多 算其损失和收益都是你们更大 我应该拒绝 只要龙晨答应 天下会立即能获得暴利 而且是确定的暴利 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 天下会居然说得这么理智气壮 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 龙晨当然不会答应 红旗面探一样的脸 好不容易挤出一个笑容 却比不笑更难看 尚书大人 我们给的钱不变 但是我们可以谈 意思是 我们给你的出货价不变 但是我给你回扣 这个好说 龙晨哑然是笑道 红楼主 我一个太监 要钱做什么 我无儿无女无婆娘 存着钱买棺材 红旗又恢复面探脸 问道 那尚书大人愿意怎么谈 这回轮到龙晨开架了 我们和龙帮的合作不会终止 我仅仅是我答应的 也代表了东周朝廷 我们不能言而无信 红楼主是生意人 你一定可以理解 龙晨慢慢地说道 红旗的落腮壶颤抖一下 两只眼睛眯起来 看起来更小 却露出凶恶的神色 龙尚书在戏耍天下会 红旗的语气很不善 他受天下会会长所托 代表天下会来谈判 却得到这样一句话 他感觉龙晨在耍他 红楼主稍安勿躁 龙晨起身走下来 拿起罐子 从罐子里倒出一些东西 进大碗中 然后提起已经烧开的水� 到处一股冒着雾气的热水 热水进入大碗 一股奇特的香气肆意开来 龙晨不急不忙 带里面的叶子舒展开来 再分了两杯 端起一杯 放在红旗旁边的桌上 自己也拿了一杯 微微瞎了一口 感觉又回到了现代社会品茶的时光 没错 小罐子里装的是茶叶 穿越过来后 龙晨凭借记忆 记得南梁山上有这种茶树 而且 东周临江城附近特别多 他烧信给吴剑 让他采摘后八百里 加急送回公布 龙晨亲手炒制了这些茶叶 红楼主常唱 这是绿茶 红旗狐一地盯着微微饭绿的茶水 他没有动 作为行走江湖的生意人 对于吃喝特别小心 就怕别人下药之类的 龙晨笑道 红楼主在我公布中毒 这样的事情太过害人听闻吧 红旗干笑一声 拿起杯子喝了一口 入口苦涩 入口反干 很奇妙的感觉 我从未喝过这种茶水 这是尚书大人的新作 红旗早听说 龙晨出手的东西都是从来没有的 美人醉 凶甲 旗袍这些都是全新的东西 对 这是我制作的绿茶 喝了以后可以延年益寿 当然了 延年益寿不好说 得等个几十年 不过绿茶解腻提神 适合不会喝酒的文人风雅 还有 北方满足吃肉喝奶 容易生病 这个绿茶他们煮水喝 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且数日之内就可以见效 我刚才说了 我们要讲信用 和龙邦的合作不会停止 但我们可以合作新的东西 我还可以告诉红楼主 绿茶只是其中一样 我还有很多好东西 我们不终止和龙邦的合作 是因为我们守信用 这对你们来说也是好事 如果我们反复无常 你们敢合作吗 龙邦说完 红旗消了原本的怒火 心中暗暗惊讶 这个龙邦恩果然是奇才 谁能想出这样的东西来 而且精通商道 能否 红旗没说完 龙邦又给他添了一杯茶 红旗喝了一杯 又喝了一杯 细细品完 红旗说道 好 我们先从绿茶开始合作 不过 这个绿茶是个新东西 我们要试试看 新品上市能不能热销是个问题 红旗不可能光凭龙邦一句话 就相信 没问题 我给红楼主一个建议 可以在南梁举行一次品茶师会 先在文人当中流行 然后引起喝茶的风潮 当然 也可以从宫廷显贵开始 南梁皇帝里程道 听说吃肉不舒服 你可以试试 红旗拜道 早听说龙尚书合作不仅提供产品 还给销售建议 传闻不虚 好 我按照尚书大人的建议试试 龙邦笑道 我送茶到四方楼 第一批茶卖完后 我们商量价钱 红旗拜道 上书大人够意思 红某告辞 红旗出了公布 龙尘马上派人把绿茶送到四方楼 安排完毕 龙尘起身往奉明宫去 到了门口 宫女进去禀报 不多时 龙尘进了寝宫 女帝穿着一身黑色旗袍 穿着高跟鞋 大小合适的身材 身上散发出来的女人味 足以迷死人 龙尘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然后上前拜道 微臣见过圣上 女帝款步走过来 淡淡笑道 你给郑做的衣服很合身 特别是胸甲 特别合身 你的记性不错 死 龙尘心里咯噔一下 心中暗存 女帝这话啥意思 夸我还是损我 为圣上做事 微臣不敢不尽心 不管啥意思 先回了话再说 女帝坐在榻上 一只腿搭在另一只上 斜靠在扶手上 问道 四方楼的人走了 微臣就是来禀报此事的 龙尘把谈判的经过和结果说了 女帝默不作声 隐奉眉头微皱 你和天下会合作 龙帮那边必然反对 你如何应付 沉默了片刻 女帝开口问道 龙尘说道 微臣当初并未答应 只和龙帮合作 我只答应给他们专营 他们的产品没有给天下会 所以龙帮无话可说 龙尘从没说过只和龙帮合作这样的话 也没有把产品分给天下会 说不上不讲信用 相反 天下会提出终止合作 龙尘坚持了原则 道理你说了算 可你的新东西又给了天下会 龙帮不会吃这个哑巴亏的 隐奉和龙帮接触过 知道龙帮的脾气 据说龙帮的帮主脾气火爆 十分难缠 龙尘说道 我知道龙帮必定要来找我 所以我先向圣上禀报 女帝说道 你想要朕授权你谈判的权利 可以开出任何条件 龙尘回道 圣上英明 隐奉面色冷俊 显然对龙尘的要求很不满 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 万一龙尘乱来呢 女帝却说道 好 朕给你这个权利 龙尘拜道 谢圣上 微臣告退 龙帮的人很快就会来 龙尘必须准备一下 把你那个绿茶给朕尝尝 朕想知道你到底什么滋味 女帝淡淡说了一句 龙尘拜道 微臣已经带了 说着 拿出一个小瓷罐子递给尹凤 还说了如何泡茶 尹凤马上烧水泡茶 女帝说道 南梁正在准备夺回临江城 你对临江城熟悉 想想如何守城 龙尘已经从蒂洛西那里听说了临江城的军报 那里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微臣领旨 龙尘退出凤明宫 到了外面 龙尘突然想起女帝的话 想知道 你到底什么滋味 这是口误 还是自己想多了 龙尘想不明白 绝对是口误 龙尘摇摇头 否定了女帝缠自己身子的想法 堂堂女帝 什么男人找不到 怎么会对一个太监感兴趣 龙虎马上回到公布 没多久 门口的牙役进来禀报 说前龙堂堂主时间求见 龙尘吩咐把人放进来 很快 时间黑着脸进了内室 张倩出了房间外面 确保周围没有人偷听 龙尘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跟我们龙帮合作 却又和天下会合作 如此背信弃义 你让世人如何看待东周朝廷 时间气呼呼地坐在椅子上 龙尘呵呵笑道 背信弃义 我和你们龙帮只是合作而已 并未说不和天下会合作 天下会劝我把所有生意转给他们做 与你们断绝往来 我断然拒绝 我非但不是背信弃义之辈 反而是信守承诺的守信之人 龙帮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龙尘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证实 时间却不买账 说道 你给了天下会 我们不再是专营 我们的损失太大了 你的新品绿茶 送到了四方楼 我们前龙堂就损失了一个新的买卖 你如何赔偿我们的损失 龙尘哈哈笑道 食堂主真是风趣之人 我的东西 我卖给谁 难道还要食堂主的允许 时间被说得哑然无语 确实如此 龙尘的东西卖给谁 无需龙帮的同意 时间知道龙尘没有过错之处 他就是不爽 感觉龙尘出轨了一样 食堂主息怒 我知道你心中不愿 我把新品给了天下会 还答应后续还会合作 听说后续还会有合作 时间更是气得拍桌子 可是食堂主 如果你是我 你会如何选择 龙尘问了一句以后 便不再言语 时间的胖脸挤在一起 想了半场没说话 他知道龙尘什么意思 南梁莫玛丽兵 大战就在眼前 北方满足虎视眈眈 西夏也一直在寻求机会 此时我若拒绝天下会 我东周如何应对周遭局势 我身为东周的尚书 不可能只为你们龙帮着想 我必须站在朝廷的立场 时间知道龙尘这一番话是肺腑之言 东周的局势确实堪忧 看来我们的合作只能到此为止了 时间有些无奈 天下会插手其中 龙尘为了保住东周 只能选择和天下会合作 以后没有龙帮什么事了 不 我很不喜欢别人逼着我合作 龙尘语气突然变得冷力 时间一正 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你难道以后不和天下会合作 龙尘说道 龙帮一直被天下会压着 你们难道不想翻身吗 时间越听越糊涂 说道 时某不明白尚书大人的意思 龙尘压低了声音 却说得更加清晰 我是说龙帮取代天下会 死 时间皱眉到 可能吗 天下会的势力有多大 身在龙帮的时间很清楚 所以才会质疑 你们不想吗 龙尘不说能不能 只问想不想 时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沉默不语 龙尘并没有追问 而是换了一个话题 我想和你们帮主当面谈一次 时间又是一正 陈寅道 此事我决定不了 龙尘呵呵笑了笑 说道 不急 你回去禀报 我等你的消息 时间迟疑了许久 终究是起身 说道 好 我回去禀报 时间打算离开 龙尘却把时间喊住 龙部侍郎徐明在外头忙着查看施工图 突然听到龙尘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激烈的争吵 接着是打杂的声响 众人惊讶 要不要让侍卫进去 徐明心里也着急 却看到张倩守在门口 没有任何动作 徐明摇头道 不需要 张校尉没动 大家继续做事 没多久 时间气呼呼地走出来 边走边骂龙尘背信弃义 骂龙部都是无信之人 龙部的官员心中都有气 被一个商人骂 太丢人了 龙尘走出房间 站在门口 面色平淡说道 打扫一下 仆役马上进屋打扫 龙尘带着张倩离开工部 往西工去 绿茶推出后 天下会按照龙尘的建议 卖往北方蛮族 那些吃肉的蛮子喝了绿茶以后 之前那种肠胃不舒服 牙齿容易出血的问题马上好了 草原的蛮族大量购买绿茶 天下会大赚了一笔 而南梁那边 天下会搞出了一个以茶会友 石会轰动一时 绿茶成功推销出去 龙尘所在的户部 把工部炒制好的茶叶送往四方楼 同时 龙尘还设计了很多茶具 由工部制作 也让天下会售卖 源源不断的银钱流入户部 南梁精灵皇宫 皇帝里程倒坐在亭子里 旁边是一个身穿道袍 年纪四十多岁 三柳自然 目若朗星 手持浮沉的道士 亭子里 一个蜂窝 梅炉子 烧着一壶开水 太监忠贵拿起一个小罐子 用竹片夹子加出一些茶叶 放入一个紫色的茶壶中 开水冲入紫砂湖里 一股茶香弥漫开来 忠贵小心地把茶水倒入瓷杯里 然后端到李承道和道士面前 道长请 李承道自己拿起一杯茶喝了 道士也自己拿起一杯茶品尝一下 入口微色 入口反肝 提神爽心的家品 难怪闻人屈之若鹜 道士赞叹一声 这个道士大有来头 乃是苍玄山的掌门玄机子 苍玄山是南梁倚仗的道门 前任掌门是苍松子 就是他算出那句震动天下 给龙家军带来毁灭的衬语 龙心语也 天下皈依 算出这句话后 苍松子身体急剧衰弱 最后显示 继任掌门是苍松子的大弟子玄机子 苍松子在世的时候和南梁朝廷若即若离 玄机子却积极入室 替李承道出谋划策 东周出了个龙承恩 一个太监 短短一年的时间做了工部和户部的上书 上次临江城之战 据说也是这个人在背后操控 龙承恩 龙承恩 龙承 李承道喃喃自语 突然感觉这个龙承恩就是龙承 道长 你觉得龙承恩是不是龙承 玄机子自己又倒了一杯茶 摇头说道 绝对不会 平道早就派人往东周打探过 这个龙承恩和龙爷有渊源 他把龙家的尸骨挖出来安葬 还祭奠过 但他绝对不会是龙承 玄机子说得非常笃定 道长为何这么确定 李承道派中贵去刺探过龙承的消息 他一直猜测龙承恩就是龙承 但又不确定 很简单 我听说龙承恩住在秋星殿 就在四公主蒂洛西的旁边 龙承恩出入宫围 甚至经常与几位公主共育 甚至服侍过帝氏天 女帝不需要男人 天下皆知 如果龙承恩是龙承 岂非霍乱宫 更何况 女帝与龙家有大仇 如果龙承到了东周 必定粉身碎骨 玄机子喝着茶 语气平淡 一副超然无外的样子 李承道皱眉道 龙承静过身 是个太监 混入后宫也正常 玄机子呵呵笑道 知臣莫如君 龙承性烈如火 他会甘愿被淹了当太监 又或者说 龙承被人强迫淹了当太监 他会给东周做事 李承道点头道 不错 龙承那丝性子最烈曾在朝堂上顶撞过阵 他若是被淹了 肯定会与女帝平衡 拼死一战 那就怪了 和龙家有渊源 又有如此才华的人 朕为何一点都想不出是谁 玄机子摇头说道 我也查了 只能查到龙承恩曾经在龙家军校里 仅此而已 甚至 我怀疑 这个也是假的 龙承恩的身份是个谜 两人最后都否定了龙承的身份 理由很简单 龙承不会接受成为太监 如果龙承不是太监 那女帝就不会把人放在后宫 圣上 龙承恩和天下会 龙帮两边做生意 他们的态度现在都偏向于东周了 玄机子慢慢说道 天下会和龙帮的影响力很大 可以左右天下局势 大家都在争取 这个龙承恩是个麻烦 上次想抓活的 看来他还是死了最好 李承道又倒了一杯茶 慢慢品尝 上官威的新兵练得差不多了 玄机子放下茶杯说道 李承道点头道 让他自己去吧 从他手里丢失的城池 让他自己夺回来 中贵得了旨意 马上去上官家传旨 中贵出去不久 一个太监进来低头禀道 祈禀圣上 有个道士 自称离活倒来的 说有急事求见 在宫门口叫嚷 李承道眉头一皱 他从未听过有什么离活倒的道士 离活倒什么事情 李承道看了一眼玄机子 玄机子摇头 表示不知道什么离活倒 李承道淡淡说了一句 不理他 封道士而已 中贵立即派人将道士驱逐 大明宫 女帝坐在凤椅上 堂下站着文武百官 龙承恩接管户部以来 虽然时间不长 但国库的亏空已经补上了四百万两 做得很好 女帝手里拿着户部的账本 慢慢说道 底下的大臣都是消息灵通之辈 听说了龙承和天下会 龙帮做生意 户部进账很多 虽然他们对龙承的太监身份有微词 但这一次龙承做得实在漂亮 原本天下会威胁东周 说今年的生意会不好 意图削弱东周 但后来天下会主动找龙承合作 朝廷掌握了主动权 这是东周第一次占据合作主动权 以前都是求着天下会帮助 户部那么大的亏空 这么快填补了四百万两 没有增加百姓一分钱的税赋 很了不起 分内之事 微臣不敢邀功 龙承走出来败道 女帝笑道 不用谦虚了 户部从未有过这么大的进展 这都是你的功劳 龙承笑了笑 其他大臣面色各异 有觉得龙承做得确实好的更多大臣嫉妒 这时 兵部尚书白丘恋走出来 说道 圣上 微臣要弹劾龙承恩 女帝脸上的笑容消失 冷冷问道 弹劾龙承恩 为何 白丘恋说道 微臣弹劾龙承恩资敌 资敌就是通敌卖国 这是重罪 朝中的大臣骚动起来 资敌 龙承恩干了什么 我听说和龙家军有关系 看来真是见点 什么 和龙家军有联系 怎么可能 别吵了 听白尚书怎么说 女帝神色冰冷 问道 资敌 如何资敌 白丘恋说道 龙承恩发明的茶叶卖给了蛮族 还有蜂窝煤 微臣听说 茶叶治好了蛮族的出血的病症 蜂窝煤煤让他们可以取暖 这是资敌 女帝和大臣们听完 都感觉有点莫名其妙 这就自敌了 龙承笑道 白尚书说的话真有意思 东西是天下会卖出去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退一步讲 就算东西是我发明的 那茶叶确实可以解密 蛮族人喝了确实有好处 但我问你 他们不喝茶叶就活不成 用蜂窝煤的问题 我不给他们蜂窝煤 他们也能烧牛粪 也冻不死他们 你这弹河的理由真是牵强 白丘恋怒道 狡辩 蛮族人就是得了好处 帝洛西眉头一皱站出来维护 白尚书就算不给他们 他们也死不了 东西又不是白给的 换回来的都是银子 什么自敌不自敌 你是担心户部的位子被龙承恩占了吧 帝洛西说完这话 朝中的大臣低头审笑 大家都知道 白丘恋想把他女儿嫁给锦衡 但锦衡又想娶帝洛西 龙臣把户部尚书的位子占了 锦衡的职务就没了 所以白丘恋着急 女儿还没有嫁过去呢 丈母娘就开始急了 一个大臣低声嘲笑 四主公 我不是这个意思 白丘恋又羞又怒 感觉老脸丢了 女帝冷冷说道 好了 不说这个 南梁上官微的新兵已经训练完成 就屯兵在采石城 他们想夺回临江城 我们与南梁的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说说吧 有什么看法 说到和南梁的战事 朝中大臣变得沉默 南梁虽然丢失了临江城 上官家吃了大亏 损失了二十万精锐 但南梁的根本还在 仍然是最强的国家 圣上 上次虽然在临江城大败上官家的天威军团 但南梁元气未伤 听说 这次南梁集结了几十万大军 由上官微亲自统兵 只怕 内阁老臣里亦正皱着脸 一副大事不妙的样子 还不是因为龙爷老贼 他们龙家南征 南梁将域拓展了差不多一倍 人口比我们多一倍 不错 龙家军给南梁攻略了太多的土地 灭了那么多小国 好在龙爷一家死绝了 苍天有眼 大臣议论纷纷 女帝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龙臣 说道 好了 说正事 怎么办 说到正题 朝中的大臣又是哑口无言 帝洛西走出来 说道 母后 临江城事儿臣拿下的 而臣愿意前往御敌 朝中的大臣都不说话 女帝心中有些无奈 不同于南梁和西夏 东周的文臣武将很少 全靠女帝一个人撑着 女帝修为突破了帝尊 是全天下唯一的帝尊修为 所以才能抗衡西夏和南梁 东周只有大将军府 景天烈和景峰两个大将撑着 另外就是三公主和四公主 可用大将只有四个 三个在外面镇守 也只有蒂洛西了 好 四公主前往临江城守城 有谁愿意同去 女帝扫尸堂下 没有一个接任务的 兵部尚书白丘恋走出来 说道 圣上 当初龙承恩协助四公主夺取临江城 这次也可以再让她去 白丘恋开口 其他人跟着附和 白尚书所言即是 女帝看向龙承 龙承拜道 威臣愿意协助四公主 女帝点头道 好 你们二人去吧 散朝后 龙承和蒂洛西刚回到西宫 就接到女帝的旨意 让龙承去奉明宫 龙承马上起身 进了女帝的请殿 隐奉在前面引路 到了里头 女帝正在看军报 脸上的神色凝重 威臣拜见圣上 龙承行礼拜道 女帝收了军报 抬头打量着龙承 说道 你入宫多久了 龙承回道 一年多 女帝微微点头 看似随意地说道 有一年了 身体变化不大 别的太监一年都成了不阴不阳的人 龙承心头一震 感觉女帝似乎发现了什么 练了修阴大法 虽然可以隐藏二帝猛张飞 但身体雄性激素正常分泌 肌肉线条不会消失 看起来有些扎眼 很多人都说过这个 必须想个办法解决 六位帝皇丸有没有用 龙承胡思乱想 女帝却又说道 大概是练武的缘故 你的武道又精进了 龙承回道 昨天刚到王者中期境界 修炼的速度慢了 女帝师笑道 一年时间从武者修炼到王者 你觉得慢 要知道 就算是天才 从武者到王者也至少要十年 而且必须是顶尖的天才 龙承笑了笑 没有回答 龙帮那边还没有与你联系吗 上次龙承提出和龙帮主当面谈 时间那边一直没有消息过来 还没有 此事不及 他们现在有求于我们 你做得很好 现在天下会和龙帮的态度都偏向东周 说着 女帝拿出军报放在岸上 刚才在大明宫上朝时 朕已经点了你和洛西前往陵江城镇守 上官威的天威军团训练完成 李承道已经下令让他夺回陵江城 战事一触即发 朕的本意也是让你和洛西去陵江城 协助李仙南防守 击退上官威 龙承拿起军报仔细看了 上官威带领新练的三十万新兵 加上原本的十万老兵 总共四十万大军进驻了采石城 两城相聚只有五十里 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如何 有把握吗 女帝见龙臣半天不说话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威臣不敢说有把握 刚才在朝堂上 威臣已经说了 那就一定做到 在龙家军打过那么多仗 龙臣深知战场形势随时可能改变 胜负难料 但身为龙家军的将领 龙臣习惯了从赢的角度思考问题 好 你与洛西一同去 北方蛮族可能入侵 镇这次给不了你兵马 只有临江城的那些 你自己想办法 东周三面都是强敌 北边派了帝令仪去帮忙 形势不容乐观 女帝要留着预备军队 威臣明白 让洛西过来 镇有话单独跟她说 龙臣出了请殿 回到了西宫 帝洛西问道 母后怎么单独召见你 龙臣说道 让我好好协助公主守城 现在宣你过去呢 帝洛西马上起身去了凤鸣宫 玄一和清月正在收拾东西 张倩说道 我们是不是也该收拾一下 龙臣说道 你回秋星殿收拾一下 我去户部和公部交代一下事情 张倩说道 我是你的护卫 当然跟着你 龙臣见到了户部 把段双双喊过来 大人 段双双一身轻衣 穿得很素淡 脸上的妆容也很淡 给人一种文艺女生的感觉 浑身透露着一股子斯文气质 我马上要和四公主去临江城 这一仗不知道要打多久 户部这边就委托你看着 天下会和龙帮的生意 按照惯例就行 账目核对好 供货你不用担心 我会吩咐公部徐明做好产品 你这边就是胸甲 气泡这些衣服 你是女的 你来管比较合适 如果有急事 可以给临江城传信 或者直接禀报圣上财多 段双双败道 属下记住了 段双双这人做事仔细老成 也不需要多吩咐 龙臣起身出门往公部去 段双双跟在身后 说道 大人一路小心 龙臣点点头 到了公部 吩咐徐明一切照旧 产品质量要保证 徐明记下了 吩咐完后 龙臣回到西宫 帝洛西也回来了 东西收拾好 即刻带着西宫的清兵往临江城去 景家 一个长相猥琐的男子进了景恒的房间 然后悄悄关了门 怎么样 景恒低声问道 唐伟说道 安排好了 这次保准龙臣恩大把而归 景恒黑黑冷笑道 好 龙臣恩因为夺取临江城被重用 这次我让他栽个大跟头 唐伟有些担心 万一泄露怎么办 景恒低声骂道 废话 本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情 唐伟点头道 对对对 从来没发生过这个事情 临江城 龙臣和蒂洛西带着悬衣 清月和张倩一行人乘坐楼船到了码头 李仙南带着一帮将校迎接 末将恭迎公主殿下 李仙南见到蒂洛西很高兴 蒂洛西从船头一跃而下 稳稳落在岸边 笑道 你没有变胖吧 李仙南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尴尬地笑道 没有呢 天天练舞 控制得还行 蒂洛西神秘一笑 没胖就好了 你如果胖了 给你准备的礼物就不合身了 李仙南高兴地问道 什么礼物 女人都喜欢礼物 虽然李仙南两百多金 也有一颗少女心 蒂洛西笑道 其实这个礼物是小龙龙给你准备的 李仙南这才转头看向龙臣 大嗓门笑道 龙大人 一年不见 你成了尚书 还是两部尚书 厉害 李仙南竖起大拇指 他是真心佩服龙臣 上次见面只是一个小太监 现在居然比他品级还要高 都是四公主提携 不敢当 不敢当 龙臣心里很别扭 谁特么会给二百斤的少女送文兄 这特么 口味也太重了吧 走 给你看礼物 蒂洛西和李仙南进了大帅府 龙臣走在后面 吴剑站在不远处 点头示意 张倩跟在身边 很多话吴剑不好说 上次把大帅府炸塌了 李仙南后来重修了 设计图是龙臣画的 完全按照以前的样式 进了大帅府 龙臣心中有一股故地重游之感 就是在这里 龙野和龙家上百人住在这里 龙家军驻扎在这里 虽然龙臣是穿越者 但宿主的记忆牢牢刻在脑海中 进了房间 悬疑把一个箱子放在暗台上 蒂洛西催促道 赶紧把铠甲衣服换了 李仙南解开铠甲 又把里面的衣服解开 这时候发现龙臣在房间里顿时有些尴尬 公主 她 蒂洛西抬头看了一眼龙臣 说道 他是个太监 你怕什么 赶紧的 李仙南想想也是 龙臣是个太监 不等蒂洛西说 龙臣自己出去了 二百斤的美少女 好重口的口味啊 龙臣完全没兴趣看 等里面换衣服完毕 龙臣才回到房间里 好了 说说现在的局势吧 言归正传 几个人坐下来 蒂洛西坐在正中间 李仙南和龙臣坐在左右两边 玄一 清月和张倩三人站在旁边 我们东南边是采石城 上官威训练的新兵就在那里 我派人打探过 新兵三十万 老兵十万 总共四十万兵力 将领的情况 上官威父子三人都在采石城中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大将 精灵那边一直在运送物资兵器入城 后期也时常在城外刺探 城内抓了好多间谍了 按照我的判断 他们很快就会进攻 就是不知道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这边 城内有兵力二十万 十七万老兵 三万新兵 兵力上 我们不占优势 但我们有城池可以防守 所以两边差不多 李仙南把敌我形势和力量对比说清楚了 蒂洛西微微汗手 开口道 上官幕上次被龙承恩射中了一箭 听说左胳膊几乎废掉 他已经不足为据 那就是上官威和上官秀了 阵前斗将的时候 我和上官威对阵 龙承恩 你和仙南一起围攻上官秀 张倩三人围攻上官幕 其他人守城 听到蒂洛西的安排 李仙南有些诧异 问道 公主 我和龙大人一起围攻上官秀 恐怕 李仙南想说 恐怕比较勉强 上官秀修为到了武皇境界 李仙南肯定不是对手 龙承帮忙有什么用 蒂洛西说道 他已经突破王者境界了 李仙南震惊地看着龙承 说道 上次他来的时候才不到宗师境界吧 这么快啊 龙承的修行速度 不管谁听了都很震惊 是吧 某人还觉得最近修炼速度减慢了 整天不高兴呢 蒂洛西看着龙承说道 龙承黑黑笑道 太监修炼起来都很厉害 因为心无旁骛 葵花宝典不就是太监创出的一套功法 李仙南点头道 这样吗 第一次听说 蒂洛西说道 大体安排就这样 具体的城防你更清楚 我就不说了 李仙南身为临江城的守将 城中的具体防守他最清楚 蒂洛西不干预是对的 末将领命 蒂洛西起身 说道 听说这里有一处温泉 我们去泡一泡 此时已经是深秋 天气有些凉 正好是泡温泉的好时候 李将军还要负责城防 你先忙吧 龙承突然说话 搞得李仙南一愣 这嫌弃也太明显了吧 仙南跟我们一起啊 蒂洛西很肯定地说道 李仙南却说道 不了 我还要去寻城呢 蒂洛西拦住李仙南 说道 不 一起 我们一起 不要他 居然嫌弃 我的仙南 蒂洛西几个人起身往温泉去 龙承尴尬地笑了笑 张倩为难道 公主 我要保护龙大人 蒂洛西却说道 今日不用 我们泡温泉去 说着 几个人往温泉去了 留下龙承一个人 龙承尴尬地目送他们离开 然后迅速转身出了大帅府找无见 自从张倩跟着龙承真的是形影不离 吃喝拉撒都在一起 没有一点自由时间 当然 作为报复 龙承晚上不是爬到上面 就是在他身上各种梦游找文件 张倩起初很嫌弃 意见很大 后来居然习惯了 甚至龙承晚上不梦游的时候 张倩会主动要求龙承用两个手指找文件 龙承刚才故意嫌弃李仙男 终于把张倩支开了 获得了难得的自由时间 除了大帅府 龙承非快找到无见 无说 龙承进了一个小房间 反手把门带上 少将军 现在跟你说句话 真的啊 无奸无奈地说道 龙承摇头说道 没法子 张倩就是个跟屁虫 吃饭睡觉洗澡都在一起 无见猥琐地笑道 少将军落进了花丛中 从公主到公女 嘿嘿 可惜了 我是真的废掉了 成了太监 羡慕少将军 无见在白狼山大战时伤到了命根子 成了太监 龙承笑道 一个两个还行 一群就太累了 无见感觉龙承在凡尔赛炫耀 他听说女帝都被龙承伺候过 这就厉害了 不说这个了 无数有没有找到父亲留下的东西 龙承记得龙也曾经在大帅府底下藏了一个铁盒子 里面有龙家独门功法的修炼秘籍 无见摇头 没有 当时的爆炸太厉害了 就算铁盒子没有被烧化 也不知道埋在哪里了 龙承没有失望 他早猜到希望渺茫 托无见寻找 只是想碰碰运气罢了 你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 龙承问的是采石城的情况 采石城不止上官威父子三人 还藏了一个高手 不知道是谁 兵力方面没有问题 就是四十万 无见在采石城有救相时 关系极好那种 无见从老友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情况 林江城从上官袖手里丢掉的 上官威必须夺回来 和上官威关系好 修为高的只有那一位了 龙承对上官家的情况很了解 因为以前龙家和上官家虽然同朝为官 却是对头 无见点头道 我也怀疑是他 但不确定 龙承说道 林江城和采石城之间无险可守 要打就是正面进攻了 不存在什么偷袭 无见说道 士兵正面交战 斗将的时候 如果突然杀出一个武皇中期的高手 局势会立即反转 龙承沉默片刻 说道 得想个办法 温泉里 蒂洛西几个人把衣服挂在屏风上 然后陆陆续续入水兮兮 深秋天气跑在热水里 女孩子的少女兴起来了 发出哥哥的笑声 泡了一会儿 蒂洛西感觉有些无聊 说道 怎么觉得小龙龙不在 泡澡没什么感觉 秦月说道 我也觉得 每次小龙龙在 她总是钻来钻去 捏得也舒服 李贤南笑道 公主 我就说了 我去安排城防 您和龙大人一起泡温泉 蒂洛西靠在边缘 说道 去把小龙龙找来 李贤南打算起身 蒂洛西却让旁边一个侍卫去找 侍卫马上出了温泉 到了外头 没见到龙臣 问了外面的守卫 守卫说 龙臣和吴剑去祭拜龙家了 侍卫马上跑到龙家的坟墓所在 见到龙臣和吴剑正在稍着相逐祭拜 侍卫听说了龙臣和龙家的渊源 远远看着不敢打扰 直到� 一拜完 才上前说道 龙大人 公主请您去一起泡温泉 这侍卫是个身材高大的女子 长相一般 但身材十分贱美 告诉公主 我有事 龙臣如此说 侍卫只能回去赴敏 五十里外 采石城 上官威坐在正堂 左边是上官秀 右边是上官墓 下面是上官家的家将 其中一个不穿铠甲 却穿着南梁宫里的太监衣服 此人是兼军使者于府国 于府国是李承道派来的 目的是监督上官威和天威军团 消息打探的如何 上官威问道 上官秀回道 东周派出了四公主帝洛西 只带了一百多人入城 现在临江城的兵力只有二十万 我们的兵力占据绝对优势 上官威问道 带了什么兵器没有 上官秀摇头说道 没有 就是一百多人 上官威因没一条 眼中闪过老奸巨华的眼神 不对啊 我们这次大军出动 为什么不增兵 也不带什么兵器 东周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东周的兵器制造技术比南梁 西夏好 东周有一个专门研发军械的衙门 叫做天机阁 女帝觉得东周的兵力不够 那就发展兵器 每次遇到大战都可能出现新的武器 所以 上官威特意问有没有新的兵器 上次的雪橇楼船就是新式武器 所以 上官威特意问有没有带什么兵器 上官穆说道 父亲 临江城很坚固 他们如果只想守城的话 确实没必要增兵 上官威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 好 如果他们只是这样想 那就好了 再派出探子 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暗中增兵 有没有偷运武器 上官秀看了一眼底下一个长相英致的校尉 此人负责上官家的谍报工作 名叫冯和 冯和马上起身去打探 这时 监军使于府国 扯着尖锐的嗓子说道 上官将军是不是忘了一件事情 监军使者于府国 脸色阴沉 欲气阴阳怪气 上官威心中很讨厌这种阴阳人 但面子必须给 监军使提醒的是 那个龙承恩来了没有 上官威问道 上官秀回道 来了 跟随四公主来的 上官幕听到龙承恩的名字 左肩膀传来一阵隐痛 他打听到那一件是龙承恩射出的 同一个地方 同样的剑法 上官幕有八分把握断定龙承恩就是龙承 可是这话他不敢说出来 如果让李承道知道龙家人没有死绝 还从上官家手里夺走了临江城 必然龙颜大怒 这个死太监 上次不知道用了什么诡计 居然把临江城炸毁了 又在短短时间内重建了临江城 着实可恨 上官威指桑骂槐 把于府国骂了一顿 于府国不是傻子 当然能听出上官威指桑骂槐的意思 但是又不好发作 毕竟上官家还是朝中显贵 天威军团还在 上官将军 尚未要求咱家查明龙承恩身份 这是圣旨 可不能耽搁了 朝中有不少的风言风语 说龙承恩很可能是龙家的余念 如果真是这样 龙爷死了 你们还丢了临江城 那你上官家就是笑话了 于府国被骂死太监 马上反唇相击 上官威心中暴怒 他罪恨别人说他不如龙爷 虽然这是事实 上尉的圣旨 我当然完成 让冯和查清楚 这个龙承恩到底什么来头 上官威立声说道 上官秀硬了 就这样吧 上官威起身回了房间 于府国音效者出了正堂 上官秀和上官幕在后面 望着于府国的背影 上官幕低声骂道 死太监 仗着圣旨在军中撒野 要不要让他死在乱军之中 上官秀摇头说道 不行 他是尚未身边的人 不能动 上官幕心中愤怒 却又无可奈何 上官秀回到房间里 冯和从外面进来 正要找你 尚未要求我们查清龙承恩的身份 你派人去临江城和女儿城再打探一番 务必搞清楚龙承恩的身份 冯和关上了门 没有回答这个事情 却说道 少将军 临江城来人了 上官秀奇怪地问道 什么人 他以为是冯和在临江城埋下的案子 来人只给了一封信 没说是谁 冯和手中拿出一封信 呈给上官秀 上官秀打开信封 里面居然是临江城的将士名单和兵力部署图 赶紧跟上去 查清楚到底是谁 上官秀又惊又喜 如果这封信是真的 那临江城就在掌握当中了 就怕来人是诱饵 故意给家的布房图 冯和说道 已经派人跟上去了 上官秀先收了信 说道 刚才的事情是上尉的意思 这次龙城恩就在临江城 派人去探探他的底 想办法搞清楚他的底细 逢和拜道 遵命 临江城 龙城进了一个房间 熟悉的房屋结构就是家具换了 这个房间就是原本龙城居住的地方 龙城躺在床上望着屋顶发呆 身体主人的记忆不断涌现 龙爷 母亲 兄弟姐妹的欢声笑语仿佛就在耳边 复仇 龙城狠狠说了一声 闭上眼睛休息 咚咚咚咚 龙城正在床上躺着 房门突然敲响 � 问道 谁啊 一个女兵在门外回道 公主请总管大人前去议事 龙城立即披衣起床 进了房间 蒂洛西正在看布防图 什么事情 龙城 进门问道 蒂洛西把布防图递给龙城 看了布防图 龙城说道 北面虽然是大江 对面是钓鱼城 也要防止南梁水师偷袭 蒂洛西笑道 不错 和我想的一样 我已经和仙男说了 让他在北边安排防守 龙城收了布防图 说道 我们这次虽说是守城 但不能光从防守的角度考虑 我们要变守卫工 蒂洛西问道 怎么变守卫工 龙城说道 杀 杀掉南梁的精锐 将领和士兵 不打击溃战 打歼灭战 蒂洛西思索片刻 说道 你说的没错 人杀了 军力自然就削弱了 可是哪有这么容易 龙城凑上去 在耳朵旁说了一通 蒂洛西认真的听着 可行 蒂洛西问道 龙城摇头说道 不知道 计划是这样 战场的形势变化快 说不准最后会如何 蒂洛西说道 好 就按照你说的来 采石城 冯和快步进了上官秀的房间 脸上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 少将军 打探清楚了 那个给我们送不防图的人 是东周大将军夫景衡的人 前几日 有人给冯和送了一张临江城的不防图 上官秀不敢相信 派冯和去追查那个送图的人是谁 现在确定了身份 景衡 景天烈的小儿子 早听说他喜欢蒂洛西和龙城恩有仇 他给我们送不防图 难道是为了报复龙城恩 东周朝廷出了个龙城恩 和景家有矛盾 此事已经传遍了南梁朝廷 上官秀也知道 属下也这么认为 我还派人去刺探了 兵力部署差不多就是这样 冯和不只刺探了宋图人的身份 还打探了临江城的不防情况 好 上官秀大喜 拿着不防图进了上官威的房间 父亲 前几日有人送来一张临江城的不防图 我派冯和打探过了 宋图的人是景衡的手下 冯和还刺探过临江城的不防情况 和这张图差不多 上官威拿起不防图仔细看了 眉毛像老鹰的翅膀一样翘起来 哈哈笑道 没想到啊 景天烈居然生出这样的儿子 看来是龙城恩太过招摇 触怒了景家 都是混朝廷的老狐狸 上官威一听就知道这是震动 在私人仇恨面前 什么家国天下都是假的 让将士们集结 明日进攻临江城 先打个招呼吧 上官威仔细分析不防图 想着明日如何进攻 上官秀马上出去传令 采石城内四十万兵马开始调动 临江城 李仙男快步进了蒂洛西的房间 说道 公主 上官威动了 预计明日进攻 蒂洛西慢慢睁开眼睛 平息体内武器 好 准备迎敌 再把龙城恩叫过来 李仙男马上去找龙城 不多时 龙城进了房间 上官威可能明日进攻 你准备的如何了 准备好了 明天见机行事 好 跟我来 蒂洛西带着龙城到了正堂 李仙男召集了军中将校 玄一和清月 张倩三人在最前面 探子来报 明日南梁上官威进攻 大家按照原定计划行事 记住 我们的目的是守城 要利用好城池坚固的优势 不许擅自出城交战 李仙男扫是堂下 说完后又请示蒂洛西 问他有没有什么吩咐 蒂洛西说道 上次我们在这里灭了上官加二十万 这次我们要在这里灭他四十万 给我狠狠地杀 底下将校纷纷喊道 杀他的片甲不留 让他有去无回 上官老不过如此 这些将校虽然喊得起劲 但龙城能看出他们的担忧 上官威是老将 兵力又是两倍 这次奉圣旨出征 此战志在必得 明日绝对是一场恶战 好 明日喝庆功酒 蒂洛西起身 众位将校起身出去准备 第二天 临江城头 蒂洛西一身赢甲 手持大朔 悬衣和清月披甲 手提长剑站在两边 张倩换了兵器 不再用匕首 而是用回了自己的长枪 李仙男依旧一把大锤子 龙城感觉他很像游戏里的钟无厌 加强版那种 龙城则是身披戏凯 外面还是不一 手里提着铁枪 无剑在身后不远处 手里拿着一把大刀 东南边 沉闷的马蹄声传来 惊奇� 乌鸦鸦的兵马开过来 最前面 一杆绣着威字的军旗高高扬起 这是天威军团的特色 不以姓氏为军旗 而是以上官威的名为军旗 军旗下 上官威身披黑甲 上官秀和上官木跟在两边 身后是五个家将 上官家本来有七个家将 号称七秀 上次临江城大战 杀了两个 只剩下五个 见到这些家将 蒂洛西眉头微醋 上次计算豆浆的时候 没有把上官家的家将算进去 李仙男看出了蒂洛西的担忧 说道 让军中 上官的将领和他们斗 蒂洛西点头道 只能如此 兵马到了城外 上官秀立下迎战 上官威带着将领到了城下叫阵 四公主不出来一见吗 上官威骑在马上 抬头看着蒂洛西笑道 蒂洛西冷笑一声 从城楼下去 骑着马 带着龙臣一帮人到了城外 上官威一把年纪了 何苦再来送死 蒂洛西冷冷笑道 混账 我们来杀你的 上官木暴怒 上官威却哈哈大笑道 我上官威虽然年纪大了 却自认为还能再战 送死不至于 你如果交出城池 我可以让你活着回去 蒂洛西冷冷说道 交出城池 这临江城本就是我东周故土 凭什么交给你 上官威哈哈笑道 罢了 嘴皮子的功夫不是我们这些沙场粗人该说的 打一场就知道了 蒂洛西也笑道 说的没错 打一场就知道了 上官威不打招呼 突然抓起一杆大吉 披面杀向蒂洛西 临江城中 蒂洛西的修为最高 只要杀了蒂洛西 临江城必破 大吉批来时 大朔已经刺出 两人斗在一起 上官威和蒂洛西开打 其他人一起动手 城楼上和天威军团一起肋骨 隆隆的鼓声响彻战场 李先南提着大锤 指着上官秀怒喝道 受死 上官秀冷冷一笑 败君之将 还敢来 大锤抡起 上官秀提起大刀正面迎击 李先南奋力厮杀 但明显斗不过 李先南是王者巅峰 上官秀是武皇初七 差了一个档次 龙晨提着铁枪就要上前帮忙 却被上官木拦下 大夫指着龙晨骂道 上次那冷箭是不是你射的 龙晨大笑道 没错 想不想再来一下 上官木大怒 老子宰了你 张倩拍马过来 手中长枪刺向上官木 喝道 我来 玄一和清月一起上前围攻 龙晨按照原定计划帮助李先南围攻上官秀 铁枪从背后刺去 上官秀不当回事 他听说龙晨只有宗师境界的修为 这样的人在他眼里和废物没什么两样 铁枪快到时候 上官秀只是微微侧身 便轻易躲过铁枪 注意力全部在李先南身上 铁枪 插着上官秀的战袍掠过 突然 枪尖上条 刺向上官秀的脖子 不好 上官秀猛然一惊 他没想到龙晨的枪法如此刁钻 赶紧后仰 手中大刀隔开枪间 恰好躲过刺激 龙晨按照可惜 他本想利用上官秀大意的机会 没想到 还是被躲过了 李先南从前面杀来 龙晨在背后围攻 上官秀大怒 他看出龙晨隐藏了实力 这明显是王者境界的修为 上官穆本想先宰了龙晨泄愤 却被张倩三人围住 不得脱身 眼看龙晨和上官秀斗在一起 他只好先应付张倩三人的围攻 出人意料的是 旁边的五名家将居然没有动手 只是冷冷旁边 城门口的东周将领也不动手 只是时刻准备 一旦家将动手 他们也动手 上官威武皇中期修为 又是沙场老将 蒂洛西被稳稳压制 长脊神出鬼没 又力大无穷 蒂洛西打起十二分精神 杀得银牙紧咬 城上的士兵呐喊诸威 战鼓雷的震天响 龙晨看地洛西打不过上官威 手中铁枪越刺越急 上官秀居然有被压制的迹象 李仙男大喜 他没想到龙晨斗江这么厉害 手中的大锤狠狠砸下 上官木本来是王者中期的修为 但上次被龙晨一箭射穿了肩膀 实力大减 又被三个人围攻 搞得手忙脚乱 龙晨正在憨斗上官秀 突然 铁枪刺出 却落了空 反被上官秀一刀斩断马腿 龙晨翻身落马 上官秀大喜 提着大刀就来杀龙晨 李仙男慌忙赶上 劫住上官秀厮杀 上官秀不着急 李仙男一个人根本不是对手 早晚能杀了龙晨 这个时候 上官威的注意力在蒂洛西身上 上官秀忙着斗李仙男 而上官木则忙着招架张倩三人 没有人关注落马的龙晨 臭娘妈 宰了你们 上官木大怒 手中大斧荡开长剑 张倩的长枪又倒 收回大斧拦住张倩的长枪 悬衣和清月的长剑又劈过来 破 一杆铁枪挑起头盔的下面的布甲 刺入了上官木的咽喉 龙晨突然出现 杀了上官木 本来 龙晨被上官秀砍翻落马 天威军团大呼杀得好 但眨眼间 龙晨刺杀了上官木 没错 从一开始 龙晨就是这么打算的先杀最弱的再围攻上官威和上官秀 刚才龙晨故意被上官秀砍杀战马 以此顺利脱身 如果龙晨故意丢下上官秀杀向上官木 必然引起注意 起不到偷袭的效果 张倩三人吃了一惊 连他们都没注意到龙晨过来了 杀了上官木 龙晨翻身抢了战马 回身再杀上官秀 李仙南正被上官秀压制 龙晨又突然杀回来 上官木死了 龙晨大喝一声 上官秀吃了一惊 回头看时 果然见到上官木躺在地上 脖子的血流了一地 就这一瞬间的功夫 龙晨铁枪刺向上官秀的脖梗 上官秀猛然一惊 大刀来不及格挡 他只能徒手抓住长枪 李仙南抓到了绝佳机会 一锤砸在上官秀的后心 破 上官秀一口血喷出来 龙晨猛地抽回铁枪 再次刺向上官秀的脖子 上官威才发现上官木已死 上官秀又重伤 顿时暴怒 你敢 手中大己凌空投出 把龙晨手中的铁枪击飞 不愧是五皇中期的沙场老将 龙晨回身捡起铁枪 五个家将已经杀来 张倩三人截住家将 就是一阵厮杀 蒂洛西见杀了上官木 重伤上官秀 心中大喜 提着大朔 追杀上官威 上官威不敢恋战 冲开李仙南 就出上官秀 又捡起地上的大己 附身抓起上官木的尸体 五个家将护着上官威走回阵中 蒂洛西喝道 回城 城 城门打开 龙晨一起回了城内 这一场斗江 本来上官加稳战上风 却被龙晨一个诡计杀得大败 城上将士纷纷叫好 回到城内 蒂洛西摘了头盔 大笑道 龙晨恩 你杀的 龙晨看着被震得出血的虎口 惋惜地说道 上官老贼厉害 我本想先杀上官木再杀上官秀的 结果只杀了一个 李仙南赞叹道 你真厉害 这一战 我们本来处于劣势的 没想到居然能杀上官木 又重伤上官秀 你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想的 龙晨说道 对 我一开始就这么打算的 蒂洛西假装怒道 本公主定下的计策 你居然敢违背 还敢瞒着我 龙晨无奈地说道 如果事先说了 打斗的时候不免留一手 容易被看出破绽 所以我没说 公主恕罪 蒂洛西摟住龙晨 笑道 恕什么罪 跟我回去喝酒 今日大盛 我们痛饮一番 清月给母后传捷报 说龙晨恩临战斩杀上官木 大败南梁军队 此战 龙晨恩是手工 蒂洛西提着头盔 头发有些凌乱 配上一身银甲 有种别样的风 多谢公主 李仙男带着将士庆祝 龙晨想去喝酒庆祝 顺便开溜找吴剑 他吩咐吴剑半个小差事 想问问情况如何 蒂洛西却一把搂住龙晨 冷脸说道 干嘛去啊 龙晨莫名其妙 当然是庆功去啊 你不是说喝酒庆祝吗 城里 李仙男搬出了酒肉 庆祝今天的胜利 将士们喝酒吃肉 气氛十分热闹 而城外南梁军营则是死气沉沉 军杖中 上官木的尸体停在中间 血镜透了一甲 上官威看着自己儿子的尸 手 脸上的皱纹一颤一颤 站在旁边的将校各个面色凝重 有的愤恨 有的悲哀 有的无奈 一个士兵扶着上官秀走进来 他的脸色很差 父亲 上官秀一开口便咳嗽了一声 嘴角又流出血丝 刚才被李仙男结结实实砸了一锤子 若飞身上的铠甲精良 上官秀的脊柱恐怕已经断了 龙晨安 夺我临江城 杀我儿子 此仇不共戴天 上官威终于是落下了老泪 上官秀恨恨地骂道 这次太狡诈了 故意卖破 然后趁势偷袭二帝 我也差点 嗨 回想刚才的战斗 上官秀没料到龙晨那么奸诈 这时候 监军使者于府国从外面走进来 看了一眼上官幕的尸体 于府国面皮闪过一丝冷笑 说道 天威将军 这才第一场斗江便折损了大将 少将军也身负重伤 你这让咱家如何禀奏上尉啊 上官威痛失爱子 于府国如此冷嘲热讽 他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 可于府国是代表皇帝监军的 他有气也只能忍着 于公公不用担心 本将自由打算 于府国冷笑一声 但愿如此吧 上尉的旨意很明确 夺不回临江城 天威军团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甩下这么一句话 于府国出了军杖 上官秀大怒大骂 我等血战沙场 这个死太监 上官威呵斥道 慎言 上官秀咬牙把话吞回了肚子 抬下去 给我好好收拾 等破了城 我让他们陪葬 军使把上官幕的尸体抬下去 他们赢了一场 必定在大肆庆祝 所有人听我号令 上官威坐下来 脸上泪痕未干 却又重新有了霸道的感觉 五个家将和其他将领肃然站好 等待上官威调拨 你们听好 按照老夫的吩咐 各自准备工程 入夜后 临江城内还在庆祝 防守变得松懈 李先南手里提着一坛酒 坐在城头上肆意地喝酒 还把空酒坛子甩出老远 故意给南梁军队看到 喝完了两坛酒 李先南才从城楼上下来 回到了大帅府 城上的士兵也散漫 刀枪靠在城墙上 闲聊的 打闹的 没个正行 就在此时 城外身穿黑衣的士兵慢慢摸到了城下 钩索抛上城墙挂住 黑衣士兵慢慢往上爬 几十个黑衣士兵爬上了城墙 见到最倒的士兵 他们并没有动手杀人 而是悄悄又挂着绳子落下 到了城门前 防守城门的士兵也醉倒了 黑衣士兵捏手捏脚到了门口 一起拉下巨大的门栓 矿 门栓发出巨响 守门的士兵醒来 就看到几个人影正在开门 没等士兵发出声音 喉咙已被割开 其他士兵也被杀了 城门被打开 黑衣士兵举起火把 城外突然出现大军 上官威一马当先 手提大挤冲杀进来 上官威派人悄悄打开了城门 带着大军杀入临江城内 却发现里面空荡荡的 没看到醉倒的士兵 有埋伏 你们为何不报 上官威怒斥黑衣士兵 黑衣士兵猛逼地说道 将军 我们奉命开门 没说要侦查城内是否有埋伏 上官威被气得半死 回马喊道 撤 就在这时 城内伏兵四起 帝洛西手持大朔 站在城墙上笑道 上官老贼 你中计了 李仙南一声招呼 埋伏的公母手万箭齐发 南梁士兵被射死一片 结阵 上官威大喝 盾牌兵举起盾牌 结成一个个圆形小镇 帝洛西从城上一跃而下 直取上官威 李仙南提着大锤围攻 城内的将士一起冲出来厮杀 上官威抖擞精神 手持大己立战两人 依然不落下风 众人都在厮杀 龙臣却在城上旁观 我们不下去吗 张倩见城内厮杀的激烈 也想下去帮忙 龙臣看着厮杀正憨的上官威 奇怪地说道 怪了 他手下的家将呢 一个都没来 张倩这才发现 上官家剩下的五个家将没来 对啊 人呢 突然 西边城门和东边城门同时爆发战斗 而且战斗十分激烈 防御最薄弱的西门遇到的攻击最猛 不好 去西门 龙臣带着张倩飞奔赶往西门 见到了四名家将飞身上了城头 防守的士兵被砍瓜切菜 一般斩杀 好 好 西城门被撞开 南梁军队像蝗虫一般涌入城内 西门失守了 怎么会这样 张倩震惊 军队攻入城中后 盾牌兵马上举起盾牌 埋伏在城内的弓弩手乱箭落下 却被挡住 一波射击过后 南梁军队回射 把东周的伏兵射死了很多 冲过弓弩手后 一个身材肥胖的家将提着大刀 冲进了一个角落 将埋伏在角落里的士兵斩杀 他们知道城内部防 张倩惊呼道 先对付弓弩手 再寻找伏兵 每一步都是估算好的 龙臣眉头紧皱 他没有直接冲上去厮杀 四个家将 三个王者中期 一个王者后期 龙臣去了杀不过 一个东周将领 手持一杆长枪 连杀十几个敌兵 想重新组织防守 但很快被冲散 无数 龙臣认出那人正是吴剑 跟我来 龙臣没有直接找家将对决 而是先救人 铁枪寒芒一闪 敌军脖军脖子就出现一个血窟窿 龙臣专门捅脖子 张倩随后 长枪匕手一起用 杀了几十个敌兵 无数 龙臣杀到了被围在中间的吴剑 少龙大人 敌军知道我们的不防 吴剑大喊道 龙臣回头喊道 把燃烧弹拿出来 烧死他们 快去 龙臣和张倩在最前面杀出一条血路 吴剑带着士兵随后 慢慢杀川 重围到了外面 这时候 家将注意到了龙臣 那边 那个就是龙臣安 宰了他 为二将军报仇 一个家将继续带领冲杀 三个家将追杀龙臣 龙大人先走 吴剑知道这三个家将不是等闲之辈 能被称为七袖 当然有真本事 龙臣却一把扯住吴剑 喊道 去 用燃烧弹烧他们的后军 去 龙臣和张倩迎着追杀的家将 手中长枪刺出 和三个人杀在一处 吴剑担心龙臣的安危 但他更知道此刻什么最重要 走 吴剑大喊 带着士兵往城内的仓库走去 上官家七名家将 都是王者境界修为 各有各的本事 三人围住龙臣 眼里爆出憎恨的目光 一个头戴鬼面具 手持两把双刀 此人名叫上官李 是上官家七袖之手 修为王者中七 另一个身材高瘦 手中一杆铁叉 此人名叫上官风 第三个五短身材 手中一把狮子锤 此人名叫上官虎 虽然人不高 但天生力气大 手中狮子锤五十斤 龙城安 还我们二将军命来 上官虎脾气爆裂 手持狮子锤 手先冲杀过来 张倩大怒 手中长枪刺向上官虎 狮子锤和长枪碰撞在一起 巨大的力道几乎把长枪击飞 张倩手被震抹了 上官虎力气大 别硬杠 龙城大吼一声 手中铁枪刺向上官虎的脖子 上官风已经杀到 铁插拦下了铁枪 龙城赶忙扯回张倩 上官木被刺穿脖子 上官秀也差点着了道 他们特别防备龙城捅脖子 上官李手持双刀断了 龙城的后路 士兵也围过来 不要大业 这丝十分狡诈 上官李修为最高 却最谨慎 他知道龙城轨迹多端 稍不留神 就会着了道 迎包围了 管他什么狡诈 上官虎不管不顾 又提着狮子锤杀过来 狮子伯托 上官虎大吼一声 整个人一跃而起 双手握住狮子锤 猛地砸向龙城 上官风的铁叉从紧随其后 叉子直刺龙城胸膛 龙城和张倩慌忙分开对敌 龙城避开上官虎的锤子 手中长� 刺向上官虎的脖子 当 长枪被荡开 上官虎大骂道 老子知道 你喜欢捅脖子 龙城不管 长枪继续刺出 找到机会就捅脖子 张倩和上官风杀在一起 长枪和铁叉来来往往十几个回合 杀得不分上下 周围的士兵手持长矛围成一个圈 却并不出手 因为两边杀得太激烈了 他们乱刺 可能伤到自己人 上官李看两边杀得难解难分 这才提着双刀加入战场 他的目标当然是龙城 双刀在火光下一闪 一刀砍向龙城的 脖子 一刀斩向龙城的大腿 上路和下路同时进攻 前面又有上官虎的进攻 龙城前虎后廊 退无可退 上官虎见上官李终于出手 顿时大喜 双手握住狮子锤 大吼一声 狮子驳吐 龙城慌忙后退 却又迎上了双刀 前后都是死路 鬼面俱下 上官李眼中露出一丝争鸣 这次他确定能杀了龙城 嗖 突然 龙城手中长枪飞出 然后转身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迎着上官李的双刀撞过去 砰 一声闷响 龙城双手被震得双手火辣辣的疼 痛入骨髓 上官李的双刀也被震得弹了回去 砰 一声闷响 狮子锤落地 砰 马上又一声闷响 咳 上官虎喉咙被铁枪贯穿 枪托插在地上 上官虎五段的身子被支起来 他不甘地看着龙城 眼睛里满是愤恨 却又无可奈何 上官李震惊地看着上官虎 这本是一次必杀的战斗 却被龙城反杀了 上官李还在震惊当中 龙城闪身到了上官虎跟前 俯 俯身抓住铁枪 就要将铁枪拔出 上官虎不甘 两手死死抓住龙城的小腿 脖子不能动 眼睛费力地往上翻 想看龙城最后一眼 到死也要记住龙城的模样 龙城俯身 低声说了一句 我早说过 你的狮子伯兔很危险 遇到高手 跳起来会死的 狮子伯兔是上官虎的绝招 跳起来的时候威力最大 但是破绽也很明显 身在半空时无法移动躲避 一旦遇到高手 上官虎就是靶子 在南梁当将军的时候 龙城评价过上官七秀 龙城小腿的双手突然松开了 鼻子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他想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破 铁枪拔出 血从脖子的窟窿里喷射出 上官虎身体翻过来 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龙城 有不甘心 有疑惑 有惊讶 张倩正在和上官风缠斗 见到上官虎和上官李前后围攻时 他急得要死 恨不得马上过去帮忙 却又被上官风缠住 脱身不得 生死瞬间 龙城居然一枪刺穿了上官虎 又挡下了上官李的双刀 好 张倩大喜 他就知道龙城总能绝处风生 上官风本以为龙城必死 他还想活捉张倩这个大美女回去快活 没想到上官虎被反杀了 张倩见杀了一个顿时精神大振 全力来杀上官风 直到上官虎死在当场 上官李才回过未来 你一直等我出手 一直在等他用绝招 上官李不是傻子 很快醒悟过来 上官虎刚才用过一次狮子驳兔 龙城被杀得连连后退 这让上官虎和上官李都产生了错觉 以为龙城很怕这一招 可事实上 龙城一直等上官虎最自信 最不防备的时候再次跳起来 于是 在上官李围攻的时候 上官虎终于再次使出狮子驳兔 人在半空中成为了火把子 龙城手中长枪飞出 精准地刺中了上官虎的喉咙 高手搏命 不仅比修为 也比招式心机 你应该知道 龙城拿起袖子 擦了擦铁枪上的血 冷冷说道 奸诈之徒 上官李终于大怒 踢着双刀来杀龙城 龙城修为稍弱 但招式古怪刁钻 上官李也不是愚蠢之辈 一枪两刀 杀得难解难分 南梁军队破开了西门 一路破开防守 杀得东周士兵尸横遍野 军队开始溃散 南大门 蒂洛西正在栗战上官威 李仙南一起帮忙 清越和悬疑掠� 这个人围攻一个 虽然能稍微占据一点上风 却仍然拿不下 军队一开始仗着埋伏占了便宜 后来越杀越艰难 门外涌入了更多的军队 蒂洛西心中着急 这和他预想的不一样 援兵呢 蒂洛西大朔刺向上官威 回头大河道 临江城外有小城 那里埋伏了五万伏兵 一旦上官威偷袭 伏兵可以截断归路 两边夹击上官威 不知道 李仙南也很奇怪 为何援兵还没有来 上官威大挤荡开大朔 回身一� 一脚踢飞了清月 大笑道 你以为老夫中计了 你的伏兵 早被我挡住 蒂洛西大惊 难道说计划泄漏了 就在此时 西门那边火光起了 东门也燃起火光 好 东门西门已破 你们临江城完了 上官威哈哈大笑 蒂洛西一脸茫然 这完全和预料的不一样 东门西门怎么会被攻破 老夫早就知道你们的不防 你们还不投降 上官威狂笑 手中大挤 划出道道残影 披向蒂洛西 公主小心 李仙南大锤拦截大挤 震得他气血翻滚 感觉立身不住 老贼 你休想得逞 杀了你 就可以挽回 蒂洛西恼羞成怒 拼命围杀上官威 李仙南和清月悬疑被杀极了 疯狂扑向上官威 蒂洛西用余光回望四周 才发现从一开始就没见到龙臣的踪影 人呢 这家伙是不是又搞什么鬼剑 对 上官老贼奸诈 龙臣这个死太监更奸诈 他肯定搞事情去了 想到这里 蒂洛西突然来了自信 手中大朔拼命刺向上官威 上官威被蒂洛西突然的勇猛搞猛了 他不知道蒂洛西为什么突然又有自信了 吴剑从西门逃脱后 带着士兵到了一处不起眼的仓库 拿出钥匙 打开仓库大门 里面一个个黑色的罐子 房间里弥漫着一股奇异的味道 一个士兵点燃了火折子 吴剑马上回身吹灭 不许点火 马上拿上城墙 把人都喊过来 这些士兵不是傻子 心里大概猜到了这是什么 火油弹军中常常会用到 可是火油弹很难制作 一般数量不多 但是这个仓库里居然堆满了 吴剑指挥士兵抱起火油弹 跑到投石车阵地 装弹 点火 抛发 呼 一颗颗熊熊燃烧的火油弹飞起来 落在了西门外 火油弹落地的瞬间 里面黑色的黏糊糊四散飞溅 沾到士兵一甲后 马上燃烧起来 不管士兵如何拍打 就算在地上打滚 也无法熄灭火焰 士兵被烧得惨叫连连 遍地都是奔跑的火人 越奔跑烧得越厉害 直到把人烧得焦黑见骨 这些就是龙辰在地狱山制作蜂窝煤时提取的煤焦油 全部制作成了火油弹 比一般的火油弹威力提升几十倍 一旦粘上只有被烧死的下场 火油弹落下的时候 龙辰大笑道 你们输了 受死吧 龙辰突然发力 手中铁枪捂出一道枪花 挑飞了鬼面具 底下是一张被毁容的脸 上官里丢了面具 马上撤退 龙辰知道 上官里小时候被火烧过毁容了 他不敢让人看到他的真面目 上官里撤退 上官封独目难知 也顺势后撤 让士兵围攻 上官虎和上官秀两个人一起围攻 还被龙辰反杀一个 他不敢独自面对龙辰和张倩 士兵一拥而上 龙辰和张倩在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 踩着尸体往南大门前进 无间往西门投出数百颗火油弹后 又往南大门投弹 一颗颗火油弹落地 南大门涌入的南梁士兵被烧得一片惨叫 战场变成了火海 煤焦油引发的烈火像地狱夜火一般 士兵像是被夜火焚烧的恶鬼 惨叫震动天地 上官威正在全力斗地洛西 却看到门外成了一片火海 龙辰得手了 地洛西大喜 除了龙辰 还有谁能搞出这样的事情 白天的时候 李仙南故意在城头上喝酒 城内的士兵也在喝酒庆祝 这么明显的诱敌之际 上官威这只老狐狸怎么会看不出来 上官威将计就计 自己当诱饵 进攻南大门和地洛西的主力厮杀 而上官七秀则带兵突袭最薄弱的西门 按照原本的预计 知道城内的防守布置 只要攻入 必然势如破竹 临江城就到手了 为防有变 上官威特意安排了四个家将一起进攻最薄弱的西门 这是为了保险 万万没想到 还是被龙辰破坏了计划 上官虎被杀 上官李撤退 西门在火油弹的焚烧下 南梁军队大乱 在最前面冲杀的大胖子 上官七秀之一的上官梁发现身后大乱 也不敢再往前冲 西门局势逆转 东周士兵奋起还击 上官梁指的后撤 迎面撞见上官锋 贺问道 怎么回事 上官锋心有余悸 喊道 胡子被杀了 上官李撤了 上官梁感觉不可思议 你们不是三人围攻吗 怎么会 上官锋没空解释 喊道 西门外的后军遇到了火攻 损失惨重 我们 上官锋想说撤退 可是上官威还在南大门激战 他们如果先撤退 那就是临战脱逃 回去要被斩首 两人同时看向南大门方向 没多久 南大门外也燃起了火光 惨叫声甚至传到了他们耳朵里 怎么样 上官锋焦急地问道 上官梁看着前面反攻的东周军队 咬牙骂道 死太监 每次都是他坏事 撤 上官梁和上官锋带着军队且战且退 东周军队收复西门 而此时 南大门的激战还在继续 龙晨和张倩杀破重围 冲到了南大门 蒂洛西正在围攻上官威 大门外火光冲天 皮肉衣服毛发被烧焦的味道飘进来 闻着让人作呕 龙晨提着铁枪杀进去 指着上官威大喝道 上官老贼 你的家将已经被我杀了 手中一个鬼面具丢过去 南大门外火光燃起的时候 上官威就知道这次棋袭失败了 可是他不甘心 白天的丧子之痛让上官威有些失去理智 他要拿下蒂洛西的头颅陪葬 门外的局势越发不妙 天威军团成了火人 军阵完全乱了 本来慌乱的蒂洛西见到火光升起 杀得越发神勇 上官威更加愤怒 并没有撤退的意思 可是 当龙晨把上官里的鬼面具丢过去的时候 上官威心头一震 他知道上官里的鬼面具从来不会摘下 除非被杀了 贼子 上官威暴怒 白天儿子被杀 晚上最强家将被杀 他如何不怒 还有这个 张倩把上官虎的狮子锤丢在地上 上官威猛然一震 不满沟壑的老脸僵住了 死了两个 愤怒还在 但理智重回大脑 上官威知道现在不撤退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龙晨安 上官威提着大脊杀向龙晨 蒂洛西大惊 连忙冲过来抵挡 上官威却虚晃一击 一声招呼 带着将校往南大门冲去 蒂洛西连忙带人追杀 但是上官威的修为高深 他想走 没人能留住 很快 上官威带人冲出了临江城 留下遍地被烧焦的尸体 还有被烧得残废的士兵 西门和南大门失利 突袭东门的天威军团也撤退 临江城守住了 站在南大门上 蒂洛西回望城中 被烧掉的房屋 战死的士兵 遍地狼藉 末将失误 本想诱敌 却反中了上官老贼的奸计 李仙南长叹一声 本以为自己是猎人 结果成了猎物 蒂洛西摇头说道 上官威 是南梁五虎将 打了一辈子的仗 想骗过他 哪有这么容易 南梁五虎将不是吹的 个个都是虎将 如果这次是龙眼 我们死定了 蒂洛西感觉刚才真的好玄 如果这次出手的是五虎将之手的龙眼 临江城肯定完了 他蒂洛西也完蛋 龙眼 还有他五个儿子 每一个都是狠角色 你真杀了两个 蒂洛西回头问龙晨 龙晨笑道 没有 只杀了一个 上官里的修为在我之上 我只是挑落了他的鬼面剧 张倩把交战的过程说了一遍 李仙男惊讶道 上官虎的修为和你差不多 还有上官里的围攻 你居然能反杀 蒂洛西笑道 这才是本公主的小龙了吗 我看中的太监 当然能反杀 龙晨笑了笑没有回答 这话听着别扭 不知道是夸人还是损人 打扫战场吧 今晚厮杀够了 蒂洛西把大朔丢给清月 摘下头盔 甩了甩一头秀法 李仙男看着满地的尸首和残废的士兵 问道 这些人怎么处理 抓了没用 不抓满地都是 龙晨说道 丢到外面去 上官威必定来救人 消耗他们医药 打击他们的士气 这些伤兵的烧伤很严重 需要很多药品治疗 恐怖的伤势还可以震慑其他士兵 万一上官威不来呢 玄医问道 他必须来 如果不来 其他将士会觉得上官威无情冷酷 以后不会为他死战 李仙男马上明白了龙晨的用意 这计策真毒 就算上官威知道龙晨故意消耗他的资源 上官威也必须来救 如果不救人 以后没有人为他卖命 小龙了 跟本公主沐浴去 蒂洛西拽着龙晨下了城楼 白天龙晨的 手法不错 蒂洛西还想 蒂洛西和龙晨走后 李仙男问道 刚才那个火油弹是你们发射的 张倩摇头道 不 是吴剑 龙大人命令吴剑发射火油弹的 李仙男点点头 当初火油弹是吴剑从女儿城秘密押送过来的 他发射得也很合理 洗完澡 回到卧室 蒂洛西慵懒地躺在榻上 白天的厮杀太过激烈 他感觉筋疲力尽 张倩和玄医 清月在旁边伺候 给本公主捏一下 松松筋骨 蒂洛西趴着龙晨 按压背部肌肉 龙晨说道 今夜的事情太古怪了 上官七旧攻入西门的时候 他们能精准地知道我们的伏兵在哪里 他们很清楚我们的布防 张倩说道 我们当时赶往西门的时候 清楚地看到上官梁带兵击杀埋伏的兄弟 非常准 蒂洛西脸色阴沉地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没有内奸 龙晨说道 我不确定 也可能是城内的探子厉害 但是再厉害也不应该这么精准 清月说道 我也觉得奇怪 这次突袭 上官威攻打南大门 东西两门都有人进攻 但是西门居然有四个家将带兵 他们明显知道西门的防守最薄弱 蒂洛西冷冷说道 有问题 而且这个人的级别不低 给我查 把这个人挖出来 能看到全城不防图的人可不多 终极的军官都没资格知晓 城外大营 上官威一脸沮丧 坐在军帐中 昏黄的烛火摇曳 灯火昏暗 帐内的人心情一样昏暗 上官秀坐在旁边 时不时咳嗽几声 样子很难受 中间站着上官七秀 上官礼 上官梁 上官梁 上官风 还有一个体型魁梧的上 上官义 上官七秀 死了三个 只剩下四个 看到你的面具 我还以为你死了 上官微声音低沉 听不出什么意思 到底是庆幸上官梁没死 还是怨他没死却逃了 上官梁脸上重新戴着一副鬼面具 眼神暗淡 看不清表情 上官风默然开口 末将作战不力 请将军责罚 上官秀深吸一口气 然后又常常叹了一口气 说道 龙承恩 又是龙承恩 自从他出现以后 屡屡坏我大事 龙承恩的身份查清楚了吗 负责军情刺探的冯火 冯河走出来 败道 末将查到一些线索 原本说龙承恩是龙家军的人 但是查了很久 龙家军中姓龙的人都死了 这个龙承恩可能根本不姓龙 甚至有种可能 龙承恩根本和龙家军没有半点关系 是他故意拿龙家军当幌子误导我们 冯河说完 上官李藏在面具后的毛子闪动几下 却没有说什么话 上官微成音片刻 点头道 你的猜测有道理 龙家我最清楚 武艺高超的 谋略出众的 我都知道是谁 他们都死了 像龙承恩这种狡诈到极� 龙家没有 龙野和上官微是政敌 龙家的厉害人物 上官微记得清清楚楚 绝对没有龙承这样难缠的 所以 他认为龙承或许和龙家根本就没有半毛钱关系 以前打探到的那些事情都是胡州出来误导他们的 末将也是这么以为 所以龙承恩的事情需要重新打探 冯河几乎可以确定自己的猜测 坐在角落里的监军使者于辅国阴阳怪气地说道 猜测有了 那就好好查吧 上官将军也肯定想知道真相吧 征战几十年 居然斗不过一个太监 上官微败给了龙承 于辅国心里居然有一丝畅快 感觉龙承为天下的太监争气了 上官微抬起森冷的眼眸 他是真的生气了 于辅国打个寒战 连忙起身出了军杖 到了外头 低声骂道 老匹夫 临死不自知 一个士兵擦着于辅国跑过去 差点撞到他 于辅国大骂道 都特么不长眼 怎么走路的 士兵冲进了军杖 败道 将军 东周把受伤的兄弟丢出来了 还有阵亡兄弟的尸首 帐内的将领骚动起来 都看着上官微 救人 把受伤的抬回来 阵亡的带回来 好好安葬 上官微当然知道这是毒计 照顾这些受伤的士兵是个累赘 还会让其他士兵看到惨状 以后打仗的时候心有余悸 可是他必须这样做 如果不救 以后谁给他卖面 散了吧 今夜好好休息 上官秀起身 带着将校出了军杖 人走后 上官微悠悠叹息一声 龙承恩 好计策呀 出去后 上官梁马上安排人手去救人 上官李跟着上官秀进了一顶军杖 上官秀坐下来 又咳嗽了几声 少将军 我怀疑龙承恩是龙承 上官李语气有些激动 证据呢 上官秀想起上官木说过的话 蒂洛西进攻临江城的时候 龙承一箭射中上官木的左肩膀 那时候上官木就说龙承恩可能是龙承 上官秀回到军营后 仔细回想今日的交战 龙承恩的枪法不是龙家枪 但是又有点龙家枪的意味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搞得上官秀脑瓜子疼 胡子被杀 那时候正在使用狮子驳兔 上官李详细的说了交战的过程 还有上官虎被杀的经过 这能说明什么 上官秀不解的问道 上官李说道 我记得龙承说过 狮子驳兔很危险 遇到高手 跳起来就是靶子 你没记错 上官秀震惊的问道 上官李非常肯定的点头 说道 绝对没记错 那次龙承一箭射穿了二将军的肩膀 我们七个人想去围攻龙承报仇 结果 结果当然是被打得狗吃屎 他们没脸说出去 所以上官秀不知道 那时候他评价过我们七个人的武艺 他点评胡子的绝招时 就说了这句话 上官秀皱眉道 他只是说 遇到高手时会成为靶子 龙承恩就是高手 上官秀更相信上官威的判断 龙承恩或许和龙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今晚在西门激战时 我遇到了龙家军的萧气校尉无见 虽然胡须没有了 但是面相不会错 无见但没了 长相更加阴柔 但骨相变不了 这事情 我们早就知道了 上官秀以为有什么新发现 都是些他已经知道的消息 上官李见上官秀 就如此 也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他今天算是临阵脱逃 可能是属下多心了 上官秀无奈地看了一眼上官李 示意他出去 临江城内 龙承洗完澡出来 和张倩回了房间 躺在床上 张倩穿着一身淡紫色的睡衣 躺在旁边 龙承静静看着屋顶 心里想着 为何今晚只有上官威一人出手 另一个潜藏在彩石城的高手 为什么不动手 按理说 如果今晚上那人和上官威一起动手 那临江城就破了 难道还有其他的阴谋 张倩慵懒地问道 想什么呢 龙� 龙承笑了笑 说道 没什么 睡觉了 打了一天仗 累死了 张倩一口气吹灭了烛火 翻身侧卧 背对着龙承 利洛西从温泉出来 玄一和清月两人服侍躺下 李仙南从外面进来 公主殿下 上官老贼突袭的时候 北面的城墙也受到了南梁水势的袭击 今晚的大战 我们损失也很惨重 我想把钓鱼城的兵力趁夜转移到临江城来 只要临江城守住 钓鱼城就是安全的 也不必留太多的兵力 今晚上虽然杀的天威军团� 东周这边也损失很惨 特别是西门的守军 天威军团40万 临江城只有20万 同样的战损 但影响却不一样 天威军团死20万 还剩下20万可以用 东周呢 就算阵亡10万也承受不了 所以 李仙南急需补充兵员 最好的选择就是把钓鱼城的兵力调集过来 好 晚上渡江 不要暴露 另外 今晚的战斗太蹊跷了 我们绝对有内奸 马上改变城内防御 不防徒只能我们几个知道 其余人绝对不许知晓 龙城说了以后 帝洛西也感觉不对头 李仙南点头道 我也觉得奇怪 为何集中兵力进攻西门 战斗的兄弟也说 上官梁直奔伏兵所在 简直跟知道不防一样 帝洛西脸色冰冷 说道 查 一查到底 看是谁泄露的 李仙南马上去办 一边改变城内的防御 一边悄悄派人把北岸钓鱼城的兵力转移到临江城内 女儿城 一封八百里加急的战报 放在了女帝的岸上 拆开战报 女帝面露喜色 第一场斗江 龙城临战斩杀上官木 重伤上官 帝洛西的捷报送到了 女帝看完非常高兴 尹凤惊讶道 居然是龙城杀了上官木 虽然龙城这一年的修为提升极快 快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但在几个人当中仍然是比较弱的 只比轻月的修为高一点 可最后斗江斩杀的居然是龙城 圣上 您说龙城会不会是假装的 他其实一直都有修为 只是隐藏了 尹凤开始怀疑龙城的真实情况 或许龙城从一开始就没有丧失武艺 女帝摇头说道 不可能 朕当时检查过 他确实是重练的 天才 女帝就是天才 当年他刚踏入武皇境界 就能和阵斗上十几个回合 现在重练 他还是天才 神让人羡慕啊 当年临江城大战 龙野父子六人围攻女帝 龙城那时候才刚踏入武皇初期境界 却能和帝尊修为的女帝单独斗上十几个回合 已经展露出金氏之才 女帝当时非常震惊 他预感龙城会成为比龙野更厉害的存在 打算击杀龙城 龙野发现了女帝的意图 死死拖住了女帝 现在想来 如果当时杀了龙城 现在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圣上是帝尊修为 天下第一 龙城怎么能和圣上比 颖凤是凤城 却也是实话 帝尊修为 天下第一 女帝笑了笑 不置可否 说道 给陵江城回信 褒奖龙城的功劳 颖凤马上草拟圣旨 送往陵江城 金陵城 南梁皇帝李承道拿着于府国送来的军报 脸色十分难看 怎么了 上官威打得不好吗 淑妃轻声问道 李承道把军报丢在桌上 冷冷笑道 沙场老将 五虎将 居然打不过一个太监 废物 淑妃拿起军 看得脸色骤变 上官慕死于龙城恩之手 上官秀重伤残废 怎么会这样 南梁五虎将 龙也第一 上官威第二 这么一员虎将 居然被一个太监杀得如此凄惨 上官威会不会是故意的 淑妃说完就感觉不可能 谁会故意让自己儿子去死 一死一重伤 上官家的苗子没了 李承道冷笑道 两个宝贝儿子 一个死了 一个重伤 他也该发威了 淑妃疑惑的问道 上位是说 上官威能赢 儿子都战死了 明显是被压制了 可是李承道这话听起来 好像上官威能赢一样 李承道冷笑道 你以为他上官威徒有虚名 死了两个儿子 还夺不回淋江城 他有何面目见南梁父老 再说了 他不是请了一个人去忙帮忙 淑妃问道 皇上的意思是 上官威还在隐忍 他有别的计划 李承道目光阴冷 淡淡说了一句 死了儿子还能忍住 大讲之风啊 淑妃不知道 这话是夸奖还是贬低 是说上官威能沉住气 还是说上官威心狠 给上官威传旨 让他好好用兵 正会全力支持 李承道淡淡说了一句 听不出情绪 太监中贵马上拟址 然后送往前方大营 圣旨到了前方大营 上官威带着上官秀和一帮将校接纸 太监中贵手持圣旨 朗生念道 朕已经知道你在前方的战士 胜败兵家常事 朕等你凯旋的时候 将军好好用兵 朕会全力支持 不要有后顾之忧 上官威起身败道 微臣接纸 中贵把圣旨双手捧给上官威 笑呵呵说道 老将军 尚未知晓您在外征战辛苦 特意让咱家过来传旨 好好用兵 尚未知道将军必胜 上官威拉着中贵进了军帐 笑呵呵说道 多谢公公在尚未面前替老夫说好话 中贵连忙笑道 哪里说得上 好坏都在尚未心中 帐内没有其他人 上官威说道 前几日我破了临江城 虽然没有拿下 却杀了他数万 也得了些东西 都在路边马车里放着 公公等下回去 让马车跟着就是 中贵乐得眉开眼笑 老将军出手 必定建功 咱家还要回去赴命 不久留了 上官威亲自送中贵出了军帐 又送了术礼 然后才回到大营 上官秀迎上来 面带愁容 叹息道 上未对我们不满 在朝中这么久 上官秀很清楚 如果李承道真的满意 就不会派出使者 很正常 我们打成这样 上未能满意吗 上官威叹息一声 没想到自己会沦落到讨好一个太监的地步 刚才他说的那些是在暗示 自己虽然没拿下临江城 也有功劳 又给中贵送礼 就是希望他说些好话 临江城那边怎么样了 城北这几日一直在休整 他们这次损失也不小 还有一个重要情报 他们晚上偷偷从钓鱼城运兵到临江城 上官秀虽然受伤了 但一直死死盯着城内一举一动 上官威脸上浮现一丝得意的微笑 好 你马上回踩石城 上官威脸色一洗 时机到了吗 上官威点点头 到了 上官威起身出了军帐 回到自己的帐篷里 不停地咳嗽 让侍卫收拾东西 上官风听说上官秀要走 慌忙跑过来问情况 上官秀无奈地说道 我受的伤太重了 无法再参战 父亲让我回踩石城休养 你们跟着父亲 一定要攻破临江城 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上官风咬牙说道 少将军放心 末将一定宰了那个死太监 上官秀拖着疲惫的身体 上了一辆马车 跟着大军一起回踩石城的 还有受伤的士兵 这一走 营地少了好几万人 上官秀走后 上官威把上官李 上官风 上官梁和上官义四个人召集起来 四个人站在帐下 上官威心中生起一股莫名的凄凉 原本他兵多匠广 现在儿子一死一残废 上官七秀只剩下四个 所有的伤亡都和龙承恩有关 上官威暗暗发誓 等破了临江城 一定要把龙承恩碎尸万段 扒皮抽筋 攻城的气血准备如何 前两次进攻 第一次斗江 第二次突袭都失败了 这一次 上官威要稳扎稳打 就用攻城气血强攻临江城 上官一回道 回将军 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攻城 上官威前几天就吩咐了 他们四个人一起准备 全部已经好了 死了弟兄 他们心里 别着火 好 两日后攻城 上官威冷冷说道 四个人拱手一败 末将领命 临江城 女帝的诏书到了城内 帝洛西拿着诏书 说道 小龙龙 母后夸奖你呢 龙承坐在身后 正在给帝洛西捏肩膀 然后慢慢往下 再往前 然后捏 干嘛呢 大白天的 帝洛西本能地缩了一下 用手捂住前面 龙承说道 公主有没有觉得奇怪 这两天 上官老贼太安静了 帝洛西收了诏书 说道 还不是你的诡计 我听说这几天 他们一直忙着给伤兵治疗 营地都是惨叫声 帝洛西不知道 采石城还藏着一位武皇境界的高手 他不担心 两次交战 杀了上官木 上官虎 重伤上官秀 又杀了天威军团好几万人 帝洛西感觉 这一战基本赢了 所以不着急 龙承却一直在想 为何上次那位高手不出来 肯定还有别的图谋 李仙南从外面进来 风风火火地说道 公主 上官秀带着伤兵回采石城养伤 上官威准备好了攻城器械 打算攻城了 另外 好像精灵来人了 可能是李承道的使者 两边都在相互监视动静 上官威军营发生了什么 李仙南也知道 帝洛西思索片刻 说道 肯定是李承道急了 他这人疑心太重 不过奇怪啊 上官威死了儿子 他还怀疑 李承道有一心病 此事天下皆知 龙野一家就是因为猜忌死去的 龙承冷笑道 李承道是怎么登上皇位的 杀了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亲生母亲被幽进冷宫 他能相信谁 李承道本是三皇子 通过政变上台的 他能杀亲生父兄 又怎么敢相信 别人会忠于他 秦月说道 上官秀被你砸了一锤子 不能再上战场 带伤兵回去休养 也很正常啊 玄一也说道 对啊 那么多伤兵留在营地 一旦发生大战 他们还要分心照顾伤兵 张倩没说话 他看着龙承 龙承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却又想不出来 如果你是上官威 现在你会怎么做 龙承问帝洛西 帝洛西想了想 说道 战将死伤惨重 但兵力还占优势 我会全力攻城 就像上官威现在这样 龙承又问道 如果你还有一个武皇中期的高手 你会怎么样 死 帝洛西猛地回身 盯着龙承问道 你什么意思 房间里只有帝洛西和李仙男 玄一 秦月 张倩几个人 所以龙承说出了真话 我派吴剑打探过 采石城还有一位高手 我估计是慕容霄 龙承说出这句话 帝洛西和李仙男都炸毛了 慕容霄 南梁五虎将之一 武皇中期修为上官威的小舅子 上官威的老婆叫慕容烟 是慕容霄的亲妹妹 这么重要的消息 你怎么不早说 帝洛西一把揪住龙承的耳朵 气得响咬人 龙承说道 那间到现在都没有查出来 上官威有意隐藏慕容霄 我如果说出来 被奸细知道 又会横生波折 帝洛西想想也是 那间查了这么久 一点头绪也没有 李仙男脸色变得十分阴沉 慢慢坐在旁边 看着地板想了很久 说道 如果我是上官威 又有慕容霄帮忙 我直接打入临江城不就行了 何必费那么多力钱 上官威和慕容霄一起联手 帝洛西肯定不是对手 夺取临江城 轻而易举 张倩也举的是 对啊 上次夜席 如果慕容霄出手 我们肯定完了 帝洛西坐直了身子 感觉后脊背一阵阵发凉 如果那时候慕容霄真的援手 他可能已经死了 上官威好面子吧 他手握四十万大军 如果拿不下临江城 他老脸王哪个 况且他的儿子被杀了 杀子之仇不共戴天 他不会靠别人报仇 帝洛西对上官威还是有了解的 此人心高气傲 报复心极强 按照个人的性格去推断 上官威的行为就能解释了 还是公主了解上官老贼 这么说就通了 李仙男感觉恍然大悟 龙晨却泼冷水 说道 不对 上官威身为大将 关键时刻不会计较个人脸面 在场的除了龙晨 都是女人 女人做事感性 考虑事情也感性 把人的性格看得太重了 当然 这话不能说 否则会成为女人公敌 他肯定还有什么图谋 比夺取临江城更大的图谋 龙晨苦苦思索 手不自觉地伸向了帝洛西的身子 啪 帝洛西一掌打落了龙晨的闲珠手 龙晨尴尴尬地笑了笑 在女人堆混酒了 养成了一个坏习惯 每次苦思冥想的时候 就要找个美女活动一下手指 活该 让你守剑 张倩幸灾乐祸 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 帝洛西狠狠瞪了龙晨一眼 平时在房间里或者在浴室没关系 龙晨想怎么动手都行 但现在当着属下的面 手说伸进去就伸进去 成何体统 公主的颜面何在 微臣有罪 微臣该死 龙晨把手放进袖子里 强忍着伸手的冲动 去 仙男忙了一天了 你不是想动 去给他揉揉 帝洛西指着李仙男说道 扑 玄一和清月忍笑不住 他们知道龙晨嫌弃李仙男的长相 而且 李仙男身上都是肌肉 摸起来一点不舒服 不用客气 龙大人不必了 在钓鱼城的时候已经受用过了 一次就够了 李仙男很识趣 知道龙晨挑长相 他这五大三粗的样子 龙晨看不上 龙晨猛然抬起头 两眼直勾勾看着李仙男 龙晨目光灼灼 眸子透着火热 那样子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玄一咋舌道 小龙龙 你不会吧 你口味变了 他以为龙晨突然对李仙男动心了 以前龙晨很嫌弃李仙男男人婆的样子 还说他是母大虫 对吗 仙男挺好的 不要以貌取人 快去给他揉揉 他的比谁都大 李仙男是蒂洛西的大将 他当然看着顺眼 不停地怂恿龙晨过去 李仙男却突然脸红了 羞涩地说道 我哪里能入龙大人的眼 他只喜欢公主这样的 李仙男当真了 真以为龙晨看上了他 龙晨不管李仙男的羞涩 问道 钓鱼城还有多少兵力 李仙男害羞 不敢直视龙晨 低着头说道 大概 还有一千多吧 龙晨突然站起来 对啊 如果我手里还有三十多万大军 又有五皇中期的高手助阵 我就该一次夺取临江城和钓鱼城 如此一来 江北也是南梁的地盘了 龙晨说完 蒂洛西和李仙男同时蹭北一下 站起来 脸色顿时俱变 两日后 上官威带兵围攻临江城 我们必然全力还击 到时候慕容霄带领南梁水师渡江袭取钓鱼城 钓鱼城只有一千多兵力 慕容霄可以轻易夺取 到时候 就算我们守住了临江城 也是一座孤城 我们成了瓮中之变 龙晨终于明白了 上官秀带兵回去养伤不假 但回去报信也是真的 你马上派人去查探 看看敌军营地到底还剩多少人 我怀疑上官秀带走了数万战士 李仙男马上找到一个女将 让他即刻出城刺探 上官老贼好奸诈 帝洛西惊出一身冷汗 李仙男慌忙说道 那我们怎么办 马上分兵回去 防守钓鱼城 这是目前最稳妥的法子 帝洛西看着龙晨 只等他同意 马上就分兵回援钓鱼城 龙晨摇头 两日后 上官威大军攻城 我们人手本来就不够 你说回援 我们回援多少 李仙男沉没了 城内本来就兵力不足 分兵御敌的话 去少了可能守不住 还会削弱临江城的防守 去多了 临江城无兵可用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那你说怎么办 帝洛西问道 龙晨嘴角一翘 冷笑道 既然看破了上官威的诡计 我们将计就计 我们非但不回援 还要把钓鱼城的士兵继续转移过来 再把战备转移过来 清月不明白 说道 那钓鱼城岂不是成了一座空城 龙晨黑黑笑道 对 就是一座空城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座空城 帝洛西马上明白了 你要在钓鱼城埋伏 李仙男摇头说道 我们没有人了 谁是慕容啸的对手 公主要在这里守城 龙晨笑道 这里没有 京城有 马上向京城球员 南梁五虎将 至少要死一只 帝洛西一把抱住龙晨 嘴巴贴在脸上 狠狠地亲了一口 不 好 玄一 你马上回京城球员 帝洛西爱死龙晨了 龙晨擦了擦脸上的口水 嫌弃地说道 都上脸了 帝洛西发现自己失态了 干咳一声 说道 还不快去 龙晨拦住玄一 说道 不行 我们几个人目标太大 一旦离开临江城 上官威必然知晓 你不能去 龙晨拦住了玄一 玄一停下来 看着帝洛西 帝洛西想想也是 城内的奸细还没有找到 他们每个人都被盯着 确实不能离开 那派谁去 李仙南问道 龙晨说道 吴剑 他的身份只是一个校尉 混在士兵当中 又经常出去执行打探的任务 就算突然消失了 也没有人会感觉奇怪 帝洛西觉得有道理 那就让吴剑去 龙晨马上出了房间 在一个僻静的房间 找到了吴剑 少将军 你又把张校尉支开了 吴剑知道 张倩像牛皮糖一样 黏着龙晨 据说上厕所都一起 有即是 你回一趟金师送信 我已经写好了 必须直接交给女帝 就算是隐奉也不能给 龙晨语气严肃 吴剑知道事情紧急 明白了 吴剑收了信 贴身藏好 龙晨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必须一天之内赶到 这 从金师到临江城 正常行军要三天多的时间 现在让他一天赶到金师 明白 吴剑没有说什么 龙晨要的时间这么急 肯定是大事 吴剑没有再说什么 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龙晨回到房间 说吴剑已经出发 明天就能到金师 轻月惊讶道 一天时间能赶到 龙晨点点头 他一定呢 蒂洛西看着龙晨 微微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龙家军的规矩 说到就必须做到 这个无件是龙家军的消气校尉 他说明天能赶到 就一定能赶到 不用怀疑 好 仙男你再去把钓鱼城的士兵和军备运过来 让上官老贼看清楚 蒂洛西按照龙晨的计策行事 李仙男马上去安排 从房间里出来 龙晨和张倩一起回了自己的房间 龙晨把外套挂在衣架上 然后躺下 脑子里还 在想上官威的事情 会不会其中还有轨迹 会不会有机中计 到时候自己该如何应对 两日后 上官威全力进攻临江城 慕容霄偷袭钓鱼城 上官秀回了采石城 采石城 城外大营 冯和进了上官威的军帐 败道 将军 钓鱼城还有士兵出来 但是不多 昨晚偷偷过了两艘船 估计八百多人 城内的兵力已经很少了 估计只剩下数百 他们昨夜主要是运送了一些战备物资过疆 看来是把所有兵力集结在了临江城 冯和专门负 不则刺探侦查 昨晚上李仙南的动作被悉数侦测 好 上官威脸上露出无法掩盖的喜悦 继续侦查 特别是钓鱼城的情况 要全部掌握 每日来报 冯和不明白 为什么上官威把注意力放在了钓鱼城 明明进攻目标是临江城 不过他也不多问 军人执行命令就是 不该问的不问 冯和走后 上官威一个人在军杖中紧握拳头 咬牙切齿地笑道 龙承恩 你也有失算的时候 两天后 临江城南门外 上官威大军集结 几十万军队列阵 乌鸦鸦一大片 惊奇遮天蔽玉 这一次 上官威不打算用什么奇袭偷袭 就是正面攻城 这是最愚蠢的做法 也是最稳妥的做法 他兵力占优势 强攻也有希望 最前面是两百多个攻城塔楼 底下装着轮子 外面披着铁甲 士兵可以躲在里面前进 最顶端游有个门 靠近城墙后 门打开 梯子伸过去就可以冲上城墙 这是上官威紧急制作的攻城塔楼 为了对付龙城的火油弹 上次夜袭 被 没胶油沾到的士兵 不是死就是残 把他们打怕了 如果没有这些塔楼工程车 天威军团的士兵不敢靠近 上官威站在一辆古车之上 面前插着许多旗子 每个旗子颜色不一样 每个颜色代表不同的军令 在战场上 声音是传不远的 只能依靠旗帜来指挥 两边都雷响了战鼓 牛角耗子吹出呜呜的声音 杀意弥漫在战场 每个人都心跳加速 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上官风手持铁叉 望着城墙上的龙城 手里的铁 不自觉地紧了一些 上官里带着鬼面具 两只毛子死死盯住龙城 他握住双刀的手 忍不住颤抖起来 这是愤怒和羞耻的感觉 因为龙城站在城墙上 带着鬼面具 对着上官里挥手示意 这是羞辱 带着上官里丢失的鬼面具出战 这是给所有人看 上官梁和上官一两人 各自带兵准备攻城 他们远远看到了龙城 骂道 这次欺人太甚 居然带着上官里的鬼面具 事可忍 孰不可忍 老子今日一定要宰了他 上官威当然也看到了 他心中 冷笑 小人得志而已 不过是用诡计 抢了上官里的鬼面具 就带出来嘚瑟 今日就是他报仇血恨的时候 他已经想好了 怎么把龙城折磨致死 城楼上 帝洛西 帝洛西身披银甲 手中一杆大朔 李仙南正在指挥军队各就各位 又让投尸车准备 火油弹全部搬出来了 龙城带着鬼面具 手中一杆铁枪 张倩紧紧跟在身边 龙城恩 你和张倩激动侧应 今日必要宰了上官老贼 龙城微微点点点头 却并没有说话 咚咚咚 龙龙的战鼓声响彻战场 上官微站在鼓车上 手里拿起一杆红色的旗子 旗子往前一挥 四名家将带头冲杀 二百多架工程塔楼车慢慢往前推进 士兵躲在里面往前冲 后面的士兵跟在后面 就像步兵跟着坦克前进一样 帝洛西站在城头 望着指挥的上官微 冷笑道 上官老贼坐镇指挥 不怕我先杀了他的家将吗 上官秀废了 上官目死了 修为最高的只剩下上官微 四个家将都是王者境界的修为 帝洛西是武皇初七 帝洛西下场 他们四个再劫难逃 如果公主出手 估计上官老贼也会动手 玄一说道 帝洛西笑道 有道理 那就你们去厮杀吧 我也坐镇指挥 城下四个家将 这边玄一 清月和李仙男 人数虽然少了一个 但是李仙男的战斗力更强 所以并不吃亏 攻城塔楼车推过来 李仙男提着大锤子 喝道 投石车 放 塔楼车外面包裹着铁皮 火油弹丢过去的效果恐怕不好 所以 李仙男先用投石车狠狠地砸 呼 一块块巨石从城内飞出 狠狠地砸向塔楼车 外面包裹着铁皮被砸得变形 塔楼车摇摇欲坠 甚至有的被击穿 石头砸进去 把藏在里面的士兵砸死 上官威见城内用了投石车 拿上拿起一杆黄颜色的旗子 挥舞几下 城外的投石车发射 一块块巨石砸在城墙和城楼上 城内也被砸到了 上官威在挥舞旗帜 城外的弓弩营万箭齐发 乌鸦鸦的弩箭如蝗虫一般飞入城内 李仙男大喊道 盾牌阵 士兵纷纷举起盾牌 羽剑带着呼啸落下 羽剑没入木头 刺中盾牌在石板上跳跃 有的士兵被射中 发出痛苦的惨叫 弓弩手 还击 李仙男嗓门虽然大 但是战场的声音太过嘈杂 他也拿起了棋子指挥 城上的弓弩手一起还击 弓箭居高临下的威力更大 城下被射死了不少士兵 羽剑可以威胁到士兵 却威胁不到蒂洛西 他独立在城头上 冷冷看着涌过来的士兵 回头喊道 用火油弹 远发 烧死他们的弓弩手 李仙男远远望过去 投射车可以达到那个距离 拿起妻子 李仙男挥舞几下 城内的火油弹投射车马上装弹 点燃 反射 一气合成 上百颗火油弹冲天起的时候 燃烧产生的黑烟 遮住了太阳 像流星一般划过天空 天威军团的士兵看到火油弹升起 心底的恐惧又被勾起 吓得连忙躲闪 上官一大喊道 别怕 跟着我冲 呼 轰 火油弹落在了弓弩手的阵地 四件的煤胶油站在一甲上 弓弩手阵地乱成一团 上官微挥舞旗帜 要他们镇定 但是火油弹还在落下 弓弩手纷纷打滚哀嚎 被烧得不成样子 只发射了几波火油弹 弓弩手阵地就完了 城上的弓箭还在落下 投石车的石头狠狠砸在塔楼车上 塔楼车很难靠近城墙 明明自己的兵力占优势也准备好了攻城气血 却还是被压制了 如果我有火油弹 攻城就容易了 上官微感叹一声 这个火油弹的威力实在太大了 城上与箭 石头 火油弹不停地落下 天威军团隐隐有溃败的迹象 这才刚开始攻城就被打得如此狼狈 上官微心中一阵愤恨 本来他手里有三十万精锐 但在上一次的战斗中被全部消灭在临江城内 现在的天威军团大部分是新兵 一旦遇到强敌 很容易溃散 特别是看到火油弹 他们很害怕 被乱箭射死 被一刀砍死都没什么 可是被火油弹烧死 死后若被烧焦 骨头被烧黑 他们害怕那种死状 把棋子放回原位 上官微提起大吉 望着城墙上的地洛西 眼神突然变得凌厉 不管你怎么样 临江城避破 上官微提着大吉 翻身上了战马 然后一路冲向城墙 身后几个贴身清兵跟着一起冲杀 上官微到了城墙前面 猛地纵身飞起 坐下战马 受不了巨大的冲击力 当即脊柱断裂 扑倒在地 上官微一脚踩在塔楼车上 然后飞上了城墙 蒂洛西看着上官微飞上来 心中冷笑一声 提着大硕迎了上去 大吉和大硕在空中逗了几个回合 上官微落在了城头上 蒂洛西 投降吧 今日你临江城避破 上官微哈哈狂笑 他有一种诡计得逞的感觉 投降 多大岁数了 还说这种红小孩的话 老不秀 你也是可怜 死了两个儿子 你家的香火应该是断了吧 蒂洛西反唇相机 上官微的诡计早被龙城看破 现在重疾是上官微 他却反倒以为计谋得逞 真是可笑至极 丧子之痛是上官微的伤疤 蒂洛西拿这个嘲讽 彻底激怒了上官微 要你陪葬 还有那个死太监 上官微环视周围 刚才还看到龙城 怎么突然没了踪影 管不了那么多 上官微提着大吉来杀蒂洛西 大吉横扫过来 蒂洛西浑然不惧 正面和上官微杀在一起 主将开战 其他人也开始了 有了上官微带头 天威军团奋勇向前 上官里第一个冲上了城墙 手中双刀挥舞 历时杀了十几个士兵 给塔楼车清理出一块地方 第一架塔楼车顶在了城墙上 铁门打开 士兵伸出梯子靠在城墙上 然后冲上了城墙 李仙南见有人登上了城楼 马上提着锤子冲过去 上官里提着双刀拦截 李仙南的大锤狠狠砸下 震得上官里气血翻涌 这力气太大了 和上官目有的一比 上官风也冲上了城墙 他看到上官里斗不过李仙南 马上提着铁插助阵 两个人围攻李仙南 上官梁和上官义也爬上了城墙 不断地有塔楼工程车靠近 南梁士兵上了城墙 两边的士兵厮杀在一起 玄一和清月见上官梁和上官义爬上来 马上提着长剑来厮杀 上官里和上官风围攻李仙南 本来是占优式的 但是上官里和上官风都不敢全力围攻 他们在提心吊胆地戒备龙晨 上次吃了大亏 龙晨现在又不见踪影 指不定在哪里等着偷袭 如此一来 两人分神 反倒被李仙南压制了 城墙上厮杀正激烈 不断地有南梁士兵爬上城墙 东周的士兵奋力拼杀 火油弹不停地落下 城外成了一片火海 浓浓的黑烟混着皮肉毛发的烧焦味 把晴天变成了阴天 人间变成了炼狱 大忌呼呼作响 每一下都瞄准要害 只要一招得手就可以杀了蒂洛西 大朔连连遮挡 时不时又刺出反击 蒂洛西虽然打不过上官威 但也不至于被批中 上官老贼 想什么呢 没有尽全力啊 蒂洛西大说一挥 荡开大吉 又回此一击 是不是在想 龙承恩去哪了 是不是躲在暗处准备偷袭 还是有其他的阴谋诡计 蒂洛西能感受到 上官威没有使出全力 他一直在戒备提讽 堂堂五胡老将居然害怕一个太监 蒂洛西无情地嘲讽 上官威大怒 老夫何曾怕他 不过是诡计多端罢了 大吉迎面披下 上官威气急败坏 城头厮杀正撼的时候 城内的火油弹突然增多 原本一次发射一百多个 这次突然飞出了三百多颗 烈焰和浓烟遮蔽了天空 好像天塌了一样 上官威抬头看着划过头顶的火油弹 心中犹如刀割 这次就算打下了陵江城和钓鱼城 天威军团也完蛋了 火油弹落地 天威军团被烧的遍地都是浇湿 惨不忍睹 妖女 上官威不再留守 也不再提防龙城了 他恨 他要复仇 蒂洛西顿时压力大增 只能格挡防守 玄一和清月正在力战上官梁和上官翼 上官梁手持一把大砍刀 他身体肥胖力气大 玄一手持长剑 被杀得无法近身 小娘妈 长得挺不错 就是剑法差了点 上官梁迎心大发 猥琐地调笑 想活捉玄一回去玩弄 玄一怒道 无耻 上官梁哈哈大笑道 无耻 我就是无耻 我还有更无耻的 要不要尝尝 玄一大怒 长剑奋力劈砍 确敌不过砍刀的力道 只能连连后退 不远处正是清月在和上官翼交战 清月一柄长剑 上官翼一根精简 他力气也很大 用鞭子 精简这种盾兵器的武将 他们力气都很大 道理很简单 锋利的刀剑可以轻易刺穿皮肉 而盾气只能依靠重击杀人 如果力气不大 打在敌人身上就是一块瘀青而已 什么效果都没有 上官翼的精简厉害 清月也被杀得连连后退 上官翼和上官梁都是攻势 清月和玄一却连连后退 两个人慢慢靠近 别伤了他们 活着回去好好玩玩 换着玩 上官梁嘿嘿吟笑 上官翼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笑道 有道理 换着玩 双倍的快乐 玄一和清月气得满脸通红 大骂 两人无耻淫贼 他们越是骂 两个家将越是兴奋 终于 玄一和清月背对背 无路可退了 头 上官梁刚想说投降吧 玄一突然抓住清月的脚 清月顺势掠过上官梁的头顶 上官梁吃了一惊 抬手想阻拦的时候 玄一的长剑已经刺过来 上官梁只好提起砍刀格挡 清月已经到了上官梁的背后 手中长剑从后脖梗刺入 挑断了脊柱 清月落地 玄一马上往前掠过 手中长剑又在上官梁脖子上补了一剑 是 血从脖子处喷剑出来 上官梁倒在地上 嘴里发出痛苦的呻吟 手脚完全不能动了 脖子的脊柱被挑断 高位截瘫 上一秒 两个家将还在想着如何玩弄美女 下一秒已经被杀了 上官梁到死都不相信自己 居然被算计了 怎么会这样 上官翼正正地看着倒地的上官梁有一种荒谬绝伦的感觉 明明这两个女的武艺不行 为何能反杀 怎么又是反杀 上官梁 力气大 但是蛮力集中在胳膊 腿脚行动不灵活 特别是转身很慢 这是你的死穴 清月冷冷笑道 上官一听了这话更加震惊 指着清月和问道 你怎么知道 玄一冷笑道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你们没有打听过我们的绝招吗 上官一一时间感觉脑回路堵住了 好像哪里不对 但是又想不明白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句话听起来非常耳熟 好像有谁说过 可是谁说的呢 杀了他 清月和玄一两人提着长剑围攻 上官一没时间多想 立即陷入苦战 一个人打不过上官一 两个人围攻绰绰有余 上官李和上官峰正在围攻李先南 却发现上官梁被杀了 而且是突然绕后刺杀 上官梁没有多想 但是上官李却发现了不对头 这一招明显是针对上官梁腿脚不灵活 有人指点 是龙臣 上官李始终觉得龙臣恩就是龙臣 绝对没有错 这个念头一起来 上官李感觉浑身的汗毛都起来了 龙臣没死 他在东周 那就是说 临江城里还有一位天才武皇境界的高手 难怪上官梁会被杀 难怪上官秀会被打残 因为龙臣恩就是龙臣 武皇境界的高手 心中发毛 手里的双刀就慢了 李先南发现破绽 一锤子击飞了一把刀 上官李被吓了一跳 慌忙后撤 上官李撤退 上官风毫无防备 李先南一脚踢在上官风的胸口 碰 破 上官风撞在城墙上 一口血立即喷出来 李先南的力气太大了 上官风被结结实实踢了一脚 马上重伤不起 这么好的机会 李先南怎么会放过 冲上去就是一锤子 上官风的脑袋吸碎 真的是吸碎 痛快 李先南哈哈大笑 提着锤子追杀上官李 上官李忌惮龙臣 总觉得龙臣在暗处窥视着一举一动 他已经丧胆 哪有再战的胆量 被李先南追得到处跑 蒂洛西发现上官家将被杀了两个 大笑道 老贼 你的家将死光了 上官微余光扫过去 发现上官梁被杀 上官风被砸的连他妈都不认得 怎么会这样 上官微脸色如常 心中却震惊不已 明明是四打三 自己这边也完全占据优势 为什么还是被反杀 这次攻城 上官微预料到士兵的伤亡会很惨重 弹斗将是占优势的 可是现在 两个被杀 一个逃跑 一个被围攻 局势急转直下 蒂洛西大笑道 老贼没想到吧 你败了 上官微大怒道 就算今日攻不下临江城 死的也是你 上官微的底气来自于慕容霄 只要占据钓鱼城 临江城就是被隔绝的孤城 蒂洛西还是死路一条 仗着这个想法 上官微做着最后的挣扎 南大门激烈厮厮杀的时候 北门也受到了南梁水师的攻击 但是进攻不算猛烈 只有十多艘舰船 不到一万人在攻城射箭 防守北门的是一个女副将 这个女副将身披红色披风 戴着头盔 一双信眼 身材十分高挑 这是李仙南的副将水寒 北门临江 城楼上投石车和火油弹齐背 南梁水师刚靠近就被火油弹烧毁了风帆 横在江面上成了靶子 水将军 我们这次大胜 一个校尉指着横在江面上的剑船大笑道 投石车的石头一块块飞起来 落在水面上砸出一个个巨大的水花 楼船被砸中时则发出巨响 木头被砸成碎屑落入江面 我们这是玩头湖 另一个校尉大笑道 剑船上的士兵纷纷投水逃跑 城楼上的士兵放箭射死了不少 水寒却没有喜悦的意思 他感觉很奇怪 南大门杀得那么惨烈 为何北门的攻势这么弱 甚至说 感觉像是做作样子 根本不是真的进攻 奇怪啊 水寒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对岸 钓鱼城 一个身披铠甲 腰间挂着一柄长刀的女将站在城头 望着南岸浓浓的黑烟 脸上露出不甘之色 哎 同袍在对岸厮杀 我们却在这里看热闹 这当了什么饼 女将骂骂咧咧咧 这个女将只是一个校尉而已 名叫汤燕 留守钓鱼城的兵马 不过才三百多人而已 是啊 这仗看得真气人 身后的士兵纷纷发牢骚 这么大的仗 居然没赶上 等这一仗打完 他们肯定会被笑话 这些做买卖的真士 对面打得那么惨烈 他们就跟没事人一样 是啊 商人就是商人 完全不管国家之间的战争 只顾着自己挣钱 这有什么稀奇的 天下会不就是如此 他们在天下各国做买卖 从不在乎哪个皇帝怎么样 我可是听说 天下会到处煽风点火 不是个好东西 可是 也有人说 天下会除强扶弱 专门帮助国力弱小的 对付强大的 身边的士兵 你言我一语 真的是隔岸观火 校尉汤燕心中有些烦躁 对岸杀的天昏地暗 他不能过去厮杀 烦得不行 他本想关闭城门 等待临江城的战事结束 可是李仙南说 隔了一条大江 钓鱼城不会有危险 照常做生意 不要影响百姓的生活 所以 今日对岸大战 钓鱼城却依旧熙熙攘攘 商旅往来不绝 今天格外热闹啊 是不是赶着打仗卖东西价格高 一个女兵趴在城墙上 低头往下看 汤燕也觉得奇怪 今日入城的客商实在是多 而且看起来像男良来的 汤燕突然心生紧照 喝道 跟我来 身边隔岸观火看热闹的士兵被吓了一跳 问道 怎么了 汤燕没有说话 一手按住腰间的长刀 马上冲下了城墙 到了东大门口 守卫的士兵不知道哪里去了 人呐 汤燕大怒 躲在旁边休息的士兵才匆忙跑出来 让你们盘查进城的商旅 你们竟敢善离之手 汤燕破口大骂 同时拦住一对进城的客商盘问检查 守门的士兵嘀咕道 发什么火 不就是一个校尾 汤燕恼 却又无可奈何 军中最看级别高低 虽然李仙男让他占领城内防御 但他级别只是一个校尾 只会不动这些吊廊当的兵牛子 等李将军回来 我狠狠告你们一状 没办法 汤燕只能搬出李仙男压他们 听说要告状 几个人才打起精神 嘿嘿笑道 汤校尾严重了 我们就是累了 去上个厕所而已 你们干什么的呢 车里装的什么东西 一对客商拉着十几辆马车 车上盖着黑布 遮挡得严严实实 为首是一个骑着毛驴的老者 虚发花白 但精神看起来很好 身后是几十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伙计 各个身材高大健硕 有的甚至脸上带疤 车队停下来 伙计默默看着带头的老者 等他说话 老者笑呵呵说道 这位将军 我们是天下会南粮分会的 贩卖些东西到东周 我是这次押运的负责人 说着 老者从驴背上滑下来 袖子里摸出一定银子 塞进汤 河燕的手里 和善的笑道 将军行个方便 我们经常走这条路的 城上的士兵也跟着下来了 把伤队堵在门口 汤燕把银子塞回去 说道 这位客人 我们不收银子 劳烦你把马车掀开 只要没问题 我们不会为难你 汤燕挥挥手 示意士兵一起动手检查 士兵抄起家伙 上前掀开黑布 里面放着甲咒和刀剑 迪戏 汤燕见到刀剑甲咒的时候 马上知道这些人是南粮军队 拔出腰间长刀 汤燕一刀劈向老者 秦贼秦王 先杀了这个老头再说 长刀出鞘 老者却呵呵一笑 一手捏住汤燕的手腕 一手捏住汤燕的喉咙 大声说道 慕容霄在此 投降免死 此人正是慕容霄 身后的士兵纷纷拿起刀剑 几下就把城门口的士兵砍翻在地 汤燕像一只小鸡一样被提起来 根本无法反抗 只能干瞪眼 钓鱼城今日一煮 你这女娃子不错 投降吧 慕容霄用欣赏的眼光看着汤燕 刚才汤燕没有收钱 很有责任心 这样的人可以� 汤燕脖子被捏住 说不出话 手也被捏住 动弹不了 但是嘴巴里却喷出一丝唾沫星子 落在了慕容霄的脸上 找死 慕容霄大怒 一手捏碎了汤燕的脖子 尸体丢在地上 慕容霄喝倒 大军入城 占据各四面城门 插上南梁旗帜 士兵纷纷换上南梁甲皱 拿着刀兵上了城墙 城内的百姓一脸猛逼 怎么突然就来了南梁军队 城内顿时一片混乱 守城的士兵太少了 一个照面就被杀了 城 城头立起了南梁军队的旗帜 对岸 临江城北门上 副将水寒看到钓鱼城的旗帜换了 脸色顿时骤变 他们袭取了钓鱼城 他终于明白了 北门的进攻只是掩护 让他们注意不到北岸的行动 南梁真正的目标是钓鱼城 水寒跨上战马 在城头上奔向南大门 他要马上禀报李仙男知道 临江城的城墙很宽 上面可以跑马 水寒骑着马到了南大门 这里的厮杀十分惨烈 尸体挡住了道路 水寒下马往前走 南梁的士 士兵还在往上爬 水寒提着刀边杀边往前走 蹚出一条血路 终于到了李仙男身边 他正在帮着蒂洛西围攻上官威 李仙男杀了上官风以后 上官李丧胆逃跑 李仙男转头协助蒂洛西围攻上官威 水寒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 进前喊道 公主 将军 钓鱼城可能出问题了 城上的旗帜变了 声音太小听不见 声音太大 又怕其他士兵听见了动摇军心 上官威正在栗战蒂洛西和李仙男 他听得分外清楚 钓鱼城换了旗帜 上官威好像吃了一剂大补药 顿时抖擞精神 大笑道 慕容萧得手了 天威军团攻城伤亡极其惨烈 四个家将又死了两个 上官李逃跑了 上官翼还在垂死挣扎 被玄一和清月杀得浑身带血 即便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 上官威还在坚持 他知道杀不了蒂洛西 但是他在等 等慕容萧得手 听到水寒的话 上官威觉得值了 蒂洛西和李仙男也听到了水寒的话 他们也是精神一震 跟着大笑起来 老贼 这就是你的算计 早被龙承恩看穿了 慕容萧死定了 上官威本以为蒂洛西会心里崩溃 没想到蒂洛西反而大笑 还说计策被看穿 不可能 你炸我 上官威面目猙獰 气得毛发倒数 他不相信龙承能看穿这个计策 绝对不可能 老贼 你请了慕容萧潜藏在彩石城 想伺机夺取钓鱼城 让陵江城变成一座孤城 你又让上官秀以运送伤兵的名义 悄悄带走了五万精兵 这些都在龙承恩的算计之内 你的 一举一动 都在龙承恩的计算中 你以为自己很高明吗 蒂洛西手持大朔 肆意地嘲讽上官威 李先南也是一脸淡然 根本不着急 副将水寒本来十万火急 现在看蒂洛西和李先南的神色 看来是早有准备 可是 既然早有准备 为何钓鱼城还是沦陷了 就算你知道 那又如何 难道钓鱼城内还有伏兵吗 上官威开战前还派冯和去亲自查探 钓鱼城内确实没有兵马 蒂洛西黑黑笑道 兵马确实没有 但慕容萧死定了 上官 上官威脸色阴沉 心中想到最坏的结果 总不会是 老贼 再杀三百回合吧 蒂洛西哈哈大笑 踢着大朔主动杀向上官威 李先南跟在身后掠阵 不远处 玄翼一剑刺穿了上官仪的心脏 上官家将全部清除 两人马上过来围攻上官威 水寒健壮也提刀围攻上官威 五打一 虽然上官威修为高 杀场经验足 也被杀得有点狼狈 特别是蒂洛西气定神闲 上官威害怕钓鱼城真的有埋伏 不管了 坚持一会儿 如果慕容骁夺取了临江城 很快就会回原 到时候把这帮妖女一起杀了 上官威心里发狠 挥舞大己 栗战五人 钓鱼城 慕容骁做事谨慎小心 即便上官威说钓鱼城是一座空城 他还是采取分批乔装打扮入城 大军随后的策略 最精锐的士兵乔装城商旅进入城中 然后突然发难 控制了钓鱼城的四个城门 然后招引大军入城 控制了钓鱼城后 慕容骁确定城内没有伏兵 心中欢喜无限 将军 这里就是原本 一个长相俊朗的青年将军 站在钓鱼城的将军府前说道 此人是慕容骁的偏将陶志刚 慕容骁站在将军府门口 里面空荡荡的 一个人都没有 上官将军真是好计策 把钓鱼城的兵力全部吸引到了临江城 这里就是一座空城 陶志刚大赞上官威的计谋 是啊 钓鱼城是东周的南边要塞 挨着大江一手南攻 我们想过很多次 要攻下钓鱼城都没有成功 而这一次居然轻而易举地拿下了 慕容骁也感觉上官威好计策 只是这个� 大价有点惨 死了上官木 重伤上官秀 家将只剩下几个 天威军团这一次差不多打光了 他刚才看到了临江城的情况 虽然隔得那么远 厮杀声还是清晰可闻 浓浓的黑烟甚至飘到了江北 战斗的惨烈可想而知 走 进去看看 慕容骁大踏步进了将军府 里面战鼓兵器整整齐齐排列着 树上的鸟还在叽叽喳喳 偏将陶志刚带着十几个清兵在紧随其后 走过宽阔的演武场 到了将军府正殿前面 慕容骁 慕容骁心情愉悦 抬脚一步踏入将军府大门 前脚已经踩在了门槛内 后脚却不动了 偏将陶志刚跟在后面走得急 又光顾着四下张望 差点撞到慕容骁 将军 陶志刚顺着慕容骁的视线 看到正殿里坐着一个身穿凤袍的女子 这个女子长相雍容华贵 又带着君临天下的霸气 正是东周女帝 上门就是客 慕容将军请坐 女帝指了指旁边的交椅 淡淡说道 慕容骁正正地看着女帝就像见了鬼一样 � 陶志刚和身后的清兵也是纷纷拔刀出窍 却又忍不住往后退缩 东周女帝 天下唯一的帝尊修为 女帝出现之前 所有人都以为武道修为的巅峰是武皇境界 直到女帝突破武皇境界 一步踏入帝尊 天下习武之人才发现武道原来可以继续往上 旁边一个宫女倒了一杯茶 女帝拿起茶杯 手微微一动 茶杯缓缓飞到了胶椅旁边的桌子上 这就是慕容骁恐惧的原因 帝尊修为已经不是武道 而是半仙境界 当然 帝尊修为也不是 不可战胜 当年女帝进入帝尊修为后 天下五人为之如虎 龙爷却带着五个儿子主动进攻陵江城 以武皇巅峰的修为围攻女帝 一天一夜的大战后 迫使女帝撤退 夺取了陵江城 可是龙爷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几乎被女帝打废 龙爷证明了帝尊不是不可战胜的 同时也证明了帝尊的恐怖威力 慕容将军贤真的查不好吗 女帝脸色平淡 语气更平淡 却有一种强大的威压 让人不寒而栗 慕容 慕容骁咬着牙 身上冒出层层的冷汗 心里天人战斗 最终把后脚拔起来 走进了正殿 对着女帝恭敬的败道 不知女帝在此 末将唐突了 陶志刚等人看慕容骁卑躬屈膝的样子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南梁五虎将 龙爷居首位 龙爷都打不过女帝 他慕容骁何得何能敢和女帝单挑 见到女帝的时候 慕容骁就知道自己重击了 尝尝吧 刚泡的茶 女帝拿起茶杯 微微瞎了一口 慕容骁勉强挤出一点笑容 拿起茶 茶杯猛地喝了一口 又迅速把茶杯放下 陵江城本是我东周故土 上官微发兵进犯已是不对 你还带兵想占据钓鱼城 那就更不对了 女帝缓缓开口 脸上带着一丝笑意 慕容骁立即起身败道 末将有罪 末将现在就走 说完 慕容骁转身就跑 呼 一阵香风吹过 女帝站在门口 拦住了去路 来了就留下吧 女帝淡淡一笑 慕容骁紧紧握住腰间的大刀 他想厮杀 却又不敢动手 女帝恕罪 末将不知道 女帝 在城中 请女帝高抬跪手 慕容骁耸了 只求女帝放他一马 陶志刚和一帮清兵早听说女帝修为高深 今天终于体会到了 刚才女帝还在正殿坐着 突然就闪到了门外 他们根本就没看清 陶志刚感觉小腿肚子在打抖 手也有些不听使唤 你近战镇的城池 杀镇的军民 你说高抬跪手 女帝脸色突然一冷 慕容骁知道再劫难逃 索性拼一把 呛 大刀出鞘 慕容骁全力杀向女帝 陶志刚大喊一声 提刀跟上去 女帝一声冷笑 拔下头上的发簪 身形如鬼魅掠过人群 慕容骁的喉咙被割开 血喷剑四射 身体缓缓倒地 陶志刚和清兵茫然地看着地上的尸体 不知道是不是该为慕容骁报仇 两侧冲出一队女兵 长枪指着陶志刚 喝道 头想免死 哐荡 陶志刚手里的刀落在地上 膝盖缓缓跪下 城外 慕容骁的大军正在开进 望着钓鱼城上立起的南梁军旗 将士们纷纷往里闯 大军一半进入城中 一半还 在城外 这时 城墙上和城外突然冒出东周的士兵 乱箭射来 南梁军队大乱 城内城外突然陷入混战 大军不知道什么情况 明明已经占领了钓鱼城 为什么还会有袭击 城门口落下许多女兵 各个身披金甲 手持利刃 迅速夺回了城门 并且关闭城门 南梁军队被一分为二 城内和城外都在厮杀 慕容骁已死 还不投降 东大门城楼上 无剑手提慕容骁的手急 身后站着陶志刚和清兵 他们脖子上都架着利 南梁军队抬头看时 果然见到慕容骁血淋淋的脑袋 还有被控制的陶志刚 怎么回事 慕容将军死了 我们不是占据了钓鱼城吗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终埋伏了 我们被算计了 见到慕容骁首级 南梁军队历时变得混乱 无剑大喊道 投降免死 负于顽抗者 杀无赦 身披金甲的女兵十分凶悍 他们手持一种像羽毛一样的刀 挥舞劈砍之时发出类似于凤鸣的声音 所到之处尸横遍地 南梁 南梁军队虽然人多 但已经没有了士气 纷纷投降 见到首级的时候 城外的南梁军队也开始溃散 纷纷往东逃离 争相爬上楼船 准备撤离到南岸 回采石城去 将军 不追吗 一个女将问道 江边停靠着五十多艘船 尹凤烧了四十多艘 故意留下几艘好的 南梁士兵拼命地往上爬 甚至到了自相残杀的地步 尹凤摇头说道 不 让他们爬上去 把人逼急了 小心他们死斗 这些都是南梁精锐 尹凤这次占了 伏击的便宜 加上慕容霄被杀 动摇了南梁军心 他这次带的兵马才三千而已 人数差太多了 一旦对方死斗 结局如何很难说 有些士兵爬上了楼船 很多掉进了江里淹死 楼船匆忙起毛 借着风力离开 那些还在岸边来不及上船的破口大骂 尹凤骑马过去 喊道你们都被抛弃了 还不投降吗 被丢下的士兵气急败坏 丢了兵器投降 楼船飘到江心时 突然冒气黑烟 藏在楼船的火油弹开始燃烧 船上的 士兵不是烧死 就是投江 岸上的士兵看到楼船起火 居然有人幸灾乐祸 活该 不让我们上船 老子不上船 还捡了一条命 尹凤摇头冷笑 把俘虏全部押回城中 到了城内 所有俘虏被集中关押 女兵在外头看守 尹凤和吴剑进了将军府 女帝正在喝茶 圣上 城内外已经全部肃清 杀敌近一万 俘虏三万多 还有些在船上死了 尹凤把战国禀报 女帝微微汗手 说道你过江去吧 看看洛西那边怎么样了 尹凤领旨 马上带人坐船过江 吴剑还在堂下候旨 女帝开口道 你在龙家军中担任何职 吴剑愣了一下 没想到女帝会问这个 萧綦校尉领骑兵三千 吴剑没有隐瞒 女帝既然这样问 肯定已经知道了他的背景 你这次立了大功 朕任命你为萧綦校尉以后不用再进身房了 女帝淡淡地说道 吴剑拜道 多谢圣上 女帝点点头 吴剑退出了正殿 尹凤到了岸边码头 上了一艘快船 扯起风帆 借着风力 剑一般飘向 临江城 城上浓浓的黑烟和惨烈的厮杀声传来 尹凤眉头紧促 这是一场惨烈的厮杀 双方都要付出代价 但最后的结局是东周赢了这场战争 快船到了北边 城上的士兵拉满弓弦 对准尹凤大喝道 来者何人 尹凤所乘坐的快船有东周旗帜 但临江城正在打仗 他们不敢大意 尹凤手里一杆绳索抛出 勾住了城头 然后纵身一跃 飞上了城墙 抱上鸣来 士兵吓了一跳 纷纷拔� 围住尹凤 尹凤冷冷说道 中书侍郎尹凤 士兵听过尹凤的名字 但是没见过人 他们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尹凤却不啰嗦 找了一匹马 冲向南大门 到了南大门 蒂洛西四个人还在围攻上官威 李仙男肩膀中了一击 肩膀被劈开 玄一和清月也受伤了 蒂洛西好一点 上官威苦苦支撑 等着钓鱼城的消息 尹凤骑马到了跟前 喝道 慕容萧已死 还不投降 这一声大喝 让所有人都停了下来 上官威手中 大脊立在地上 两脚插开 尽量稳住身形 蒂洛西气喘吁吁 手已经打得没感觉了 李仙男靠在墙边 看了一眼自己的伤势 玄一和清月早已经力竭 只凭一口气撑着 老将就是老将 四个人围攻 还打得这么惨 上官威盯着尹凤 眼里满是不甘 尹凤出现在这里 说明女帝也到了 这一战 他败了 龙承恩在哪里 我想见见他 上官威看到尹凤的时候 就知道这次彻底灾了 女帝居然出现在钓鱼城 慕容萧肯定死透了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龙承看破了上官威的计策 他不甘心 他想亲口问龙承 他是如何发现 破绽的 蒂洛西盯着上官威 沉默半晌 突然大笑道 你难道没发现 龙承恩不在这里吗 上官威感觉莫名其妙 反问道 刚才戴着鬼面具的 难道不是龙承恩 那个鬼面具本属于上官李 后来被龙承得到 上官威认得那个面具 他确定 刚才那个戴面具的 就是龙承 张倩让龙承恩出来 见一见上官老将军 蒂洛西哈哈笑道 李仙男和玄衣 清月都是面露冷笑 人群中 张倩带着一个脸戴鬼面具的人走出来 这人的穿着和身形和龙承几乎一样 摘下面具 蒂洛西说了一声 那人摘下面具 现出一张完全不一样的脸 假的 上官威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冒牌货 为什么 上官威不明白 为什么要伪装 龙承不敢见上官威 还是想在战斗中偷袭 现在战斗已经结束了 没必要在东躲西藏了 龙承恩 出来 藏头鹿尾的 算什么好汉 上官威壮若疯癫 手中的大脊胡乱挥舞 张倩哈哈笑道 龙承恩不是好汉 他是太监 上官威大骂道 让他出来见我 蒂洛西看上官威疯癫的样子 冷笑道 上官威 你打了几十年的仗 难道猜不透 上官威双目冲血 手中大脊不停地颤抖 他早就猜到了 当他看到面具下的脸 不是龙承的时候 他就猜到了 龙承不在这里 也不在钓鱼城 他在采石城 唐狼捕蝉黄雀在后 你把我当成蝉 却不知自己成了唐狼 龙承恩料定 慕容霄清朝出洞 习取钓鱼城 采石城必定空虚 只有你的宝贝儿子和一群伤兵守城 他已经领兵一万 偷袭采石城了 估计这时候 你已经绝后了 蒂洛西放肆的大笑 当龙承决定送信回京城求援的时候 他就定下了 习取采石城的计划 蒂洛西在临江城和上官威死战 女帝在钓鱼城杀了慕容霄 他则带兵绕后 习取钓鱼城 这个计划中 最艰难是蒂洛西守城 这是一场血战恶战 龙承提前告诉玄一和清月 上官梁有致命弱点 给他们制定了计划 只要杀了其中一个 四个家将就可以全杀 然后他们协助蒂洛西拖住上官威 只要女帝杀了慕容霄 上官威就死定了 如此一来 这一战可以杀掉南梁两员大将 又可以夺取采石城 这是一弹三鸟之策 上官威站在城头 手中大� 手中大脑子颤抖一下 脸上突然失去了生机 好像突然苍老了一样 好算计啊 上官威叹息一声 尹凤从马上下来 冷冷说道 上官威 投降吧 李仙男哈哈笑道 女帝清零 老贼不投降 就自裁吧 帝尊面前 他上官威算什么东西 城楼上 城外 尸体堆满了 南梁士兵的进攻还在继续 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败了 战鼓还在想 虽然已经沉闷不堪 上官威转头望着城下堆积如山的尸体 猛然喝道 要你陪葬 大脊突然爆起 直直披向蒂洛西的脑门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了众人一跳 李仙男拿起锤子挡在面前 张倩的长枪拦住大脊 隐奉手中突然出现一个如鹰爪的铁钩 但是大脊没有落下 上官威只是徐晃一击 转身飞下了城楼 带着军队撤退 主将逃跑 南梁军队兵败如山倒 攻城塔楼车被抛弃 士兵骑马或者徒步往南奔逃 上官威纠集一些将校 往采石城方向奔去 不好 这老贼要拼死夺回采石城 所有人跟我来 支援龙城 帝洛西看得出来 上官威的目标是采石城 龙城只有一万兵马 而且修为不及上官威 现在的上官威就是一条疯狗 它会拼死一战 隐奉咒眉道 圣山还在钓鱼城 我不能去 帝洛西不管 说道 你帮我守住这里 我亲自去 帝洛西马上带着骑兵先走 李仙男和张倩各自带兵跟随 悬一和清月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只能在城上休息 上官威带着兵马往采石城逃窜 帝洛西在后面追 一路上又杀了数万逃兵 到处都是尸体 采石城 龙城身披铠甲 站在北大门的城楼上 他已经控制了这座城池 就在几个时辰前 龙城带着一百多人 换上南梁军队的一甲旗号 骗守城的士兵开了门 龙城本就是南梁的将军 对南梁的军队暗语之类的 了如指掌 天威军团的一甲旗帜更简单了 上次夜袭的时候 杀了那么多 挑一些干净的洗一洗就行了 进了采石城大门 龙城立即杀了守城士兵 然后指� 被大军入城 上官秀正在府衙休息养伤 听到城外兵马骚动 慌忙提着大刀出来 迎面就遇到了龙城 上官秀本是武皇初期的修为 但是被李仙男砸了一锤子以后 现在已经快废了 只一个照面 龙城就结果了上官秀 杀了上官秀 再杀采石城太守 一万军队入城 采石城就成了龙城的 龙城站在城头上 等待蒂洛西过来增兵防守 控制了采石城后 以后临江城在江南之地就不是孤城了 可以真正相互侧应 等了许久 却见到十几个南梁的将军 骑马飞奔来 上官威 龙城奇怪地发现 冲在最前面的居然是上官威 他没死 按照龙城的预计 女帝先杀木容霄 再杀上官威 怎么回事 准备迎敌 来不及多想 龙城马上准备迎战 来人不多 但为首的是上官威 就算他杀了一天 那也是武皇修为 龙城不敢拖打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上官威此时必定撞落风魔 战斗力最狂热的时候 上官威身后不远 蒂洛西和李仙男带兵正在追赶 公主来了 城上的士兵见到上官威的时候 也被吓了一跳 但是看到蒂洛西在后面 他们又不怕了 这明显是上官威被追杀 龙城却不这么认为 如果上官威只是逃命 没必要直奔采石城而来 所以他的目的是 上官威带着十几名将校狂奔而来 龙城被他搞得莫名其妙 逃跑的时候应该绕过城池才对 上官威却直奔采石城而来 这太不正常了 想杀自己报仇 想夺回采石城 还是城里有内应 龙城想不明白 上官威却已经到了城下 蒂洛西还在远处 如果上官威垂死一搏 龙城肯定不是对手 仁义拼命 鬼神也怕 上官威的修为远超龙城 现在这种状态绝对不妙 来不及多想 龙城回头大喊 把两人的尸体丢下去 本来上官秀和上官幕的尸体打算给蒂洛西拉回去请宫的 现在情况紧急 只能先用了 士兵马上把尸体丢出城外 上官威脸上表情悲淒 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城头上的龙城 他知道自己败了 但是他要杀了龙城 杀了这个屡次坏他好事的死太 堂堂上官家族 南梁第一猛将 第一家族 却被龙城两次整得家破人亡 此仇此恨 不共戴天 到了城外 上官威就要纵身飞上城头 却看到两具尸体丢下来 那尸体不是别人的 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看到尸体的那一刻 上官威突然停了下来 正正地看着两具尸体 身后的将校跟随上官威到了城下 他们一脸猛逼 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 将军 上官威发呆的时候 蒂洛西的追兵越来越近 上官威抬头看着龙城 四目相对 龙城脸色平淡 上官威却神情复杂 将军 追兵到了 身后的将校催促道 上官威卸下身上的披风 把两具尸体包裹起来 然后背在身上 翻身上了马 又看了一眼龙城 然后往精灵方向奔去 龙城见上官威走了 心里才松了口气 可惜自己的修为不够 要不然可以手刃上官威 可惜可惜 蒂洛西在背后狂追五十里 见到上官威冲着龙城而去时 蒂洛西感觉天都要塌了 两只脚狠狠地夹打马腹 坐下战马全速狂奔 � 还是撵不上 等上官威走了 蒂洛西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城门打开 蒂洛西带兵进了彩石城 城内的街道空荡荡的 除了城门口有交战的痕迹 其他地方都很安静整齐 没有任何破坏 吓死我了 还以为你要被杀了 蒂洛西从马上下来 拍着胸脯说道 李仙南气喘吁吁跟进来 口干舌燥地说道 你知道公主多担心你吗 给我口水喝 厮杀一天 谁你未尽 累死我了 李仙南瘫坐在地上 一动不动 士兵端了一大碗水过来 李仙南一口闷了 又喝了两大碗 这才缓过来 张倩从后面过来 问道 你刚才把什么丢下去了 龙城看蒂洛西也累得够呛 身上的披风都烂了 我们到府衙休息吧 龙城带着蒂洛西一帮人进了府衙 跟随而来的士兵也全部就地休息 他们都是厮杀了一天 已经到极限了 城内的士兵烧水做饭 给大家吃过休息 又把城防加强 房间里扶着蒂洛西坐下来 泡了茶水 伺候着蒂洛西喝了茶 龙城说道 刚才上官威杀过来 我丢了两具 尸体下去 张倩问道 上官秀和上官木 龙城点点头 说道 对 可惜我修为不济 只能用尸体逼着上官威撤退 蒂洛西靠在龙城上身上 一动不想动 知足吧你 一场战斗 几乎灭了南粮四十万 杀了慕容霄和上官秀 上官木 你还想怎么样 李仙南坐在地上 靠着柱子说道 他觉得坐在地上更能缓解疲乏 这是他当兵时候养成的习惯 蒂洛西闭着眼睛说道 要知足 这一场战斗足够了 张倩也说道 这一仗差不多把他上官家打光了 就剩下上官威 自己活着回去 他这一辈子 哪里吃过这样的亏 龙城笑了笑 说道 可能是我太贪心了 蒂洛西翻身抱住龙城 在怀里呼呼大睡 李仙南也累了 张倩拿了一张毯子过来 李仙南就在地上倒头大睡 蒂洛西躺在怀里 龙城不能动 只能让张倩去布置城房 以防南粮反扑 张倩马上出去布置 不多久 尹凤带着兵马到了采石城 又重新布置了城房 采石城彻底掌控 蒂洛西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 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抱着龙城 而龙城的手一直在上衣里面 一直在裙子下 啪 蒂洛西抓起龙城下面的手 就拍了一张 龙城猛然醒来 迷迷糊糊中爬起来 公主醒了 困死我了 听到动静 守在旁边的张倩醒了 李仙南也醒了 公主殿下 昨天尹凤来了 带了五万兵马过来 现在回去了 尹凤还说圣上也回了京师 让公主安排好采石城的防御 张倩把情况禀报 蒂洛西点头道 好 仙南就在这里镇守 以后采石城就是我们新的边界了 临江城那边就让水寒镇守吧 至于钓鱼城 等我回去禀报母后 看看母后让谁镇守 李仙南领命 蒂洛西问道 这里有浴池没有 张倩摇头 说道 没有 蒂洛西感觉浑身脏兮兮的 不洗澡实在难受 可是现在天冷 没有浴池没法洗 回临江城吧 蒂洛西带着龙城和张倩出了房间 李仙南正在调度军队 公主 拿粮的伤兵还在这里 这次还是送回去 李仙南见蒂洛西出来 赶忙过来问 上官秀把伤兵运到这里疗伤 龙城攻入的时候 这些伤兵全部成了俘虏 你说呢 蒂洛西问龙城 龙城说道 送回去吧 既可以假装仁义 又可以给他们增加负担 通知南梁过来领人 但是要小心 提防他们以接收伤兵的名义偷袭 李仙南点头 说道 放心吧 这次杀了南梁这么多人 短时间内他们恐怕无力再战 虽说南梁国力雄厚 可一场战斗损失40万兵力 大国也吃不消 这场战斗应该能打出一段时间的和平 蒂洛西和龙城 张倩三人回到临江城 玄一和清悦正在帮着水寒修缮临江城 见龙城回来 玄一和清悦跑过来 一人一只手拉住龙城 小龙龙你真厉害 你怎么知道上官梁转身不行 我怎么觉得你对上官家七秀这么了解 昨天的战斗全靠龙城的指点反杀上官梁 龙城想说 废话 他们都是老子的手下败将 你们忘了 我以前是龙家军呢 我和上官家也有接触 龙城笑了笑 蒂洛西狐一的点头说道 哦 原来如此 本公主倒是忘记了 蒂洛西回到临江城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然后到了议事厅 蒂洛西坐在正手 龙城站在旁边 张倩和清悦 玄一三人在底下 中间站着水寒 水寒本是李仙南的副将 现在李仙南要镇守采石城 水寒就成了临江城的主帅 仙南要镇守采石城 从今天起就是临江城的主将 你在这里和采石城互为侧应 守住大江以南 蒂洛西身为公主 有权力任命一个主将 水寒拜道 末将谢公主信任 一定守住临江城 蒂洛西问道 这次战斗的伤亡和俘虏斩获情况如何 水寒乘上一个册子 上面是打扫战场的情况 蒂洛西看完 递给龙城 看了册子 龙城微微叹息一声 南梁阵亡16万 俘虏12万 其他的逃跑了 算上那些被烧得半死不活的伤兵 南梁这次损失了31万左右 还有9万逃跑了 东周这边阵亡7万多 虽然这个战绩非常好了 但比龙城预计的还是多了 上官威不是废物 这次全靠龙城猜透了上官威的计策 还有他对上官家的了解 俘虏全部押往北境 阵亡的同袍好好安葬 蒂洛西语气也有些沉重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难 蒂洛西说道 玄一 你们两个准备一下东西 等这里安排好了 我们就回去 玄一领命 清悦这时候想起一件事情 说道 公主 我们抓了一个专门给上官威刺探军情的将领 我们本想杀了他 但是他说有事情禀报 水寒马上说道 对 我们这次活捉了一个将领 此人专门负责上官家的情报刺探之事 他说有事面禀公主 龙城马上问道 冯河 水寒愣了一下 点头道 对 龙大人如何得知 龙城看了一眼蒂洛西 说道 把押到密室来 水寒看向蒂洛西 蒂洛西点点头 水寒马上去抓人 蒂洛西和龙城进了密室 张倩守在门口 不多时 冯河被水寒压进了密室 关了门 蒂洛西坐在椅子上 龙城站在旁边 冯河站着 手脚带着铁镣铐 姓甚名谁 在军中何止 蒂洛西冷冷开口 冯河看了一眼蒂洛西 然后转头看着龙城 脏兮兮的脸动了动 说道 想必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龙 龙城恩龙大人吧 久仰大名啊 我很想知道龙大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龙城静静地看着冯河 他没有回答冯河的疑问 而是说道 冯河 南梁前堂人士 父亲早王 有两个弟弟 从小喜欢刺探他人隐私 在上官威军中任校尉 手下有耳目50人 专私军情 刺探散布谣言之事 蒂洛西转头惊讶地看着龙城 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 冯河也很诧异 知道他在军队中的情况不奇怪 奇怪的是 龙城知道他的家庭背景资料 他们这种做情报工作的都会洗掉家庭背景 外人不可能知道 所以 龙城的身份很特殊 你到底是谁 冯河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龙城 我在龙家军当过侍卫 当然知道你的底细 龙城冷冷说道 这个事情他对蒂洛西说过 现在仍然用这一套说辞 冯河却摇头说道 不对 龙家军姓龙的人我全都认识 没有你还这好人 龙城哈哈大笑道 一约我不姓龙 我叫张承恩 龙将军死了 我改姓龙 我要为龙家报仇 冯河脸色一僵 随之带着一丝释然 张承恩 原来是你 你的长相变了 体型没变 龙城冷笑道 拜里城道所赐 在白狼山时被烈火烧过 毁了容貌 蒂洛西也知道张承恩 那是龙野的贴身侍卫 据说天资极高 尤其以兵法权谋著称 其实张承恩在白狼山大战时战死了 龙城冒用了张承恩的身份 好了 你想说什么 说吧 龙城冷冷说道 蒂洛西也坐直了身子 冯河专门负责上官微军中的军情刺探 他要当面说的话应该有些料 冯河笑了笑 说道 你们应该发现了 上次夜席 我们专挑西门猛攻 我们还知道了城内的不防 蒂洛西性子急 马上和问道 谁给你们的情报 说 冯河没有回答 而是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我告诉你 你放我走 碰 蒂洛西猛的起身 骂道 不说 老娘有办法让你开口 冯河却冷笑道 行讯逼供 我在行 没用的 他负责军情刺探 自然也负责行讯逼供之类的事情 作为一个特务头子一样的将领 他确实不怕行讯逼供 蒂洛西想打人 龙城拦住他 说道 我来 蒂洛西气呼呼地坐回位子上 换龙城来问话 你想回南梁 龙城语气平淡 却又带着一丝嘲讽 那是我的事 冯河不想解释 龙城审笑道 李承道带人看似宽厚 实则气量狭小 眼里容不得沙子 你回去能干吗 重新做将领 还是回去重点 别说你 上官为回去都是死路一条 冯河神色如常 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的条件就这样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龙城点头道 答应 让你回去 说吧 冯河愣住了 本以为龙城还会讨价还价 没想到居然就答应了 蒂洛西看了一眼龙城 心里有些不乐意 这样的军队特务最可恨 放他回去 后患无穷 给我们送信的是水寒 他是紧衡的人 他按照紧衡的意思做事 冯河的话说完 蒂洛西心头一紧 猛地站起来 冲到冯河跟前 一手揪住冯河的头发 质问道 证据呢 水寒是李仙南的副将 刚刚被任命为林江城的主将 蒂洛西这么信任的人 居然是奸细 难怪当时排查了一大圈 却找不到那个奸细 居然是副将水寒 可是 蒂洛西不会这么轻易就信了 万一冯河使诈 故意诬告水寒是奸细 他自己一走了之 借蒂洛西之手杀了林江城新任主将 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蒂洛西身材高挑 冯河身材稍微矮小 被揪住 头发后 冯河点起脚后跟 冷冷说道 没有证据 他当时派一个女兵给我送了一份不防图 我尾随那个女兵到了东门 后来 我让城内的暗装打探 知道那个女兵是水寒的人 而水寒又是紧横的人 龙晨问道 那个女兵长什么样 冯河说道 中等身材 发际线很高 久遭鼻 名叫沈洪 能说出名字和体貌特征 那就可以核实 蒂洛西松开了手 冯河双脚落在地上 说道 公主可以把人带过来当面对质 蒂洛西给龙晨一个眼神 龙晨出了密室 迎头撞见水寒 问出什么了吗 水寒神色有些焦急地问道 龙晨黑着脸 拉住水寒的手就往旁边的房间走 张倩守在密室门口 没有跟过去 进了房间 龙晨把门窗关了 低声说道 你速派一个李仙男亲信的人去采石城 让他回来 就说公主有急事商议 水寒惊讶道 怎么了 冯河说了紧急军务 龙晨两眼谨慎地看着他 脸上满是后悔之色 没事 你去忙吧 龙晨转身要出房间 水寒却一把拉住龙晨 问 龙晨道 龙大人信不过我 龙晨看着水寒 许久才说 冯河说 李仙男有问题 水寒身躯一震 惊讶道 怎么可能 李将军忠心为国 怎么会有问题 龙晨低声说道 是也不是 要当面对质 水寒慢慢点头道 我相信李将军是清白的 我这就派人去找他 龙晨点点头 又说道 我让玄一和清悦与你同去 此事需要万无一失 若是让李仙男知晓了 彩石城不保 水寒重重地点头 说道 我小得厉害 大人放心 两人出了房间 静止往玄一和清悦的房间去 进了房间 玄一和清悦正在收拾东西 他们准备回京师 小龙王 干嘛呢 玄一和清悦看龙晨的表情很严肃 水寒关了门 说道 龙大人有事情吩咐 玄一和清悦看向龙晨 龙晨突然抓住水寒的手 一手捏住水寒的后脖梗 低喝道 拿下 玄一和清悦愣了一下 但随即上前拿住水寒 水寒挣扎着吼道 这是何意 龙晨冷冷说道 你不知道吗 水寒面色煞白 争辩道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玄一和清悦也是一脸猛逼 问道 怎么回事 龙晨说道 绑你起来 看着他 说完 龙晨出了房间 找到另一个负责人张科 此人是军中老将 在军中排行第三 排在水寒后面 张将军 我找一个女兵 高发际线 久遭鼻 叫做沈红的 张科挠了挠头 说道 没听过这号人啊 我去问问 张科马上派人去查 过了会儿 回报说道 龙大人 确实有这个人 但是战死了 死了 龙晨感觉头大 这下死无对症 而且死在战场上 想查死因都没办法 龙晨回到密室 帝洛西问道 怎么样 龙晨摇了摇头 说道 死了 战死 则 帝洛西感觉头大如牛 你的话无法证实 我不能放你 龙晨冷冷说道 冯和惊讶地看着龙晨 就像看一个地痞无赖一样 我已经说了 你无法证实是你的事情 你凭什么不放我 你耍赖 龙晨淡淡说道 对 我耍赖 就这样 想走的话 再拿出真凭实据来 冯和感觉自己倒了血眉 怎么遇到这样一个无赖死太监 你如此言而无信 我不会再说 冯和干脆闭嘴 他也不是傻子 龙晨不放人 他就不说 冯和想活着离开这里 龙晨也要彻查内奸 两边都有需求 他不是没有筹码 不说 老娘宰了你 帝洛西拍桌子骂道 冯和不为所动 抬起头 露出脖子 示意帝洛西有种就杀了他 冯和一副魂不灵的样子 帝洛西更加火大 龙晨却突然说道 我不杀你 我放出风声 说你投降叛变了 你说 李承道会怎么对付你的家人 特别是把你一手拉扯大的寡妇老娘 其实龙晨最讨厌拿家人做威胁 这样太下作 可是没办法 这个奸细潜藏在军中就像一颗定时炸弹 而且 如果水寒真的是奸细 危险更大 一个镇守临江城的主将居然是奸细 哪一天他叛变了 拿着临江城投降南梁 这特么才狗血 我还以为龙家军的人做事都光明磊落 没想到你如此卑鄙 居然用我老母威胁 冯和讥讽中带着愤痕 蒂洛西见龙晨的威胁有效 马上说道 对 我们会散步出去 让李承道杀了你全家 龙晨冷笑道 光明磊落 我们龙家军是光明磊落 最后却死得凄惨无比 死后还被唾骂 说我们是叛徒 说吧 你说了 我放了你 我会对外宣称 你被折磨致死 你会成为南梁的中烈 冯和催道 说 说什么 我说了你也可以耍无赖 刚才龙晨耍赖 冯和已经不相信了 龙晨说道 我以龙家军的亡魂担保 只要你拿出证据 我放你走 还说你宁死不屈 冯和愣住了 脸色缓和下来 头慢慢低下来 想了想 说道 好 我说 冯和不知道龙晨恩到底是不是张晨恩 还是其他什么身份 但是他已经可以确定 龙晨及其在乎龙家军 龙晨以龙家军担保 此话可信 我的鞋底加仓 冯和说了一句 把鞋子脱下来 一股恶臭在密室里弥漫 蒂洛西赶紧用袖子捂住鼻子 他被熏得受不了 南梁气候湿热 穿靴子的人很容易脚臭 龙晨皱着眉头 憋着一口气 打起靴子 用利刃撬开夹层 里面有一片烧了一大半的纸 拿出纸张 龙晨反手把靴子丢出了门外 然后把门关上 蒂洛西想看 又嫌弃那纸张臭 只能远远望着 上面是紧横给水寒的密信 让他泄露城内部房 让� 拼稀凑猜到意思 狗东险 竟敢故意理通外敌 老娘回京宰了他 蒂洛西暴怒 龙晨把纸张收了 拿着匕首走到冯和身边 冯和呼吸急促 骂道 你言而无信 龙晨冷冷说道 我说话算话 匕首在冯和脖子上划了一道口子 血流出来 却不致命 你装死 我会把你丢在乱葬岗 你自己走吧 如果哪天你想来东周 我欢迎 你可以和我一样 换个地方 冯和把伤口的血涂在其他地方 冷笑道 你会这么好心 龙晨把张倩喊进来 吩咐几句 龙晨和蒂洛西出了密室 张倩马上喊了几个士兵 把缝和的尸体丢到了乱葬岗 两人进了旁边的房间 玄一和清月正按住水寒 堵住了他的嘴巴 蒂洛西进门 水寒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像是在争辩喊冤 龙晨拿出纸张 给水寒看 锦衡给你的信 让你故意泄露不防 要置我于死地 你还有什么话说 龙晨拔出水寒嘴里的破布 水寒却不说话了 我 水寒看清楚了 这就是锦衡给的密信 他明明烧了 还丢 他拘进了马桶里 怎么会又落到了龙晨的手里 碰 蒂洛西一脚踢在水寒的下巴上 下额骨马上碎裂一位 你敢背叛我 你居然跟着锦衡陷害龙晨安 你想毁掉东周吗 水寒满嘴是血 无话可说 也说不出来 把这个叛徒拉出去杀了 当众斩杀 蒂洛西大骂道 玄一和清月拉着水寒往外走 龙晨却拦住 说道 不行 他现在是临江城的主将 如果当众公开他叛徒的身份 会动摇军心 李线南的副将 现在临江城的主将 刚刚被蒂洛西封为一城之主 就被查出是奸细 这个影响太恶劣 会搞得军心大乱 那你说怎么办 不杀他 蒂洛西怒道 蒂洛西性子爆裂 绝对容不下一个叛徒 龙晨说道 对外这样说 水寒在大战中身负重伤 为了稳住军心 他一直隐瞒伤情 最后不治身亡 是我大洲的烈士 后葬 蒂洛西不愿意 指着水寒怒道 这样的叛徒 你说他是烈士 还要后葬 这对得起死去的袍则吗 龙� 蒂洛西说道 如果公布他背叛 以后谁敢相信主帅 这不是为了他 是为了临江城 为了大洲 蒂洛西愤怒地打杂房间里的东西 全都打得粉碎 龙晨没有劝阻 让他发泄完 一个自己刚刚提拔为一城之主的大将 转眼成了叛徒 这对蒂洛西的打击太大了 你说的对 蒂洛西消了气 冷冷看着水寒 水寒将军为国捐躯 后葬 说完 蒂洛西拔出匕首 一刀刺入水寒的心窝 水寒痛苦地颤抖几下 然后垂下头颅 蒂洛 蒂洛西松了手 长叹一声 我累了 你处理吧 蒂洛西回了自己房间 把事情留给龙晨 龙晨马上对外宣布了水寒的死讯 并说是旧伤复发 为国捐躯安 临江城为他举哀 按照礼节后葬于临江城外 奸细的事情 龙晨查了很久都没结果 这事情很偶然 冯河本来跟着上官威一起进攻临江城 这一战他也以为必胜 所以全力攻城 谁知道最后上官威自己先跑了 冯河被坑了 冯河想逃跑的时候 却被东周的将领抓了 被俘� 最后 水寒和清月两人 点视地方将领的时候 看到了冯河 水寒一眼认出冯河 冯河也发现了水寒眼神的异样 马上对清月说 自己负责军情刺探 有重要情报 要告知蒂洛西 以此保命 水寒本想找机会杀了他 但是清月一直看着 水寒没机会下手 到了最后 水寒也不想提起冯河 清月提起后 水寒才说 房间里 蒂洛西软啪啪地躺在床上 浑身无力的样子 只穿了一件睡衣 本来打了一场大胜仗 值得开心 却因为水寒的事情 搞得没心情 龙城从外面走进来 蒂洛西闭着眼睛叹息道 我刚才和仙男说了 他也很难受 水寒跟着李仙男十多年 是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最后却是奸细 你说 要不要彻查李仙男 蒂洛西突然睁开眼睛 一副谁都不信的样子 公主的心情我理解 但李仙男绝对没问题 他如果反水了 上官威进攻的时候 他就可以倒戈 龙城很确定 李仙男没问题 如果他有问题 蒂洛西和上官威大战的时候 李仙男只要从背后偷袭 蒂洛西必死 临江城必定沦陷 对 仙男不会有问题 蒂洛西终于说服自己 相信李仙男 他心里也松了口气 谁都不信的感觉 真的好难受 想想当时的大战 关键时刻 水寒起码过来禀报钓鱼城沦陷 那时候 如果真的被攻陷 蒂洛西和李仙男一帮人肯定会深受打击 水寒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叛徒 蒂洛西当时完全没感觉 那个缝和有点本事 水寒烧了一半的信 他居然能找到 蒂洛西消了气 仔细回想一下 缝和真是个人才 龙城说道 那是 此人是军中 刺探第一人 我们龙家军当年吃过他的亏 蒂洛西惊讶道 连龙也都吃过缝和的亏 那放他走可惜了 你说他会不会回来 你那时跟他说来大洲 他会不会来 这样的人 如果用来对付南梁 那真是一把好手啊 龙城摇头说道 这人性格乖张 我也拿不准 碰运气吧 龙城只是埋下一颗种子而已 至于缝和来不来 他也吃不准 蒂洛西躺在枕头上 突然起身 把龙城死死抓住 两只眼睛狐疑地打量着龙城 问道 小龙龙 你不会是奸细吧 我的公主大人 你现在是不是看谁 都像叛徒 龙城实在无语 感觉蒂洛西现在草木皆兵 蒂洛西点头道 对 看谁都像 龙城摊开双手 说道 公主要我如何证明 蒂洛西趴在龙城身上 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证明的法子 水寒死后 接任的主将成了问题 按照顺序 应该张科接任临江城主将一职 但张科资历虽然够了 却喜欢喝酒 蒂洛西觉得城内没有合适的主将 干脆回去再选 暂时让李仙南管理两个城池 收拾好了东西 蒂洛西和龙城几个人回京师 南梁 精灵 上官威骑着马 背着两个儿子的尸首进了城 身后是几十个将校 各个衣衫破烂 灰头土脸 连坐下战马都吹着头 马蹄声低沉断续 上官威虽然戴着头盔 但里面的头发早已凌乱不堪 大脊挂在马上 低头骑着马 任凭坐下战马自己走 见到这个情景 街上的行人纷纷避让 又都私底下议论 上官家又打败仗了 上次他两个儿子在临江城大败 损失了二十万精兵 这次不知道又死了多少 自从龙家军叛变后 我们南梁的军力岌岌可危啊 慎言 不许提起龙家叛逆 小心砍头 在众人的议论声中 上官威回到了府邸 府里的仆役慌忙开了门 丫鬟 连忙抱着慕容烟 夫人 老爷回来了 慕容烟听闻上官威回来 大喜道 替我化妆 丫鬟愣愣住了 死了儿子还化妆 慕容烟眉眉头一皱 丫鬟下的慌忙 过来伺候 马上穿上华服 又戴上华丽的头饰 慕容烟对着铜镜照了照 这才心满意足地出了门 走到院子里 本以为会很热闹 却发现静悄悄的 慕容烟心头微动 马上加快脚步进了正堂 却见到地上放着两具尸体 上官威坐在正手的椅子 上发呆 盔甲都没有卸掉 这慕容烟感觉晴天霹雳 两只脚差点站不稳 丫鬟连忙扶住他 慕容烟扶着门框 嘴唇颤抖着 眼里满是不敢相信 这次进攻临江城 有他的哥哥慕容霄暗中帮忙 而临江城只有蒂洛西一个人 四十万大军 两员大将 此战是必胜之局 怎么会这样 上官威在前线死了上官幕 他不敢告诉慕容烟 想杀了蒂洛西以后再说 也好告诉慕容烟 沙子的仇已经爆了 可没想到最后连上官秀也死 还有他哥哥 眼泪顺着脸扑速速落下 慕容烟颤颤巍巍走进去 然后蹲在地上 扶着两个儿子的尸首放声大哭 谁 谁杀的 慕容烟爬到上官威跟前 又拽着上官威的一甲爬起来 死死揪住他的衣领 撕心裂肺的质吻 上官威老太净险 似乎瞬间成了风竹残年的老人 两只眼睛浑浊无神 龙承恩 上官威口中吐出三个字 龙承恩 那个太监 慕容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的儿子 号称天才的上官� 居然死在了一个太监手里 两个儿子都死了 全死了 你 上官威 你的儿子居然在你面前被杀 被一个太监杀了 你有什么用 慕容烟死死抓住上官威 生死力竭的咆哮 上官威一动不动 神情木然 许久才又说了一句 你哥他 死了 什么 不可能 慕容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慕容霄 南梁五虎将 死了 慕容烟突然身子一软 昏死过去 打击太大了 慕容烟接受不了 本以为大圣归来庆功 没想到死了三个至亲 亲哥哥 亲儿子 都没了 上官威正正地看着昏死过去的慕容烟 没有任何动作 旁边的丫鬟仆仪也不敢动 这时 外面进来一个太监 正是钟贵 钟贵带着几个假饰 面色冷峻地走进来 看着好像傻了一样的上官威 钟贵叹息一声 上官将军 尚未宣你入宫觐见 听到钟贵的话 上官威缓缓抬起头 应了一声 好 艰难地从椅子上起来 上官威吩咐管家 处理好府上的事情 我换个衣服 管家马上让人把慕容烟扶下去 又把失手收敛 再 再派两个丫鬟伺候上官威洗漱换衣服 换了一身巢服 上官威的脸上似乎又有了神采 公公酒后了 钟贵看得出来 上官威这是强打着精神 走吧 钟贵和上官威进了皇宫 直入内庭 见到了身穿明皇龙袍的李承道 旁边还站着一个太监 正是监军使者于府国 微臣上官威拜见吴皇 上官威公公静静行了一礼 李承道坐在一个石桌旁 周围的树木叶子枯黄 池塘上的荷叶枯拜 一片秋一萧索 拜了 李承道淡淡开口 上官威低着头 回了一句 拜了 君臣二人就说了这么一句 然后是久久的沉默 上官威拜退的时候 于府国带着人一路狂奔 先回到了精灵 把战况经过说了一遍 李承道听完 甚为震惊 这次大战 所有人都觉得必胜 两员大将统兵四十万 对付一个二十多岁的蒂洛西 绝无失败的道理 可是最后的结果 四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 慕容萧战死 上官秀 上官木战死 这个结果谁都没想到 南梁五虎将 龙叶 他也死了 慕容萧死了 只剩下三个 上官威还没死 但经历如此大败 他还有勇气在战吗 哀莫大于心思 一个战将没了士气 与废物合一 坐吧 许久 李承道才说了一声 上官威拜了一拜 坐在了侧面 他以前都是和李承道正对着落座的 说说吧 怎么回事 上官威又起身拜了一拜 将战事经过说了一遍 旁边的于府国额头微微冒汗 他刚才说的话 添油加醋了 听完了上官威的讲述 李承道面无表情 淡淡地说道 所以 你输给了龙承恩 一个太监 于府国和钟桂同时眼神一动 心中不知道是高兴还是鄙视 上官威一直鄙视他们这些嫣人 这次却被东周的太监打得惨败 有点解气的感觉 微臣无能 上官威没有争辩解释 直接承认了 李承道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一个太监 一个太监前后杀你六十万 垫上了慕容萧和你两个儿子 龙承恩的身份查清了吗 上官威起身拜道 没有 李承道忍不住甘笑起来 那你这次得到了什么 上官威沉默 甘笑之后 李承道马上又收敛了神情 还是一副无悲喜的脸色 女帝到了钓鱼城 为何不杀你 李承道突然问道 上官威愣了一下 回道 不知 其实他也很奇怪 女帝到了钓鱼城 只需要承传过江 可以轻易杀了上官威 他却让尹凤过来帮忙 放了他一马 又是一阵沉默 李承道看着哭拜无声机的池塘 说道 损兵折将 朝廷震动 你好自为之 上官威起身拜道 微臣领旨 微臣谢恩 李承道面无表情 上官威退出皇宫 于府国在旁边低着头 不敢有任何动作 李承道挥挥手 两个太监下去了 这时 一个道士走了出来 正是苍玄山掌门玄机子 道长觉得 女帝为何不杀上官威 李承道问道 玄机子坐下来 捋着胡须 说道 两个可能 第一 故意放了上官威 反正他已经丧胆 再无威胁 还可以让我们看看 第二 女帝杀不了上官威 李承道眉头一皱 追问道 你也觉得女帝不行了 玄机子摇头 笑道 平道不敢意测 这只是可能而已 两人正说着的时候 中贵又走了过来 拜道 皇上慕容霄的尸首送回来了 女帝杀了慕容霄以后 用棺木收了尸体 派人把尸体送回来了 李承道马上说道 抬进来 中贵愣了一下 尸体怎么能抬进皇宫呢 李承道看出了中贵想什么 冷声道 快去 很快 一副棺材抬了进来 放在亭子外头 玄机子和李承道起身 两人亲手打开了棺木 里面是慕容霄的尸体 伸手一出 李承道仔细查看全身 特别是伤口 一击毙命 没有缠斗的痕迹 女帝完全碾压了慕容霄 仔细检查之后 李承道下了结论 玄机子神色复杂 说道 这么说来 传闻是假的 李承道坐回去 中贵让人把棺木抬出了宫外 送还给慕容家 李承道敲了敲石桌 说道 真假难辩啊 玄机子摇了摇头 说道 分不清 一阵沉默之后 玄机子回了宫里的道观 李承道则回了自己的寝殿 宫女和太监全部退下后 李承道从暗阁中拿出一本册子 上面写了一行字 龙爷紧奏 翻看册子 李承道仔仔细细看着每一个字 龙爷 你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看完了册子 李承道又把册子放回暗阁 精灵东宫太子府 李承桶在房间里听着一个太监的禀报 听完后 李承桶面露震惊之色 慕容萧死啊 上官威丸啊 李承桶没想到 这次上官家居然失败了 而且败给了一个太监 听说女帝出手了 太监低声说道 李承桶一惊 女帝难怪呢 我说一个太监 怎么可能杀了慕容孝 六妹可怜 许配给龙晨 龙晨死了 许配给上官秀 上官秀死了 他说的是六公主李云记 原本和龙晨有婚约 后来许配给上官秀 还没有过门 又死了 这个龙晨恩 必须盯紧了才行 李承桶隐隐感觉龙晨威胁巨大 而且专门针对南梁 上官威的大败很快传遍了金陵城 南梁朝野震动 所有人都在谈论龙晨 说这个龙晨其实不是真的太监 而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影视高人 各种猜测和故事开始出现 龙晨的事情越传越玄乎 龙晨和蒂洛西一帮人骑着马 压着数万俘虏进了金师女儿城 女帝带领朝中文武大臣亲自到门口迎接 这次的迎接比上次更加隆重 大家都知道 这次灭了天威军团 杀了慕容霄 还夺取了采石城 一场守城战 打成了攻城战 女帝身穿华服 站在中间 蒂洛西和龙晨连忙下马拜见 你们这次打得很好 为我大洲开疆拓土 特别是龙晨恩 这次离了大功 龙晨拜道 都是圣上英明 微臣不敢邀功 女帝拉着龙晨的手 说道 有功就是有功 随阵入城吧 女帝拉着龙晨的手往里走 蒂洛西法靠边了 人群里 景横神色复杂 龙晨瞄了他一眼 景横感觉浑身一哆嗦 龙晨心中暗道 敢算计老子 弄死你 深秋的天气 女帝拉着龙晨的手 感觉很温润 穿着凤袍 带着免留 身材高挑 皮肤细腻 龙晨有些怦然心动了 哪个男人能拒绝一个万民臣服的霸道女帝呢 什么时候能亲手脱下她的凤袍 女帝拉着龙晨走进城门 沿着街道走向大明宫 两边的百姓热烈欢呼 进了大明宫 女帝坐在凤椅上 龙晨和蒂洛西站在中间 文武大臣两边站好 女帝开口道 南梁新兵四十万 上官威和慕容霄同时出手 反被我大破于临江城下 镇亲手斩杀慕容霄 上官威逃跑 此战大劫 女帝说完 朝中大臣震撼 她们听说了一些情况 但具体的不清楚 女帝的意思是 杀了南梁五虎将之一 而且是她亲手杀的 以汉勇著称的上官威居然逃跑了 这一次大战 龙晨恩鞠躬圣尾 窦江杀上官穆 又杀上官秀 夺取采石城 则吏部与兵部议定龙晨恩的功劳 女帝看向吏部尚书白礼兵和兵部尚书白丘炼 二人拜道 微臣遵旨 朝中大臣议论纷纷 她们没想到龙晨能杀两个高手 还夺取了一座城池 简直不可思议 兵部尚书白丘炼走出来说道 圣上 上官秀是武皇境界的天才武将 上官穆是王者巅峰修为 微臣记得龙尚书才宗师境界 怎么可能斩杀比自己修为高出那么多的武将 白丘炼开口了 其他大臣也复何质疑 圣上 龙晨恩的修为一般 怎么可能斩杀上官秀 红炼寺清许中也提出质疑 内阁老臣李义正走出来 义正言辞地说道 茂领军功是大罪 还敢说杀了敌方大将 这罪过更大 龙尚书要想清楚 龙晨感觉莫名其妙 从头到尾都是女帝在说话 怎么特么的成了自己要想清楚 哪个哪儿啊 各位大人 上官穆是我杀的 当时张倩 玄一和清岳三人一起围攻 我趁机偷袭 一枪刺穿了上官穆的喉咙 上官秀也是我杀的 但是他在大战中被李仙男将军重伤 我攻破采石城的时候杀了他 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 但你们说我冒领军功就过分了 我们在外面厮杀 你们在朝堂搬弄是非 有意思吗 白尚书 你身为兵部尚书 是不是也该去打一仗 占另一座城池回来 侍卫速餐不好吧 龙晨一肚子火 白秋练气的面皮发红 冷冷说道 既然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 那就要重新核算 吏部尚书白里兵说道 虽有其他人的协助 但亲手击杀地方大将不假 而且攻占了采石城 功劳很大 我们吏部会和兵部好好核算 蒂洛西一直忍着没发火 按照他往常的脾气 早就开骂了 女帝说道 我们大姐 赐宴庆祝 宫里马上摆好了宴席 女帝陪着众位大臣 热热闹闹庆祝了一番 宴会上 众位大臣都向蒂洛西敬酒祝贺 龙晨这边冷冷清清 恭喜小龙龙立了大功 一个月耳的声音传来 二公主地心碗走过来 给龙晨倒了一杯 二公主客气了 下官承受不起 龙晨赶紧端起杯子 接了酒水 不管自己功劳多大 地心碗是公主 身份察觉摆在这里 地心碗今日一身鹅黄衣服 妆容俏丽 多了几分小家碧玉的感觉 你这次重创难凉 功劳很大 受得起 来 我与你同饮一杯 地心碗抬起玉手 双目灼灼看着龙晨 两人对饮一杯 莫要 理会这些人 母后知道你功劳大 地心碗扫了一眼周围的大臣 语气带着不屑 龙晨笑道 吃宴席的精髓在于吃饱喝足 他们如何与我无关 这是龙晨自己的习惯 吃饭就吃饭 别人怎么样不管 吃饱了就走 地心碗笑道 小龙龙就是旷达 喝了一杯酒 地心碗笑夜如花 低声问道 跟着洛西打仗挺辛苦的 有没有想过到我南宫来 我这里正缺少一个文采出众之人 王侯将相最后都是一泼黄土 唯有著书力说流芳百事 龙晨心中暗笑 无视献殷勤 非奸极道 兜兜转转大半天 原来想挖墙脚 二公主见谅 四公主的脾气您是知晓的 她若知道了 下官小命不保 龙晨当然不会拒绝 这样太不给面子了 地心碗却说道 只要你答应 我护着你 不等龙晨再说 地洛西已经发现地心碗在疯狂挥舞出头 马上走过来冷冷说道 二姐 你干嘛 地心碗里了李袖子 说道 给龙尚书庆功啊 说完 地心挽回了自己的位子 地洛西坐在龙晨身边 问道 你们说什么了 龙晨甘笑道 二公主问我能不能给他推拿一下 我说没空 地洛西冷没说道 你敢 龙晨呵呵笑了笑 母老虎就是母老虎 龙晨吃饱喝足 自己起身先走了 懒得和这些人私混 快到秋星殿的时候 无间从拐角出来 说道 龙大人 圣上问了我在龙家军担任何职 我说了 他让我担任萧奇校尉 龙晨点点头 说道 这是好事 我们渐渐掌控东周军权了 只是我隐约有种感觉 女帝似乎知道我们的事情 可是她又在明里暗里放纵我们 这是什么意思 和女帝接触了几次 龙晨总觉得自己的小九九被看穿了 可是女帝又不动声色 甚至有意配合 女帝到底在想什么 莫非她有更大的阴谋 不会吧 她知道你不是 无间急了 如果说女帝知道龙晨不是太监 那就完蛋了 就算不杀了龙晨 也会把龙晨真的淹了 那龙家就绝后了 这个应该不知道 这一点龙晨很确定 原因很简单 如果知道她不是太监 还让她和蒂洛西一起私混 所以龙晨确定女帝不知道她假太监的身份 但女帝可能知道她和龙家的关系 正说着 张倩从远处走过来 无间马上闪身离开 宴会没结束 你就走了 张倩走过来说道 不想跟那群人废话 吃饱了就回来 走 我们睡觉觉去 龙晨笑嘻嘻地伸手揉了一把 挽着张倩往秋星殿走去 张倩看四下无人 也就不反抗 圣上让你过去呢 公主已经先去了 让我找你 张倩是来传话的 哦 好 龙晨马上往凤鸣宫去 龙晨进了凤鸣宫 蒂洛西已经在里面了 微臣拜见圣上 女帝示意龙晨坐下说话 龙晨谢过女帝 坐在蒂洛西旁边 刚才那些人的话 你不必在意 朝堂上就是这样 你有功劳 别人就会眼红 女帝先出言安慰 龙晨只是笑了笑 出生在龙家 经历的官场倾压 阴谋诡计多了 这点事情不算什么 水寒怎么回事 女帝问道 蒂洛西上书简单说了 女帝想问清楚 蒂洛西把事情的经过详细说了 女帝脸色阴沉 说道 龙晨恩做得很好 洛西你多跟她学学 做事要顾全大局 这个景衡真是分不清轻重 贪污户不就算了 军国大事也敢做手脚 还敢理通外国 蒂洛西很生气 说道 母后 景衡就该抓了斩首 她害死了几万军士 因为景衡送出的不防图 那一战死了好几万 女帝没有说话 龙晨开口道 楚智景衡就是楚智景天烈 此事要从长计议 蒂洛西不满道 通敌这么大的罪 还要计议什么 女帝不悦 斥则道 刚说让你跟龙晨恩学做事 你又急躁了 我们大洲的将领本来就少 大将军府的兵力占了一半 如果处置景衡 朝局必定动荡 你应该知道 为什么正让你镇守南边 让你三姐镇守北境 不就是想分她的兵权 龙晨有些诧异 不是因为女帝说了实话 而是女帝居然当着她的面说实话 这是不把龙晨当外人啊 蒂洛西性子烈 却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她知道女帝说的没错 千军易得 一将难求 水寒本来是个好苗子 却出了这个事情 女帝感觉惋惜 龙晨听着女帝的话 心里盘算着 女帝是不是想把她培养成大将 如果真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此事就此打住 不再追究 女帝定了调子 蒂洛西也就不再说什么 你退下吧 龙晨恩留下 朕有话对你说 蒂洛西看了一眼龙晨 起身出了凤鸣宫 女帝看了一眼尹凤 尹凤带着宫女退出 只留下龙晨 人都走了 只剩下女帝和龙晨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龙晨扫了一眼女帝的凤袍 还有那双大长腿 年少不知阿姨好 错把少女当成宝 女帝这样的角色阿姨肯定好啊 最近的修炼如何 女帝身子微微一侧 半躺在榻上 一副慵懒的模样 回圣上 练到王者中期了 再往前就很慢了 从舞者开始修炼 龙晨感觉激活了以前的底子 当然 还要感谢那位色鬼前辈留下的修阴大法 那个大法对于修炼聚集圆养有奇 两者结合 才有了修炼境界的突飞猛进 洛西只给拿了枪法的秘籍 练到这个境界差不多到头了 说着 女帝从桌上拿起一本册子丢过来 龙晨接了 上面写着白鸟嘲讽四个字 白鸟嘲讽 赵云的绝技 龙晨一阵吐槽 女帝淡淡说道 这是我皇家的心法秘籍 只有郑和四位公主修炼了 你是第六个 当然 修炼这个心法 必须是女的 不知道你这个太监能不能修炼 女帝看龙晨的眼神 意味深长 龙晨内心一阵 这特么的和葵花宝典有的一比啊 欲炼此功 必先自攻 龙晨是个假太监 应该是无法修炼的 不过 这么好的东西不是是多亏啊 其实 这白鸟嘲讽诀是东周的皇族秘法 女帝给了龙晨一个巨大的好处 只是龙晨还没有意识到 微晨 试试吧 龙晨把侧子放入怀中贴身藏好 以示尊重 女帝眉头一皱 笑道 镇指给你看一下 能记住多少算多少 你还想拿走 你想得倒没 卧槽 微晨唐突了 龙晨呵呵干 龙晨笑 又把侧子拿出来 然后翻开第一页 尽量记住上面的文字 半个时辰后 龙晨把侧子还给了女帝 记住了 女帝收了侧子 龙晨笑了笑 差不多吧 女帝点点头 龙晨退出凤鸣宫 回到西宫 龙晨想直接回秋星殿休息 却被蒂洛西逮个正着 给我过来 蒂洛西拉着龙晨的袖子扯进了房间 一把按倒龙晨 好你个死太监 害得我被母后训了两次 你说 怎么处置你 刚才女帝让蒂洛西好好跟龙晨学 这让蒂洛西很不 玄一和清月哥哥笑道 胆子这么大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竟敢骑到公主头上 龙晨被蒂洛西牢牢按住 心中颇为不爽 无意修为不行 就是这么吃亏 我胆子大不是一两天 公主殿下如果狠得下心 那就把我砍了 龙晨一副无赖的样子 任凭蒂洛西处置 蒂洛西虽然是女的 但她是武皇境界 碾压龙晨 所以龙晨反抗不了 玄一哥哥笑道 公主 我看她就是欠揍 而且嘴贱 清月猥琐地笑道 公主 要不要堵住她的嘴 蒂洛 蒂洛西抓住龙晨的手 不让龙晨动弹 蒂洛西冷笑道 悠喝 真以为本公主舍不得砍你 来人 龙晨知道蒂洛西在演戏 但她是公主 必须给个台阶下 立即说道 公主饶命 我错了 蒂洛西揪住龙晨的耳垂 笑嘻嘻说道 你也知道求饶 还敢不敢在母后跟前挑拨了 龙晨立即说道 公主饶命 小的是跟着公主混的 圣上夸奖我 就是夸奖公主 景家 景横回到房间里 郁闷地躺在榻上 两个舞姬过来伺候 少爷怎么 心情不好 我们让少爷开心起来 景横心里烦躁 让他们下去别闹 武姬善善退出了房间 唐伟走了进去 少爷 是不是因为龙晨恩那个死太监 唐伟上前替景横捏脚 这次我们亏大了 户部的亏空全部填上了 他现在是两部尚书 还有蒂洛西给他撑腰 本来想让他死在临江城 没想到这个死太监又赢了 景横没有避讳 因为这个事情 唐伟也知道 是啊 上官微徒有虚名 给了他不防徒 还杀不了龙晨恩 废物 唐伟也感觉非常可惜 你说 他说 水寒到底是战死的 还是被发现了 景横问唐伟 水寒被杀了 朝廷的说法是忠义殉国 但景横总觉得有蹊跷 今天是庆功的时候 他因为被撤销了上书的职务 又没信任职务 所以没有参加 按理说 如果水寒通敌被发现 女帝应该处置他才对 但景横等了一天 宫里没有消息出来 难道水寒真是战死的 景横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 水寒是景天烈部下的案子 本想逐渐取代李仙南 掌控东周南边的兵马 景横出于私心 以景天烈的名义让他做事 最后搞成这样 这个事情只有唐伟一个人知道 唐伟感觉毛骨悚然 低声说道 应该是真的战死吧 如果被发现通敌 圣上肯定会处置的 我们早就 景横爬起来 低声说道 此事不能有其他人知道 如果传出去 我们都得死 就算女帝不动手 景天烈也会把景横打个半死 培养了十多年的案子 居然就这么完了 唐伟脖子一缩 低声说道 小的明白 小的不会找死 景横挠头 说道 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朝 我在家里闲了这么久 什么棺子都不给我 我明日给父亲写一封信过去 秋心变 龙晨在一片嬉笑声中醒来 两个身材娇小的宫女在房间里闹腾 这两个是西宫新来的小宫女 长得很娇小 据说是南梁人 两人说着南梁的方言 龙晨听得有点恍惚 感觉又回到了小时候 明明是身体主人的记忆 龙晨却感觉像是自己的小时候 果然身体和灵魂融合了 记忆也有融合的迹象 湘宁从外面进来 呵斥道 大人还在睡觉呢 你们这么闹 一个鹅蛋脸的小宫女 嘻嘻笑道 怕什么 大不了让大人惩罚 这个小宫女名叫小鹅 身上肉乎乎的 另一个小宫女哥哥笑道 大人醒了 还不去领发 这个小宫女瓜子脸 长得轻瘦 名叫小黛玉 湘宁怒道 都是大人对你们太好了 一点规矩都没有 尹凤当总管的时候 你们敢这样 早被扒了屁 尹凤以前管理后宫的宫女太监十分严厉 这样稀闹没规矩的 确实被扒过皮 小宫女吓得吐舌道 好在龙大人当总管 龙晨从被窝里起来 笑道 小孩子而已 何必认真 湘宁埋怨道 大人 你不能太宽容了 他们只是长得娇小而已 哪里是孩子 女孩子其实不能光看岁数 更看颜值身材 两个小宫女娇小可爱 那就行了 好了 你们出去吧 湘宁都生气了 龙晨发话 两个小妮子闹腾了一阵 湘宁把两个丫头轰出了房间 湘宁给龙晨打水洗漱 又吃了饭 龙晨拿出笔墨 把昨天看的白鸟嘲讽墨写下来 写完又读了一遍 感觉没错 好在老子记性好 女帝也太抠门了 只得看一次 龙晨把门关上 然后反锁 就在房间里修炼心法 白鸟嘲讽是皇族的专用法门 与其他的很不一样 龙晨一练就感觉出来了 其他的修炼心法都是让武器贯穿四肢百孩 让身体始终处于真气充盈的状态 而白鸟嘲讽却反其道而行 将武器完全汇聚成一点 那个点就像凤凰一样吸引着所有的鸟类嘲败 所以才叫白鸟嘲讽 在女帝房间里 龙晨没有多想 现在仔细想想 好像这个白鸟嘲讽是东周的皇族秘法 天下三分 三国都有秘法传世 这个世界五道称王 皇族的修为肯定比其他人强 皇族秘法也是最高秘法 据说 这个秘法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的武圣 修炼过后 龙晨感觉浑身热腾腾的 身体的修为居然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从上午一直修炼到晚上 龙晨才睁开眼睛 身上的毛孔布满黑色的污垢 香宁 抱我烧水 我要洗澡 打开房门 龙晨喊了一声 香宁笑嘻嘻抱着衣服过来 说道 准备好了 我看大人修炼 就知道练完要洗澡 龙晨疑惑地问道 干嘛笑这么开心 香宁鬼鬼祟祟地说道 大人你说呢 龙晨刮了刮香宁的鼻子 说道 不行 要讲规矩 洗完澡 龙晨慢慢夺不到西宫蒂洛西的寝殿 进了里面 听到玄一和清月的争吵声 龙晨觉得奇怪 玄一怎么和清月吵起来了 走进去 蒂洛西躺在榻上 看着玄一和清月叽叽喳喳 争得面红耳赤 怎么了这是 龙晨奇怪地问道 蒂洛西见龙晨进来 说道 好了 别争了 让他决定吧 玄一和清月同时拉住龙晨 说道 小龙龙 玄我 玄我 龙晨一脸猛逼 问道 什么选你 怎么回事 蒂洛西笑道 怎么回事 争宠呗 龙晨更是一脸猛逼 说道 争宠 争谁的宠 我的 我是一个太监 两个角色美女为了一个太监争宠 这话传出去会笑死人的 蒂洛西翻个身 笑道 早上他们把张倩叫过来 说要轮值 以后他们三个轮流给你当侍卫 张倩不答应 他们两个说了一天 张倩总算答应了 可是现在又遇到了问题 他们两个谁先 龙晨无语了 难怪一天没见到张倩 原来在争这个 两位美女 我一个太监有什么好争的 我又不能给你们什么 龙晨真的很无语 玄一和清月同时抓起龙晨的手 眼神热切地说道 我们崇拜你的才华呀 是太监又如何 龙晨心里一万个卧槽说不出来 你们真的崇拜我的才华 我信你个鬼 宫里的美女坏得很 我是一个正经的太监 你们这样做不对 龙晨一本正经地说道 玄一和清月同时给龙晨一个鄙视的眼神 玄一说道 今天你必须选一个 今晚不是他 就是我 清月也说道 刺客这么猖獗 你总要一个人给你当侍卫 两个小蹄子真是丧心病狂 这语气分明是威胁 公主殿下 这 龙晨感觉选谁都有问题 干脆让蒂洛西做决定 蒂洛西摆摆手 说道 别问我 他们要的是你 龙晨无语 说道 要不你们一起给我当侍卫 双倍的安全吗 刺客一个比一个厉害 我怕你们单独一个人 龙晨直搬 不是对手 呃 蒂洛西和张倩都无语了 玄一和清月感觉没分出胜负 都不答应 不行 我们的武艺都很好 对付刺客我一个人就够了 你选一个 龙晨说道 你们都是好姐妹 何必为了一个太监闹翻脸 多不值 公主殿下 他们一直都是好姐妹 何必为了我翻脸 蒂洛西想想也是 如果伤了和气 日后不好相处 翻脸容易和解呢 好了 你们轮值给他当侍卫吧 公主一锤定音 玄一和清月这才不吵了 龙晨正托两个人 坐在榻上 公主 临江城的主将还没有定 是不是跟圣上见一下 水寒死后本想让张科接任 但是张科性格上不太好 蒂洛西说道 我跟母后说了 他还在挑人选 吏不在考察 龙晨点头道 临江城和彩石城是对付南梁的前沿阵地 必须修为高 有谋略 这样的人不好选 一条大江隔开了东周和南梁 临江城和彩石城就像东周在江南的桥头堡 尽可攻退可守 守将必须有勇有谋 其实母后很想让你去镇守临江城 我不同意 龙晨黑黑笑道 是不是公主舍不得 蒂洛西大大方方承认 对 我舍不得放你走 龙晨笑道 公主是不是觉得不可一日无我 蒂洛西一条腿收回 换个贵妃躺的姿势 红唇咬着手指 媚态避现 说道 对 一日不可无你 龙晨笑了笑 回到正题 说道 我们这次攻占了彩石城 杀了慕容霄 破了上官威 大洲的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我担心 天下会那帮人又会搞事情 我们必须早做准备 天下会最喜欢搞天下军事 哪个国家强盛 天下会就打压哪个 以前南梁强盛 天下会就帮着东周和西夏打击南梁 现在东周势力强盛 恐怕天下会要对东周下手了 帝洛西收敛了玩笑的表情 沉思道 你说的对呀 光顾着高兴了 忘了天下会这根脚屎棍 他们无非就是不跟我们做生意 减少我们伤税 不过他们正在和你做生意 他们会自断裁员吗 龙晨点头道 这也是我的想法 好在我们和天下会做生意 他们应该会来商议 但具体怎么谈 要谈了才知道 天下会不仅会打压我们 还会帮助南梁和西夏 不能小看他们 我估计这两天他们就会有动作 我想想如何应对 帝洛西说道 难怪母后让我跟你学 你想事情很周面 帝洛西这两天光顾着高兴了 没有考虑后患 龙晨却已经在思考对策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凡是要通盘考虑 龙晨认真的说道 帝洛西笑道 夸你两句就上天了 龙晨笑道 那公主能否让我上天 帝洛西揪住龙晨 笑骂道 让你下地狱还差不多 砰砰 在一阵敲门声中 龙晨睁开疲惫的双眼 起身开门 见到张千在门外 龙晨问道 什么事 大清早的 张千说道 公主让你过去 南梁那边来消息了 龙晨马 马上洗漱 换好衣服 然后到了帝洛西的请殿 进了房间 帝洛西身披雕球 前面放着一个炉子烤火 龙晨这时才想起来 这时候的人居然不知道烧炕 帝洛西把一封作报递给龙晨 说道 上官威死了 自杀 龙晨把手抽出来 接了作报 仔细看了 这是南梁的间谍发回来的消息 上面说 上官威回到精灵后 李承道召见了他 上官威面圣回家后 穿着巢服在房间里自吻而死 龙晨没有什么惊讶 他对上官威此人很了解 经历 他对上官威如此大败 家底全毁了 他的面子挂不住 是不是李承道逼死上官威 帝洛西觉得李承道心胸狭隘 自然不会放过上官威 所以上官威其实是被李承道赐死的 不是 上官威自己没脸自杀的 与李承道没关系 李承道此人确实心胸狭隘 但龙家军没了 慕容骁被杀 南梁五虎将只剩下三个 他不会再对上官威动手 判断一个的行为 不仅要看这个人的性格 还要看这个人身处的位置 李承道小度鸡肠不假 但他更是南梁皇帝 从朝局考虑 李承道会容忍上官威 留着上官威有用 所以 龙臣判定这是上官威 自己不想活了 和李承道没关系 帝洛西点头道 你这样说有道理 五虎将只剩下两个了 以后南边就消停了 龙臣不以为然 大将少了 国力还在 五皇境界修为的还有 不能大意 帝洛西笑嘻嘻地抱住龙臣 玉手伸进龙臣的衣服里 有小龙龙在 我不担心 龙臣无言以对 待了一会儿 龙臣起身离开 说道 离开京师许久 我去公部和户部看看 说着 龙臣起身离开寝殿 到了外面 张倩跟上来 两人到了公部 侍郎徐明马上出来迎接 大人 龙臣点点头 进了正堂坐下 徐明把这些时候公布的账目呈上 龙臣一一看过 做得很好 我不在的时候 生产都能跟上 质量也没有出问题 徐明拜道 都是大人安排好的 小的不过是按部就班罢了 以前徐明不服气 现在徐明对龙臣佩服的五体投地 能搞发明能算账 还能打账 他听说龙臣越急 杀了上官秀和上官幕 感觉失败了一切 十分震撼 整个公部都在议论 说龙臣其实是武皇境界的高手 只是一直韬光养晦 隐藏修为而已 好就是好 本官会向圣上奏明你的功劳 这不是套话 做得好的 龙臣都会上奏 当老大不能自私 占用下属的功劳 必须给下属提拔的空间 谢大人 徐明很高兴 我这里有两个东西 你按照这个图纸和配方去做 龙臣拿出一本册子 这是他这段时间发明的东西 和天下会合作的新生意 徐明接了册子 翻开看了 点头道 属下这就去做 徐明走后 龙臣出了公部 到了户部 段双双带着户部的官员过来拜见 欢迎大人回来 原本有些冰冷的段双双也变得格外热情 果然女人都喜欢沙场强者 不用客气了 把最近的账目给我看一下 龙臣坐在主位上 段双双把账目拿来 龙臣仔细看过 龙帮和天下会的人来过吗 龙臣放下账本问道 段双双回道 来过 大人不在 下官说等大人回来了 再和他们约时间 龙臣说道 和天下会约一下 七日后 我们见一面 段双双领命 马上往四方楼送信 大明宫 女帝坐在凤椅上 吏部尚书白礼兵 正在上奏这次大战功劳的事情 微臣与兵部合算功劳 各将校的军功都定了 请圣上过目 尹凤接了白礼兵的奏折 呈给女帝 看了军功部 女帝瞥了一眼白礼兵 又看了一眼兵部尚书白秋炼 龙臣恩这次杀两员大将 习取采石城 为何不定功劳 从蒂洛西到李仙南 张倩 玄一一帮人都 定了军功 唯独没有定龙臣的 女帝当然不高兴 这 白礼兵回头看了一眼白秋炼 白秋炼走出来 拜道 回圣上 龙臣恩有功不假 但也有过 女帝疑惑地问道 过错 什么过错 龙臣静静站在一边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白秋炼是景天恋那边的人 针对自己很正常 白秋炼说道 临江城一战 我军死伤也很惨重 特别是上官威夜袭 攻破西门 死伤数万 臣听说这是龙臣不知不周 另外 原来的临江城副将 后来的主将 在这次战斗中殉国 损失惨重 据说也是龙臣恩的过错 所以 功过向底 威臣以为龙臣恩不用处罚 龙臣心里一阵卧槽 这特么的不奖赏就算了 居然说不处罚 蒂洛西走出来 气愤地说道 我是主帅 城防布置是我的意思 关龙臣恩什么事 打仗哪有不死人的 水寒殉国 怎么是龙臣恩的错 你兵不这样定功了 以后谁敢卖命 白秋炼这次的针对太明显了 其他大臣也看不下去 督察院御使白安宁说道 白尚书的话确实不 敌人夜袭的伤亡 水寒将军殉国 这两件事情与龙大人无关 我代表督察院驳斥 督察院专司百官监察之职 白安宁有权力驳斥 白秋炼争辩道 白玉使 临江城夜袭损失数万将士 这个责任谁担 蒂洛西说道 我担责 我是主帅 白秋炼一时雨色 他不敢对蒂洛西开骂 我是主帅 没有做好城防 导致西门被攻破 这是我的责任 与他人无干 蒂洛西把责任揽下来了 白秋炼又说道 那水寒将军的死呢 水寒将军到底怎么死的 这个事情 我们一直没有查清楚 龙城默不作声 蒂洛西也不好当众说 水寒是奸细 女帝开口道 水寒将军在与上官威的大战中身负重伤 此事临江城的将士都知道 有什么不清楚的 白秋炼拜道 圣上 水寒武艺高强 连龙城恩都能活着回来 水寒将军却阵争亡了 此事定有蹊跷 微臣请求督察院与刑部复查 女帝脸色不悦 说道 白尚书觉得水寒将军的死有问题 白秋炼说道 微臣只想给水寒将军一个交代 给我大洲的将士一个交代 朝堂上突然安静下来 没有人说话 连脾气火爆的蒂洛西也不说话 蒂宇威看向蒂洛西 他感觉到了一丝微妙的气氛 蒂青丸也是 他专门负责审讯 更感觉到水寒的不对头 白秋炼这么一搅和 朝堂上立即生起一股阴谋的味道 其他大臣开始私底下一路 说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那个老臣李义正走出来 说道 圣上 老臣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 这次我军大胜 这本是喜事一桩 却因为水寒将军一事 蒙上了阴影 老臣请求彻查此事 以正视听 李义正在朝中得高望重 做事说话也算公允 他出来说了 其他大臣表示复义 白秋炼看着龙臣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女帝没有说话 他脸色犹豫 似乎在担忧什么 蒂洛西站出来反对 水寒将军殉国阵亡 此事大家都知道 有什么好彻查的 你们就喜欢拿这些事情做文章 白秋炼说道 公主 如果没有问题 查了又如何 你这么反对 难道传言是真的 蒂洛西想一巴掌删死白秋炼 好 这督察院刑部与兵部彻查此事 女帝开口了 龙臣有些诧异 没想到女帝会答应 但略一思索 马上又明白了其中的关节 嘴角浮现一丝冷笑 白秋炼拜道 圣上英明 督察院御史白安宁和刑部尚书胡成福拜道 威臣领旨 女帝起身 众位大臣各自散朝 兵部尚书 白秋炼出了朝堂 兵部侍郎王威跟在身后 一起回到了兵部 大人也举得水寒将军的死有蹊跷 王威问道 白秋炼冷笑道 我在临江城也有人 水寒根本没有和上官威正面对抗 他负责北门的防御 根本没有受伤 等上官威跑了 水寒被蒂洛西和龙承恩锁在了房间里 然后莫名其妙就死了 这个事情绝对有问题 王� 公主为何要对水寒动手 我听说 公主任命水寒为临江城主将 这说不通啊 白秋炼冷笑道 不过是一个幌子 欲盖弥彰 王威点头道 属下明白了 白秋炼说道 我们要给水寒将军一个公道 让他明目九全 散朝后 帝洛西和龙承两人回西宫 到了路口 帝心丸走过来 四妹 到底怎么回事 没事 帝洛西没有理会帝心丸 禁止走过去 没有理会帝心丸 走出几步 又想起了什么 回头一把拽住龙承就走 帝心丸愣愣了一下 随即吃笑道 四妹真是小气 龙臣无语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担心自己被帝心丸抢走了 回到西宫 帝洛西脱了巢服 换上了便服 躺在榻上 骂道 这个白秋炼 真把自己当成锦家的人了 孙灵雪还没死呢 孙灵雪是锦天烈的老婆 朝中一直传闻 白秋炼喜欢锦天烈 他不仅想把女儿嫁给锦衡 还想把自己嫁给锦天烈 玄一和清月刚才旁听亭 也被气得火冒三丈 这个白秋炼 甜不知耻 他丈夫也不管管 听说他丈夫无能 官职又不高 所以不敢说 龙臣无语道 两位美女对这样的八卦很清楚吗 清月和玄一对朝中的绯闻如此清楚 龙臣觉得讨论桃色绯闻是所有人的共同爱好 龙臣心里一阵无语 你们两个正经点 说正事呢 帝洛西嫌弃地说道 玄一和清月收敛猥琐的笑容往旁边站好 张倩在旁边一言不发 他感觉自己的玩具被别人玩了 心里很不爽 以前龙臣明明是他一个人的 可以独占 现在要和别人分享 母后为什么答应彻查 不是说不想动景家吗 彻查到最后 发现水寒和景衡里通外敌 那大江郡府岂不是成了众矢之地 帝洛西很不理解女帝的做法 龙臣说道 当朝廷溢水寒的死因 这个事情闹大了 必定传得沸沸扬扬 这两天就会传遍京师 在朝堂上 我们反对 圣上也反对 是白秋炼极力要求彻查 白秋炼是景天烈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白秋炼提出彻查此事 与圣上无关 与我们无关 查到最后发现 景衡和水寒是叛徒 那也是白秋炼般石头砸景天烈的脚 不会有人说是 我们针对景天烈 到时候查出景衡是叛徒 大江郡府危言扫地 景天烈也难辞其咎 听了龙臣的分析 帝洛西好像明白了一些 说道 你的意思是 母后故意让白秋炼闹腾 好趁机削弱大江郡府 刚才在朝堂上 帝洛西以为白秋炼在逼宫 搞得女帝被迫答应彻查 原来是女帝利用了白秋炼 女帝完全占据了主动 龙臣点头道 如果圣上直接动 动手 削减景天烈的兵权 必定激起朝野动荡 景天烈也会反抗 甚至引起兵变 但这次白秋炼充当脚屎棍 最后查出来是景衡私通外敌 造成数万将士阵亡 景天烈怎么也逃脱不了罪责 那个时候 圣上就可以动手了 而且 通敌是大罪 大江郡府的二公子通敌 景家的声誉一落千丈 大江郡府威严不在 所以 白秋炼为朝廷办了一件好事 龙臣说完 帝洛西如梦初醒 所以说 这个事情彻查下去 景天烈会引火烧身 帝洛西感觉女帝在不声不响中 就下了一步好棋 朝中大臣都成了她的棋子 不仅如此 景衡身为顽固子弟 他绝对只会不动水寒 他肯定是以景天烈的名义 也就是说 景天烈结党营私 培养个人势力 这个罪名可不小 龙臣继续说道 帝洛西猛然起身 说道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 景衡怎么可能只会水寒 水寒是景天烈的棋子 龙臣说道 一旦景衡命令水寒通敌的消息曝光 大家都知道 水寒是景天烈的部下 景天烈会变得臭名昭著 白秋恋挑起事端 本想针对龙臣 最后却把祸水引向了景天烈 聪明反被聪明误 小龙龙你真厉害 圣上的想法 你一猜就透 清月由衷地赞叹 帝洛西拍了拍旁边的位子 龙臣坐过去 帝洛西笑嘻嘻说道 你脑子挺好使的 肚子里好多坏水 龙臣无辜地说道 公主明鉴 我是好人 帝洛西笑道 你是好人 就是不全 缺胳膊少腿的 扑 清月和玄一哈哈大笑道 公主说得好 少腿 龙臣静静看着三人无情嘲讽 心中暗道 你们等着 说到这里 清月突然说道 公主 我记得有一种丹药 可以让太监重新长出来 龙臣笑道 这种瞎话你也信 龙臣没当真 帝洛西却松开了手 问道 什么药 清月想了想 说道 我在藏金楼见过一次 忘记了 玄一曲笑道 你为什么会看这种不正经的说 清月笑骂道 偶然翻道的 你才不正经 龙臣觉得好笑 自己本就是个假太监 根本不需要担药 别费劲了 我当的太监挺好的 龙臣说道 不闹了 我去公布那里有事 穿了鞋子 龙臣带着张倩出了西宫 到了公布 侍郎徐明拿着两样东西走过来 说道 大人 您吩咐的东西配置好了 您看看是不是这样 龙臣带着徐明一起进了正堂坐下 一个东西手指粗细 外壳用铜制作 拔出外壳里面一根羊枝状的东西 张倩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深秋已过 又是冬天 东周的冬天很干燥 这些人的嘴唇基本都有干裂爆皮的问题 而龙臣做的这个正是唇膏 此物可以润唇 让我们嘴唇不干裂 龙臣拿起唇膏 给自己的嘴唇抹上 又递给张倩 张倩奇怪地看了看 说道 嘴唇干裂不是因为上火吗 龙臣笑道 上火的原因有 天气太干燥也是重要原因 夏天湿热的时候 上火也不会嘴唇裂开 张倩学着龙臣把嘴唇抹上 还有这个 徐明又呈上一个圆形盒子 巴掌大小 龙臣打开盒子 里面是白色的膏状物 一股清香扑边来 你过来 龙臣把张倩拉过来 然后用手指挖起一点膏状物 涂在张倩的脸上慢慢揉搓均匀 大人这又是什么 张倩只感觉自己好香香 这是月华霜 用了以后可以让脸上肌肤白润如月华 龙臣又给自己抹了点 这东西有用吗 张倩很爱惜自己的皮肤 特别是这张脸 龙臣笑道 当然有用 徐侍郎 你把做好的装盒子里 徐明赶紧出去装了盒子 龙臣拿起盒子 往户部去 今天约好了 和四方楼楼主 红旗谈判 这次谈判不仅是生意 还关系到天下会对东周的态度 龙臣和张倩拿着盒子到了户部 侍郎断双双走过来 说道 大人 四方楼楼主到了 好 让他进来吧 龙臣坐下来 断双双出去请人 张倩躲在了房间后面 不多时 方脸落腮胡小眼睛的红旗进来 恭敬的行礼一拜 龙尚书 龙臣起身还了一礼 红楼主请坐 能感觉出来 红旗对龙臣明显恭敬了许多 果然 男人的尊严是杀出来的 战场上厮杀出了名 大家都会敬畏 临江城一战 慕容骁被杀 上官威自杀 还亲手杀了上官秀和上官木 其他家将自不用多说 就凭这些战绩 足以让人侧目 红旗身为天下会的楼主 当然清楚龙臣有多厉害 所以态度恭敬了很多 龙尚书文武之才已经名扬天下了 窦文击败于世南 比武杀了上官秀 破军杀疆 立威敌国呀 红旗半事奉承 半事真心 龙臣笑了笑 谦让道 圣上亲自出手 公主是主帅 我不过因人城市占了便宜而已 什么文武之才 都是假的 红旗说道 龙尚书谦虚了 别人不知 我们天下会却清楚 这次大战都是龙尚书在谋划 果然 天下会耳目众多 什么事情都瞒不住 龙臣笑了笑 说道 运气好罢了 红旗呵呵笑道 光凭运气就能设计杀了慕 龙肖镇展上官秀 上官幕 逼死上官威 还破了四十万大军 龙尚书的运气也太好了 龙臣甘笑几声 没有回答 一个仆役敲了敲门 然后推门进来 提着一水壶 拿着一副茶具 放下后 仆役又出去 把门眼上 龙臣把茶壶放在煤炉上 把茶具放好 一罐子茶叶 一个茶壶 两个杯子 两人陷入了暂时的沉默 谁都不说话 只看着慢慢沸腾的水壶 龙臣泡了茶 分了两杯 说了一声 请 各自拿了一杯茶 饮了一杯 经此一战 东周守住了临江城 占据了采石城 南梁元气大伤 东周在龙尚书的努力下 国库充盈 有兵有钱 国力大增啊 红旗看似在赞扬龙臣厉害 实际上开始说正事了 他的意思是 东周现在太强大了 天下会想对东周下手了 龙臣拿起茶壶 又各自倒了一杯茶 说道 请茶 红旗又喝了一杯 手里拿着茶杯把玩 等着龙臣回答 强若胜衰是每个国家的命运 南梁不也强胜过 我知道 你们天下会 想要一个相互牵制的天下局势 各国相互牵制 都有求于你们 你们的会长就可以继续当无冕之王 受到各国的礼遇 龙臣开门见山 直接点破天下会的意图 红旗没想到龙臣这么直接 不过他也不尴尬 此事天下皆知 说出来也没什么 不错 我们希望天下和平共处 大家好好做生意赚钱 红旗的长相看起来正直 说起瞎话毫不含糊 明明在玩弄各国 却说希望天下和平 龙臣心中暗道 他脸皮真厚啊 我得跟他学学 东周现在 变得强盛了 这没错 但没有改变天下三分的局面 你说我们钱多 你们赚得少吗 还有一点 我们这次大破南梁 你们天下会也是有好处的 龙臣拿起茶壶 红旗慢慢放下茶杯 龙臣给他倒了一杯茶 南梁强盛的时候 天下会帮助东周和西夏对付南梁 因为南梁和天下会没有利益绑定 但是东周不一样 龙臣在和天下会做生意 东周赚钱 天下会也赚钱 双方有共同的利益 如果天下会翻脸 龙臣让工不停工 天下会的损失巨大 当初龙臣选择和天下会合作 就是为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你说的没错 但我们会长的意思 不希望东周再往外扩张 红旗非常郑重地说道 龙臣也郑重地说道 此事我需禀明圣上才能定夺 我做不了主 不过 我们不往外扩张可以 你们能保证南梁和西夏不入侵吗 他们若是打进来了 我们总不能等死吧 红旗非常自信地说道 这个没问题 我们会给南梁和西夏施压 让他们老老实实守住边界 从此以后相安无事 红旗的自信是天下会的会长给的 西夏一直都听天下会的话 南梁以前不听话 但是龙家军没了 天威军团没了 慕容消死了 此时的南梁大不如前 天下会自信能影响南梁 这也是刚才龙臣说大破南梁 天下会有好处的原因 南梁实力被削弱 天下会能重新施加影响 好 红楼主能给出这样的承诺 我一定极力劝说圣上 从此以后绝不对外扩张 但是请红楼主给会长带一句话 如果南梁西夏先动手 我们一定还击 龙臣没有完全把话说死 留了一个条件 红旗微微汗手 说道 我会带到 严肃话题结束 龙臣笑了笑 说道 今日请红楼主来 有两个新产品给你看看 红旗欣然道 又有新品 怎么不早说 送信的时候 龙臣只说想跟红旗谈谈 没说发明了新产品 龙臣笑道 给楼主一个惊喜 说着 龙臣拿出唇膏和雪花膏 各自打开 介绍了用法 此物换作玉唇 此物换作月花霜 秋冬时节 我们嘴唇和脸 手背都容易干脸 用此物可以让肌肤水嫩 这个玉唇男女老少皆宜 这个月花霜卖给贵妇人最合适 价钱随便开 北方蛮族肯定也需要 他们那里干冷干了 龙臣把目标客户都订好了 红旗看得心花怒放 他是个老生意人 一看就知道这东西市场极好 又要大赚一笔 龙尚书发明的东西就是神奇 天下女子都想要肌肤水嫩 这月花霜必定是摇钱术啊 红旗眼光独辣 马上判断出月花霜更赚钱 龙臣笑道 红楼主先拿回去试用 觉得好了 我们公布批量供应 红旗语气坚决地说道 不需要试用 有多少要多少 今天就可以送来 龙臣为难地说道 没想到楼主如此爽快 我还没有开始批量生产 要过几天 其实龙臣做好了 他故意掉胃口 红旗催促道 那尽快 越快越好 龙臣拍胸蒲说道 没问题 日夜赶工 红旗拿着样品出了户部 高兴地回了四方楼 张倩从后面房间出来 这思可信吗 张倩问道 龙臣说道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们和天下会有共同利益 所以暂时可信 走 去奉明宫 和天下会的谈判结果 要向女帝禀报 请家 唐伟缩头缩脑地进了景恒的房间 然后小心地把房门关上 确定周围没有人 才低声说道 少爷 出事了 景恒穿着厚厚的衣服 烤着炭火 还是觉得冷 都说胖子耐动 景恒这思却怕冷 什么事 景恒有些心不在焉 他给景天烈写了信 说自己在朝中被排挤 景家的势力被打压 请他回朝主持大局 书信送出去了 景恒感觉自信又回来了 只要景天烈回朝 一切都会好转 大将军府 还是大将军府 刚才上朝的时候 圣上要求彻查水寒战死一事 唐伟声音压得很低 但语气很焦急 景恒被吓了一跳 问道 不是说水寒战死吗 有什么好查的 水寒死了 死因是被上官为重伤不治 景恒听说后很高兴 以后死无对证 通敌的事情就过去了 没想到 女帝居然在朝堂上要求彻查 万一查出什么来 通敌可是死罪 唐伟顿足道 都是那个白丘恋 他在朝堂上要求彻查的 景恒愣住了 问道 不是龙承恩和蒂洛西要求彻查吗 唐伟摇头说道 他们两个坚决反对彻查 白丘恋却坚决要求彻查 景恒被搞猛了 骂道 这个死老妖婆 他不是想把女儿嫁给我 干嘛要翻这个旧账 想害死我啊 唐伟说道 少爷 此事我们要小心 不知道白丘恋安的什么心 不过 我估计也没什么证据 如果龙承恩有证据 早就揭发我们了 这么一说 景恒觉得有道理 他和龙承是仇敌 如果龙承掌握了他通敌的罪证 肯定第一时间揭发 龙承反对彻查 这说明龙承没有证据 想到这里 景恒又无所谓了 随他们去闹腾 没证据 谁敢动我 景恒把火盆抱在怀里 舒舒服服的烤火 凤鸣宫 龙承带着张倩到了门口 龙承进去了 张倩被拦在门口 龙承说 求见女帝 侍女马上禀报 过了会儿 侍女出来说 女帝有请 龙承往里走 到了里面 隐凤出来迎接 龙尚书 圣上在请殿 请你过去 请殿 睡觉的地方 到了请殿门口 隐凤停了下来 示意龙承一个人进去 龙承进去后 隐凤关了门 里面一股淡淡的女人香 成熟的那种 华丽庄严的陈设 成熟的 女人香 好有气氛 女帝躺在榻上 底下放着几个火盆 把木榻轰得很暖和 女帝穿的不多 一件紫色的袍子 诱惑这种东西 女帝似乎很擅长 微臣拜见圣上 龙承走到榻前 微微一拜 女帝看着龙承 微微应了一声 然后指了指木榻 龙承犹豫了一下 还是走过去 坐在了榻上 拜到 微臣失礼了 女帝笑了笑 说道 你也知道失礼 听说你和洛西整日私混 感觉如何 什么叫感觉如何 这个问题怎么回答 公主大将之才 龙承只能说 蒂洛西很会打仗 其他的就不提了 女帝审笑一声 说道 答非所问 龙承愣了一下 什么叫答非所问 并不要求彻查水寒的事情 你怎么看 女帝看着龙承 眼神深邃 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龙承说道 圣上思虑深远 下了一步好奇 女帝笑了笑 问道 你今日来有何事 女帝坐直了身子 龙承马上从踏上下去 恭敬地站在前面 把和天下会的谈判事情 仔细禀明 让我们不要再扩张 哼 这个天下会真把自己当成无冕王了 女帝语气带着一丝不屑 龙承说道 微臣觉得这也是好事 我们刚攻占彩石城 南边需要加强防御 天下会可以为我们争取时间 要在临江城和彩石城站稳脚跟 没有几年时间不可能做到 天下会能影响南梁最好 以后一直不扩张 女帝看着龙承问道 龙承拜道 微臣说了 如果南梁进犯 我们一定反击 李承道 此人野心极大 等南梁恢复 必定新兵进犯 那时候 我们再发兵 天下会也无话可说 刚才龙承没有把话说死 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一个口子 而且龙承太了解李承道了 李承道绝对不会再次出兵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你说的没错 这次的约定对我们有利 你做得很好 龙承拜道 谢圣上 说完了天下会的事情 女帝问道 白鸟嘲讽练得如何了 龙承拜道 刚练 感觉很好 女帝微微惊讶 问道 你也能练 龙承觉得奇怪 说道 可以啊 圣上觉得微臣练不了 龙承心中暗道 知道老子练不了 还特么给老子看 逗我 女帝笑了笑 说道 没什么 这白鸟嘲讽以前只有女人练过 没想到男人也能练 龙承心里咯噔一下 马上纠正道 圣上 微臣是太监 不算男人 女帝愣了一下 随即哥哥笑道 对 朕忘了 你是太监 好了 下去吧 好好练 退出了请殿 龙承还能听到女帝的笑声 出了凤鸣宫 龙承边走边吐槽 有什么好笑的 张倩问道 什么好笑不好笑 龙承说道 我说 我是太监 圣上一直笑 张倩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 龙承无奈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 从凤鸣宫出来 龙承感觉十分郁闷 他不明白女帝笑什么 龙承先回了户部 让段双双给四方楼送了一封信 然后往西宫去 回到西宫已经晚上了 龙承进了蒂洛西的房间 宫女正在端着晚饭进来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正好有吃的 龙承忙了一天 肚子着实饿了 坐在蒂洛西对面 悬衣和清月 张倩三人在另一张桌子坐下吃饭 按理说 龙承一个太监 是没资格和蒂洛西一桌吃饭的 这是特许 母后跟你说什么了 去了这么久 龙承说道 圣上问我彻查水寒一案怎么看 我还向圣上禀明了 今日与四方楼的谈判经过 天下会怎么说 蒂洛西很关心这个问题 龙承把经过重复了一遍 蒂洛西冷笑道 这个天下会真以为自己是天下的王 我们这次间接帮了天下会 李承道 以前可不买天下会的账 龙承说道 所以天下会这次只是威胁 并没有对付我们的意思 蒂洛西吃饱了 放下筷子 问道 我们真的不扩张了 龙承笑道 你觉得呢 蒂洛西喝了一口茶 笑道 太监就是心眼多 吃完饭 龙承回到了秋星殿 房间里传来一阵嬉闹的声音 一听就是小鹅和小黛玉在玩 香宁表面上呵斥 实际上不怎么管 香宁觉得龙承是南梁人 小鹅和小黛玉也是南梁人 让他们陪陪龙承 可以慰藉思乡之情 进了房间 果然看到小鹅躲在被窝里 小黛玉在被子上挠他的痒痒 大人救命啊 黛玉欺负我 小鹅缩进被窝里 不敢出来 龙承笑道 你傻不傻 你用被子把它包住就行了 小鹅听了 马上拱起被子 把上面的小黛玉 给包住了 搞得小黛玉连练叫躯 大人偏心 两人打闹的时候 张倩进来了 看到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床榻 张倩冷脸呵斥道 还不出去 罚你们去洗衣服 现在寒冬腊月 洗衣服可是苦茶室 小鹅和小黛玉马上不闹了 急急忙忙溜了 大人不该如此放纵他们 张倩把床铺整理好 一边抱怨龙承太纵容 都是小孩子 到了宫里挺可怜的 铺好床 龙承休息 四方楼楼主红旗 从户部出来后回到了四方楼 四方楼是一栋很大的阁 总共四层 每一层都有108个房间 里面卖着各种各样的商品 四方楼呈半月弧形 所以又换做半月楼 到了楼前 很多主顾与红旗打招呼 红旗一一硬了 然后走到后院 这里是四方楼的内院 外人不得善入 门口一个身材同样魁梧 身穿黑衣的男子 拜到 楼主 红旗微微点头 然后抱着盒子进去了 后院还有一个小阁楼 两层的 门口十几个黑衣人持刀把手 红旗快步进了阁楼 踩着楼梯上了第二层 到了一个小房间门口 属下回来了 红旗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说道 里面传来一道男子的声音 进来吧 红旗走进小房间 里面坐着一个男子 此人皮肤白皙 看不出年纪 身穿明黄丝绸雕花衣服 明黄是正色 只有皇族才能穿 这个男子不仅穿了 衣服上还雕龙苗凤 此人正是天下会的会长鸡霸 龙承恩怎么说 鸡霸的外表看不出年纪 但一开口就能听出是个中年人 外表好变 声音难改 除非刻意改变声线 按照会长的意思 属下提出不 不许东周继续扩张 他说要请示女帝以后才能定夺 同时他也提出了条件 要求男梁 西夏不再进犯东周 红旗如实禀报 鸡霸听了微微点头 嗯 这样才合情里 答应得太爽快 反而有问题 等他请示女帝 寡人料定女帝会答应 帝王称姑道寡 这个会长鸡霸也如此 龙承恩又发明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玉唇 一样是月花霜 红旗马上打开盒子 展示了两样产品 鸡霸拿起月花霜 抹在脸上 试了试效果 不错 他说 这个龙承恩真是个人才 找个机会试试他 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天下会 鸡霸很欣赏龙承这样的人才 红旗心中有些不高兴 但脸上没有丝毫表露 拜道 属下记住了 鸡霸放下月花霜 淡淡地说道 你做事很得力 就算龙承恩加入天下会也不会影响到你 红旗虽然喜怒不形于色 鸡霸却看得明明白白 红旗连忙拜道 属下不敢 鸡霸问道 龙承恩的身份查清了吗 他到底是不是龙承 对于龙承的真实身份 所有人都在 在查 天下会也不例外 红旗回道 属下派人去了白狼山 找到了一个东西 说着 红旗从袖子里拿出一块令牌 鸡霸接了令牌 仔细看了 是一块铜牌 上面一个陈字 属下查了很多次 龙承恩的身份扑朔迷离 宫里查到的消息 说龙承恩是龙家军的侍卫 龙承恩刚入宫的时候 说自己是南梁书香门第的 被李承道杀了全家 在后来 他又在临江城说他是张承恩 就连他的名字也很混乱 他先说自己名叫龙奥天 后来又变成了龙 龙承恩 最奇怪的是他自己说的 和宫里的资料不一样 他说自己是龙家军的人 但宫里资料显示他和龙家没有任何关系 说法太多 属下也无法确定 但他绝对不是龙承 这块令牌是龙承的 属下在白狼山挖了很久才找到 龙承确实死在了白狼山 尸骨无存 天下会就是天下会 打听得很清楚 但龙承故意把自己的身份说得乱七八糟 把这些人搞猛了 击把将令牌放在桌上 说道 第一次遇到这么有意思的事情 龙承恩和女帝似乎都在有 把身份搞乱 让人查不清底细 我看最可信的身份是张承恩 此人被龙爷养大 虽非亲生 却堪比义子 龙爷一家死了 张承恩为龙家报仇 也算合情合理 他的身份不用管了 只要他们不再对南梁开战就行 击把要的是天下军事 他和龙承有生意做 有钱赚 那就行了 其他的事情他并不关心 红旗败道 会长英明 击把挥挥手 红旗退出小房间 屏风后走出两个胖不肥的女子 击把躺下 两人各自抱着一只脚 送入宫里面 把身份搞乱 自己怀中暖脚 红旗下楼 到了外面 见到一个身穿宫装的女子过来 红楼主 上书大人给您的信 女子把信给了红旗 然后转身离开 红旗拿着信进了屋子 是龙承送来的信 信上说 女帝答应了天下会的要求 但重申了 如果天下会管不住南梁 东周将无限反击的原则 红旗心中暗喜 马上报之击吧 有龙承的产品 四方楼隐影成了天下会最重要的堂口 红旗在帮会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他希望能和龙承一直合作下去 早上 龙承从房间里出来 伸个懒腰 呼吸外面新鲜的空气 整个人精神了 大人 温柔乡里多舒服 到外面吹冷风 香宁酸溜溜的说道 龙承笑嘻嘻凑到香宁身前 笑道 里面的香味太浓了 想闻闻你的香味 香宁像一只害怕被发现的小鹿 焦急的说道 大人 被人发现了 龙承笑道 我是太监总管 后宫我说了算 香宁说道 大白天的干正事去 大人现在是朝中的大人物了 龙承笑了笑 吃过早饭忙正事 上次朝会 兵部尚书白丘炼叫嚣着要彻查水寒阵亡一事 这些时候一直没动静 按理说 他应该找龙承麻烦 至少拉到督察院问话什么的 白丘炼不找上门 龙承也懒得搭理 反正背后有女帝操控 龙承出门往工部去 张倩跟着 工部正在忙着制作玉唇膏和月花霜 制作这两种东西需要用到很多香料和名贵药材 制作工艺要求很细致 所以 这次除了用太监以外 还用了很多宫女 她们手巧 给圣上和三位公主送过去 她们最需要这些 再给宫里的宫女都发一份 龙承对宫里的美女从来不小气 侍郎徐明说道 大人对她们真好 徐明马上安排人给女帝和公主先送 蒂洛西的玉唇膏和月花霜由龙承亲自带过去 拿着玉唇膏和月花霜到了西宫 蒂洛西还披着雕球烤火 他们两个呢 乐不思蜀 蒂洛西有些不高兴 张倩马上去叫人回来 龙承把玉唇膏和月花霜给蒂洛西抹上 这个可以让嘴唇水润不起皮 这个可以让肌肤光泽鲜嫩 蒂洛西问道 听清月说 公布又出了两个好产品 就是这个吧 龙承笑道 对 就是这个 美容养颜 女人福音 蒂洛西闻了闻香味 说道 母后会喜欢的 龙承把月花霜收好 说道 送过去了 蒂洛西又说道 大姐二姐也会喜欢 龙承顺口说道 他们也送了 中计了 龙承说完就后悔了 死太监 我就知道你花心 你敢送给大姐二姐 你跟他们是不是按通款去 蒂洛西瞬间炸锚 把龙承抱起来 按在榻上 压住龙承 龙承心里一阵卧槽 修为不行就是憋屈 动不动就被按住一顿揍 必须尽快提升修为 唇膏和月花霜推出后 立即大卖 而且价格卖得极高 一方面是因为制作成本高 用了很多香料和名贵药材 另一方面是消费群体高端 特别是月花霜基本都卖给贵妇人和喜欢涂脂抹粉的有钱男人 这样一来 卖出的价钱就很高了 户部又大赚了一笔 天下会也很高兴 感觉和龙承做买卖实在划算 红旗靠着龙承这棵摇钱树 让四方楼超过了南梁的堂口 成了天下会第一楼主 南梁 金陵城 二皇子李继夜神色阴沉 脚步匆匆进了内庭 进了御书房 李承道正在批阅奏折 而臣参见父皇 李继夜深深一败 成皇成孔 在帝王家 父子也是君臣 没有那么多寒情默默 李承道继续批阅奏折 没有抬头看他 淡淡地问道 扶元楼怎么说 扶元楼是天下会在南梁金陵城的堂口 楼主名叫花依依 李承道四个皇子 大皇子是太子 负责协理朝政 而李继夜则是负责户部和国库 总领南梁的各种生意买卖 天下会那边自然是他去联系 扶元楼说 东周已经答应不再扩张 就以采石城为鉴 也请我们南梁不要再起耽搁 李继夜说得很小心 李承道手中的毛笔突然停顿下来 抬头看着李继夜 表情依旧看不出喜怒 说道 所以 天下会和龙承恩做生意有钱赚 他们就不针对东周 李承道本以为东周会被天下会制裁 所以派李继夜去交涉 当然 李承道也准备了筹码 他愿意让出一些官银的买卖给天下会 可是天下会表示不感兴趣 父皇 而臣听说龙承恩又推出了两样东西 此物卖得极好 而且价格极高 如今金陵城中的王公贵妇都趋之若鹜 甚至转手就能价格翻倍 李继夜从袖子里拿出一根玉唇膏 一盒月划霜 恭敬地呈上去 太监中贵接了 然后递给李承道 李承道拿在手里半天不知道怎么用 问道 如何使用 李继夜马上给李承道展示如何用 这个龙承恩总能做出令人惊奇的东西来 收了玉唇膏和月花霜 李承道冷冷问道 正让你琢磨一些新东西 你做得如何了 李继夜心中暗暗叫苦 这事情根本没法做 李承道看龙承古道出来了好东西 他也想搞些新东西拿去卖 可是 这种事情根本没法搞 李继夜召集了许多能工巧匠 最后没有一个搞成的 而臣已经有进展了 李继夜心虚地说道 李承道脸色微冷 李继夜吓得浑身哆嗦 父皇息怒 而臣在召集一些能工巧匠 一定想出好东西 没有继续问新产品的事情 而是问道 龙帮那边联系了吗 李承道和天下会的关系一直不好 这次南梁吃了大亏 天下会不针对东周 还要求南梁不报复 李承道心里很窝火 天下会不合作 李承道打算找龙帮寻求帮助 而臣找了龙帮 他们说会向帮主禀报 李继夜找完天下会 转头就找了龙帮 但是龙帮朱雀堂堂主的回复很含糊 李承道终于怒了 骂道 龙承恩这个死太监 连龙帮也替他说话吗 龙� 李承和天下会 龙帮都有合作 这个事情他知道 李继夜吓得瑟瑟发抖 不敢说话 告诉龙帮 只要他配合朕 朕可以把天下会驱逐出南梁 只留下龙帮 李承道真的愤怒了 李继夜吃了一惊 他没想到李承道这么疯狂 居然敢说把天下会驱逐出南梁 这不是公开和天下会宣战吗 而臣遵旨 李继夜知道这很疯狂 但不敢反驳 快去 李承道怒吓 李继夜递着出了御书房 到了外头 迎面碰到玄机子 二皇子 玄机子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道长 李继夜擦了擦额头的汗珠 看起来惊魂未定 尚未发怒了 玄机子呵呵笑道 李继夜甘笑道 没有没有 我先走了 看着李继夜灰溜溜的样子 玄机子知道肯定出事了 连忙走进了御书房 李继夜匆匆忙忙出了皇宫 直奔朱雀堂而去 他知道李承道的做法欠妥当 但他不敢违抗 刚走出没多远 中贵就追上来 拦住了李继夜的马车 殿下 尚未收回成命 此事作罢 李继夜松 李继夜松了口气 说道 儿臣皆指 东周 西宫 龙晨把一块驼龙的毯子铺在炕上 又拿了几床鸭绒被过来放好 好了 这下冬天不会冷了 龙晨给蒂洛西做了一个热炕 还专门做了几床鸭绒被 蒂洛西脱了鞋子 坐在炕上 果然很暖和 以前烧风窝煤和炭火 房间必须开窗户 温度起不来 现在可以关着窗户了 炕的温度可以慢慢让整个房间暖和起来 不错 除了我这里 其他地方做了热炕吗 蒂洛 蒂洛西随口一问 龙晨心头一颤 马上说道 除了圣上的奉鸣功 就我自己做了 其他人绝对没有 上次给蒂宇威和蒂心碗送了月花霜 被蒂洛西收拾了一晚上 把龙晨搞得死去活来 吃一欠掌一掷 龙晨绝对不会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蒂洛西坐在热炕上 悬翼拿了一张特制的小桌子 说道 公主 小龙龙为您特制的 清月拿了一个红泥小火炉放在旁边 说道 小龙龙给公主喝茶用的 蒂洛西很满意 夸� 蒂洛西想到 算你识相 上次的事情就算了 原谅你 龙晨松了口气 总算是过去了 公主 我没有给别人做热炕 但是如果他们羡慕你 自己做了 那就不关我事 热炕这么好的东西 蒂羽威和蒂心碗肯定会跟进 到时候 如果把帐算在龙晨头上 那真是冤枉死了 所以 龙晨要先说清楚 蒂洛西说道 那不关你事 那就行了 龙晨也上了炕 拿起小茶壶煮茶 门外 张倩快步走进来 说道 公主 大人 景天烈回巢了 蒂洛西本来高兴的脸色当时变了 冷冷说道 景天烈回来了 怎么事先没有任何招呼 龙晨和景恒一直有矛盾 景天烈回来了 很多事情要开始了 虽然知道景天烈早晚要回来 龙晨和景家的冲突早晚要了结 可是景天烈真回来的时候 蒂洛西还是感觉头大 他不是在玉佛关镇守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悬疑感觉奇怪 玉佛关是东周和西夏对峙的关口 西边是西夏 东边是东周 龙晨说道 西夏一直很听天下会的话 我让天下会管好西夏 所以 玉佛关平静了 景天烈就回来了 以前东周和西夏的关系紧张 西边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景天烈必须镇守边关 现在局势缓和 景天烈就可以回朝解决龙晨 原来是我们帮了他 清月读农一句 蒂洛西也不想见到景天烈 可是他身为公主 不可能为了牵制景天烈就故意和西夏冲突打仗 龙晨笑道 别这么紧张 这一次 我们是猎人 他是猎物 蒂洛西提醒道 景恒是个蠢货 景天烈不是 此人武艺高 心思狡诈 你要小心应对 龙晨笑道 我知道 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胆大心细 这不用蒂洛西提醒 能成为东周的大将军 连女帝都给面子 这样的人当然厉害 龙晨在南梁的时候 特意分析过景天烈的性格和弱点 此人厉害是厉害 但是一个人太厉害就会过分自信 蒂洛西还是很担心 起身想去奉明宫 我要跟母后说一下 万一你有危险 龙晨拦住蒂洛西 说道 你怎么说 让景天烈别杀我 这次下棋的是圣上 打前锋的棋子 是我 你让我躲在后面 女帝想削弱大将军府的势力 但她不可能亲自动手 正面和景天烈交锋的是龙晨 先锋大将怎么可能躲在背后 张倩说道 景天烈正在圣上那里呢 蒂洛西盘腿坐回去 心里不停地盘算着 怎么对付景天烈 公主 这事情你不能掺和 一切由我来 龙晨非常郑重地说道 蒂洛西生气了 说道 我不掺和 看你去死 龙晨无语了 你就这么看不起我 此事公主必须避嫌 如果公主插手此事 那就代表皇族与景家翻脸 我和景天烈就算闹翻了天 也是大臣之间的争斗 很正常 蒂洛西只是脾气火爆 不是不同情理的人 龙晨这样说 蒂洛西自然知道 那你小心 景天烈很难对付 蒂洛西只能叹息答应 龙晨起身说道 我回去准备下 龙晨下了床 穿好鞋子往外走 张倩跟过去 蒂洛西马上吩咐悬一和清月 你们两个这段时间 就跟着龙晨恩寸步不离 不得有任何闪失 玄一和清月马上跟了出去 凤鸣公书房 女帝坐在暗台后 前面站着一个将军 此人身材魁梧 方方正正的脸 一双丹凤眼不怒自威 身披红色铠甲 铠甲上挥着火焰 腰间挂着佩刀 身上的披风还没有解下 此人正是东周大将军景天烈 末将拜见圣上 景天烈只是拱手毅礼 并没有像其他大臣一样弯腰下半 将军免列 赐坐 尹凤搬了椅子过来 和女帝正对着坐下 将军回朝 怎么也不说说一声 遇佛关没问题吗 女帝声音平淡 没有喜怒 但有问责的意思 将军在外镇守边关 怎么可以说 回来就回来 景天烈语气带着歉意地说道 末将有罪 只因前些日子收到家书 说老母病重 所以才敢回来 末将不该善离职守 所以一回来就向圣上请罪 女帝醋眉问尹凤 徐老夫人病重吗 朕如何不知 景天烈的老母亲一直由太医院的人照料身子 给最好的太医 最好的药 如果徐老夫人病了 女帝会亲自过问 已是对景天烈的优待 尹凤也是奇怪 回到 属下未曾听说老夫人身子不适 景天烈微微诧异道 或许老母不想惊动圣上 这些时候朝中事情太多 换了尚书 又打了几场大仗 这话说出来 气氛顿时有些微妙了 换了尚书 意思是 把他儿子锦衡换掉了 打了几场大仗 自然说的是 龙城攻战临江城的两次大战 尹凤在旁边 脸色微微变动 女帝却神色如常 说道 也是 今日朝中事情太多 或许是朕疏忽了 大将军先回府探望吧 有事情 朝会再说不迟 尹凤 安排太医随大将军一同去 这些人也真是 老夫人身子不适 朕居然不知道 替朕好好训斥一番 景天烈挑起了话头 女帝却不接话 只是轻轻带过 尹凤拜道 属下遵旨 景天烈起身拜道 末将告退 女帝不接话 景天烈也不再说 景天烈出了凤明宫回家 尹凤马上安排太医过去 尹凤回到凤明宫 说道 圣上 景天烈这次回来 还带了三千精锐骑兵 这是意图不轨 女帝面色平和 没有生气的样子 三千骑兵有什么用 不过是示威罢了 随她 女儿城附近十万精兵 直接受女帝统领 景天烈三千骑兵 有个屁用 景天烈这样做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属下方才问了太医院 太医令说 徐老夫人身子骨没事 这景天烈欺君 尹凤安排太医的时候 顺带问了情况 太医令说 徐老夫人身体好得很 女帝笑了笑 说道 她说病重就病重 无所谓 尹凤心中不满 但女帝如此态度 她也不好多说 龙城安那里 要不要提醒一下 尹凤问道 刚才话里话外 景天烈已经开始针对龙城了 女帝摇头笑道 她还用你提醒 尹凤想想也是 要论狡诈 龙城歼似鬼 景天烈阴沉着脸从宫里出来 十几个全身披甲的清兵在宫外等候 一个个眼神蛮横凶狠 特别显眼的是盔甲上的烈焰花纹 这是景家赤焰君的标志 景天烈出来 清兵连忙上来 刚要上马离开 迎面一辆马车停下来 清兵立即按住刀剑 帘子掀开 一个身穿白色雕球 仔细描了妆容的女子走下来 大将军回来 怎么也不告知一声 此人正是兵部尚书白秋炼 得知景天烈回来 白秋炼赶忙化了妆来相见 见到白秋炼 景天烈阴沉的脸变成了满脸堆笑 一副见了老乡好的神色 秋炼越发光彩照人了 听到景天烈的夸奖 白秋炼笑容赞开 羞涩地笑道 怎比得上大将军威武 景天烈看了眼公们 说道 你我同城一车 慢慢说些话 白秋炼老脸一红 低声笑道 再好不过了 马车到了景家附近停下来 景天烈从马车上下来 白秋炼掀开帘子挥手作别 景天烈上了自己的座骑 带着十几个清兵到了府底门口 清兵敲了门 仆一开门见到景天烈回来 马上报知孙氏知晓 白秋炼在马车上远远看着景天烈进了家门 才恋恋不舍地回去了 景天烈进了府底 和府上下一片喜庆 因为景衡被罢官的阴郁一扫而空 孙氏见到景天烈 高兴地说道 老爷回来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快去把少爷叫出来 整天就知道躲在书房鬼混 仆人马上进了后院的书房 景衡很快心冲冲地跑出来 爹 你终于回来 那个死太监 景衡上来就想告状 却被景天烈冷力的眼神止住了 混账东西 等一下收拾你 景天烈第一句就是骂人 搞得景衡把话吞回了喉咙 孙氏给景衡一个眼神 景衡马上低头退开 景天烈进屋脱了铠甲 然后进了后院 先见自己的老母亲徐氏 景天烈是个孝子 大家都这么说 门外 太医院的太医来了 说来给徐老夫人看病 孙氏说道 老夫人身子好着呢 看什么病 太医一脸猛逼 又不好多问 只得退出了府邸 给老夫人请安后 景天烈坐在正堂 孙氏坐在旁边 景衡站在中间 家中的仆役都站好 一起给景天烈请安行礼 礼书完了后 孙氏让其他人都退下 只有景衡站在中间 景衡低着头 等着景天烈训斥 好好一个户部上说 在你手里丢了 还被人查出那么多的亏空 你让我景天烈的面子往哪放 景天烈开始骂了 景衡低头辩解 那些亏空又不全是在我手里造成的 户部以前是别人管的 亏空大部分出现在以前 景衡这样说也没错 景天烈却大怒 那你怎么把户部丢了 景衡争辩道 这都怪那个龙承恩死太监 我做的账目没问题 他却发明了新的记账法 把户部查了个底朝天 孙氏见景天烈骂得厉害 出言为户 老爷 这事情也不能全怪盒儿 他只是过个手 账目都是按照惯例做的 都怪那个龙承恩多事 景天烈不满道 慈母多半 就是你纵容他 小时候说练武太累 你就不让他练武 读书他说太苦 你又不让他读书 现在你看看 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废物一个 景衡被骂习惯了 对这些话不敢冒 他还听出景天烈的气消了 景衡说道 爹 只要杀了那个龙承恩 一切都会正常的 现在的户部油水可多了 只要我们重掌户部多少钱都有 景天烈单凤眼微微眯起 景衡下得赶紧低头 好了老爷 你回来大家都高兴 我们吃饭去吧 孙氏使个眼色 景衡赶紧挥溜溜出去了 就是你纵容 景天烈不满的起身 往吃饭的院子去 孙氏在后面吩咐下人给景天烈准备好书房 卧室也要重新换被褥 一个长着包牙的中年女子走过来 此人是孙氏的贴身侍女十六 夫人 刚下老爷和白丘恋一起坐马车回来的 从宫门口开始一直到门外 十六低声说道 孙氏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破口骂道 贱人不要面皮 女儿都可以出嫁了 还勾搭别人的汉子 还想把女儿嫁给我 做梦 做娘的不检点 生出来的也是小贱胚子 那李军军也是个废物 自家女人偷汉子 他也管不了 李军军就是白丘恋的绿帽老公 十六见孙氏骂的声音太大 赶忙说道 夫人 老爷在呢 孙氏气得不轻 但又不敢让景天烈听到 只得忍气吞声 景天烈突然回朝的消息迅速传遍惊师 大家都预感一场暴风雨要来临 一个是大将军 一个是天才太监 大家都等着看戏 到底鹿死水手 秋星辩 龙晨写了一封信 仔细封好 送到四方楼去 亲手交给红旗 张倩拿了信 悄悄出宫 玄一和清月在房间里陪着龙晨 他们也很担心龙晨的安全 我听说 那次在户部的刺杀是紧横暗中指使的 玄一说起以前的刺杀 语气很凝重 清月也说道 按照那人的样子和手段 很像景天烈手下的墨鱼 景家的刺客 他们多少知道一些 但知道也没用 所谓捉贼捉脏没有抓到墨鱼 就算知道是紧横指使 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没有抓到人 上次的事情就不说了 今天景天烈回来了 我估计明天白秋练也该动手了 不管了 睡觉吧 龙晨把外套衣服挂在架子上 第二天一大早 湘宁就在外面敲门 张倩听到声音 披着衣服起来 隔着门问道 什么事情 湘宁说道 督察院私务来传话 请龙大人去督察院配合调查水寒将军一案 张倩眉头一皱 沉声骂道 终于来了吗 倩姐姐 大人他会不会有事啊 湘宁很担心龙晨会被景天烈搞死 张倩冷笑道 不怕 我们家大人比谁都奸诈 谁死还不一定呢 龙晨听到动静 慢慢睁开心松的眼睛 张倩怕耽误正事 走过来掀被子 说道 起床了 督察院私务过来传话了 龙晨问道 督察院的人来了 要开始审理水寒的案子 龙晨不担心案子本身 就算最后把事情曝光 倒霉的也是紧横 但是怎么利用这个案子 最大限度打压景天烈 这就要看手段了 而且 景天烈不会束手就擒 他会激烈反抗 甚至狗急跳墙 张倩说道 应该是 大人 要不要让公主一起去 龙晨笑道 不 我自己去 这个事情 公主要避嫌 当然 督察院肯定也会问询公主 作为最关键的当事人 蒂洛西肯定也在询问之列 最重要的是 景天烈觉得 女帝在针对她 在有计划地铲除景家的事里 蒂洛西做事受了女帝的指使 所以 蒂洛西肯定也会被叫过去问话 龙晨穿好衣服 吃过早饭 到了外院 见到了督察院的私务 是一个中年女子 脸上皱纹很多 见过尚书大人 私务恭敬行礼 劳烦私务带路 龙晨和颜悦色 这个私务懂礼术 请大人随下官来 私务在前面带路 龙晨四人走路 往督察院去 东周以督察院和刑部作为审判机构 刑部负责抓人判刑 督察院负责监察复合 这次以督察院作为领头 刑部和兵部一同审礼 是因为涉案人员特殊 督察院就在皇宫南面 那里是六部和其他京市衙们所在 出了皇宫 就到了督察院 门口的衙裔 身穿黑色衣服 手持水火棍 见到龙晨过来 纷纷弯腰行礼 龙晨进了督察院 走进正堂 见到督察院御史白安宁坐在中间 旁边是刑 刑部尚书胡成福和兵部尚书白丘炼 底下是几个督察院的衙裔 持刀宿礼 张倩在门口等着 龙晨走到正堂 看了看周围 连张椅子都没有 这意思是 让他站着问话 堂下何人 白丘炼开口呵斥 御史白安宁吃了一惊 这里是督察院 他是主审 应该他问话才对 而且龙晨的身份特殊 只是问话 又不是人犯 龙晨知道白丘炼在作威作福 心中冷笑 反问道 你是何人 白丘炼本想给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龙晨不给面 龙晨安 今日 我们三部奉旨审讯 你敢不配合 龙晨哈哈笑道 审讯 我有何罪 白丘炼冷笑道 你害死了临江城大将水寒 龙晨指着坐在旁边记录审讯过程的主部 冷声说道 记好了 兵部尚书白丘炼 污蔑公部尚书 户部尚书 太监总管龙晨恩杀水寒将军 主部愣住了 他抬头看向白安宁 白安宁赶紧灭火 说道 龙尚书严重了 只是照例问询而已 龙晨却不给面子 冷冷笑道 照例问询 你刚才说的什么 你听不见吗 圣上让你主审 你就该如实记录 他说什么 你记录什么 白丘炼 你污蔑当朝大臣杀人 此事我会奏明圣上 彻查到底 龙晨根本不理会白安宁 揪住白丘炼的话不放 对付这样的老贱人绝对不能客气 稍微有点退让 他就会得寸进尺 白丘炼被龙晨说得气急 却又不敢再说 龙尚说 今日我们请您过来问询而已 没人说你杀害水寒将军 刑部尚书胡成复也出来帮忙灭火 龙晨冷笑道 他不是人 白丘炼怒了 死太监 你说 谁不是人 龙晨也怒了 说你这个老贱人 白丘炼拍桌子站起来 龙晨冷笑而已 根本不理他 白丘炼是王者巅峰修为 但打起来谁死不一定 督察院御使白安宁两边安抚 白尚书 这里是督察院 问话就问话 龙尚说 我们查案需要 请您过来问询 不必如此 白丘炼的下马威没用 气呼呼地重新坐下来 龙晨冷冷说道 白玉使 既然是照例问询 我又不是人犯 你们坐着 我站着 本来给龙晨安排了座位的 白丘炼故意撤掉了 来人给龙尚书安排座椅 白安宁马上安排 两个牙翼搬了一张椅子过来 请龙晨坐下 坐在交椅上 龙晨微微往后靠 冷冷看着三位尚书 论朝廷地位 龙晨是两部尚书和太监总管 比他们的地位高 这次查案 督察院是主审 所以白安宁开口道 龙尚书 我们奉旨彻查水寒将军死亡一案 我们前些日子也查了一些 现在需要问询一下 毕竟龙尚书当时就在临江城 龙晨点头道 此事是圣上在朝堂上定下的 我配合 白安宁暗暗松了口气 如果龙晨不配合 白安宁也没办法 白丘炼看起来气势汹汹 气势外强中干 他们三个人和龙晨平级根本无权强制 更何况 谁都知道龙晨和蒂洛西的关系 女帝也偏向于龙晨 那好 我就开始问了 白安宁看了一眼主步 是以她开始记录 水寒将军的死因是被上官为重伤 是这样吗 龙晨说道 对 临江城大战后的第二天 我回到城内 四公主刚刚任命水寒为临江城主将 她的伤就爆发了 不致身亡 白安宁又问道 水寒将军是如何受伤的 伤在哪里 龙晨说道 那我不知道 当日公主与上官为大战时 我带兵偷袭采石城 并不在场 只有水寒将军伤势爆发的时候 我在场看到了 他伤在心脉 白安宁再次问道 那就是说 水寒将军与上官为交战时 龙尚书并不在场 龙晨点头道 对 当时与上官为交战的是四公主 李仙南将军 玄一和清月 后来中书侍郎尹凤也加入了 既然你不在场 你怎么知道水寒将军怎么死的 白丘恋插话了 龙晨没有理会他 完全无事 我再问你话 白丘恋拍桌子站起来 龙晨翘着二郎腿 根本不理会白丘恋 白安宁怕两个人又吵起来 问道 既然龙尚书不在 如何能断定水寒将军是被上官为所伤 龙晨说道 我们查看过他的伤势 确实伤在心脉 他自己也说了 当时被上官为的大己击中 护心镜也碎裂了 旁边的督察院主部一一记录 门外 玄一和清月 张倩三人静静听着里面的问话 白丘恋突然对白安宁说道 他们三个也是当事人 站在门口不合适吧 他们听到了 等下创供怎么办 刑部尚书胡成复附和道 对 他们三个也是当事人 不该站在门口 白安宁正要说话 龙晨却说道 什么叫创供 白丘恋 你又给我扣帽子 我是罪犯吗 白丘恋怒目原争 白安宁连忙劝住 龙尚书是配合我们问询 只是他们三位确实不该在这里 还请龙尚书理解 龙晨冷笑一声 回头对张倩三人招招手 示意他们到外面去 张倩三人当然不愿意 他们怕龙晨遇到危险 白丘恋趁机讥讽道 早听说龙尚书在后宫的� 红颜知己多 果然不假 白安宁和胡成复也低头暗笑 这个事情满朝文武都知道 龙晨没有理会白丘恋 而是转头看向正在记录的督察院主部 李主播 白尚书说 我的红颜知己多 你觉得是不是 这个督察院主部不是别人 正是白丘恋的丈夫李军军 李军军抬头看着龙晨 不知道龙晨这话什么意思 下官 不知道 白丘恋冷眉训斥道 你是笼子吗 这样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废物 当众被老婆骂废物 李军军却不敢反驳 只能低下头 手中毛毛毛毛毛毛 毛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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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 大家都知道 白丘恋被龙晨说得满脸通红 李军军更是脸色冰冷 手中毛笔悬在空中晃晃悠悠 一滴墨汁落在了纸上 他也不处理 就是呆呆地看着侧子 白丘恋大怒 骂道 你敢说大将军 龙晨冷笑道 我何曾说了大将军 我说你的相好 难道你的相好就是大将军 白丘恋气得满脸通红 白安宁和胡成傅却不敢再笑 白丘恋没什么 景天列他们惹不起 龙尚说 我们正经问询查案 还是不要牵扯其他人 刑部尚书胡成傅出来劝架 龙晨冷笑道 胡尚说 你这是拉偏架呀 明明这个老妖婆 三番两次找查 你劝我做甚 你该劝劝这个疯婆子 白丘恋气得想动手 胡成傅转头对白丘恋说道 白尚书正经审案 别说其他的 白安宁继续说道 龙尚书 请三位将军先出去一下 避避嫌 龙晨回头挥挥手 张倩摇摇头 他们不肯走 没事 这里是督察院 谁敢在这里行刺 张倩三人 这才到外面等着 白安宁继续问道 按照龙尚书所说 水寒将军被上官威大吉所伤 而且伤在心窝处 第二日突然暴毙 龙晨点头道 没错 就是这样 刑部尚书胡成傅说道 可我们问询了一些临江城的军事 他们说 水将军的下颚骨碎裂 似乎有被拷打的痕迹 这是什么原因 白丘恋和白安宁静等 龙晨的回答 这段时间 督察院和刑部没有闲着 他们去了临江城 也问了一些士兵 龙晨沉默不语 白丘恋觉得抓住了要害 继续追问 水将军头部的伤 哪里来的 我听说 那个伤很狠心 而且很重 你不要告诉我 那也是上官威造成的 龙晨淡淡说道 不错 就是上官威造成的 白丘恋了一下 随即哈哈大笑道 好 说得好 还不快点记下 李军军被老婆呵斥 头也不敢抬 默默地记下 白安宁又问道 水将军受的伤什么样的 龙尚书记得吗 龙晨挠了挠头 说道 就是大己击穿护心镜 造成了重伤 白丘恋问道 那就是顿气伤了 龙晨没有理会 白安宁又问了一遍 如果是大己所伤 伤口应该是顿气模样 可是如此 龙晨点头道 对 就是如此 刑部尚书 胡成复追问道 你确定 龙晨点点头 说道 应该就是这样 白丘恋喜行余色 指着李军军呵斥道 记下没有 李军军低头不说话 默默地记录问询经过 好 我们问完了 请让玄一和清月两位将军进来 白安宁对龙晨说 因为他们三个都听龙晨的话 而且 玄一和清月都是公主的人 他们不敢太放肆 白丘恋却说道 不行 不能让他去叫人 谁知道会不会说悄悄话 龙晨审笑道 白玉使自己去吧 省得某些人嚼舌头 说完 龙晨起身从侧门出了督察院 奉民宫 尹奉进了寝殿 女帝正在批阅奏折 圣上 督察院把龙晨恩叫过去了 玄一和清月 张倩三人也被叫过去问话了 四公主刚刚过去 这会儿应该正在问询 督察院的一举一动 女帝都在监视当中 女帝点头道 放出风声 把今日问询的事情都散出去 让大家议论去吧 隐奉拜道 微臣遵旨 蒂洛西从督察院出来 玄一和清月在门口等着 公主 他们没有无礼吧 玄一一脸气愤地问道 蒂洛西冷笑道 无礼 谁敢 白丘恋吗 刚才问话的时候 白丘恋对玄一和清月 张倩三人特别不客气 所以 他们也问蒂洛西 有没有无礼 白丘恋虽然仗着景天烈撑腰 对他们不客气 但对蒂洛西还是客气的 公主就是公主 清月不高兴地说道 白丘恋对我们可凶了 还把龙晨恩骂了一顿 蒂洛西眉头一皱 问道 龙晨恩让他骂了 玄一说道 没有 小龙龙骂回去了 蒂洛西这才高兴一些 对吗 就该骂回去 三人往回走 看到街边停着一辆马车 装饰很奢华 谁的马车啊 这么好说啊 清月督弄一句 跟着蒂洛西回了西宫 督察院里 蒂洛西走后 白丘恋出门坐马车回去了 刑部尚书胡成复 也离开了督察院 督察院 遇使白安宁还在整理今日的问询 主部李军军将记录的文案 细细整理成册 李主部 今日的问询非同小可 你一定要整理好 特别要注意保密 不得让外人知晓 白安宁作为官场老人 知道水寒这个案子 牵扯面太广 一旦外转 必定闹得满城风雨 李军军回到 下官知晓 白安宁看着李军军 唯唯唯诺诺的样子 心中暗暗叹息一声 没有哪个男人 甘愿做绿帽乌龟 这个李军军 虽然沉默寡言 心里肯定是难受的 白安宁想安慰一下 最后还是说不出口 白丘恋是兵部尚书 肩膚是景天恋 他也不敢说 白安宁走后 李军军整理好了 审讯文书 然后低头出了督察院 他不起马 也不坐车 就是徒步上下班 到了督察院外头 迎面一辆马车拦住了去路 李军军没有抬头看 习惯性的绕路 却被一个女的拦下来 开口就是一顿臭骂 你个眉毛的龟孙 自家婆娘管不住 跑出来偷汉子 你自己没掉吗 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 你除了会拉尿 还会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要是管不住 老娘替你管 正是景天烈的老婆孙红艳 朝野一直都有传闻 说白秋恋和景天烈有私情 孙红艳一直忍着 但这次居然坐马车到了他家门口 他感觉不能忍了 刚才看到白秋恋出来 孙红艳纠结半天 不敢拦他 现在李军军出来了 孙红艳就拿他撒气 这时正好六步衙门下班 正是人多的时候 孙红艳一开骂 迅速围上许多看热闹的官吏 这不是大将军的夫人孙氏吗 怎么在这里骂街 对啊 堂堂大将军夫人 搞得跟泼妇一样 有失身份 你没听见吗 李主部的婆娘勾搭了大将军 孙夫人心事问罪来了 李主部的婆娘是谁啊 兵部尚书啊 这你都不知道 不会吧 白尚书和大将军 两个人勾搭上了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孙红艳还在骂你个没卵的东西 婆娘在外面勾搭 你就当缩头乌龟 你骚不骚 告诉你 你家贱货再敢这样勾搭 老娘打断你的狗腿 把你咽了当太监 哼 现在的太监 不是翘得很 很受宠吗 说不定把你调割了 还能当个尚书脸 孙红艳恨白丘恋 也恨龙臣 所以连带把龙臣给骂了一顿 李君君被骂得脸色煞白 周围的人都在看热闹 还有不少是他督察院的同僚 这种羞辱 不断地冲击着他最后的心理防线 直到崩溃 孙红艳 老子有调没调 关你屁事 老子管不住婆娘 你管得住汉子吗 白丘恋不要脸皮 你家景天烈就要脸皮吗 勾搭别人婆娘 还做什么大将军 都是乌龟王八蛋 狗娘养的混账 什么大将军 一个恶伴也 老子怕什么 老子乌龟都当了 你还能怎么样 贱人 管好你家大头兵 李君君突然抱起 眼睛布满血丝 牙齿咬得咔咔响 血从牙龈流出来 混着唾沫喷出 粘在胡须上 头上的帽子掉下来 发丝凌乱 看起来疯了一样 孙宏彦没想到 老实巴交的李君君 会突然抱起 周围看热闹的人 也没想到 李君君胆子这么大 敢当街骂锦天烈不是东西 你 你敢骂大将军 你反了你 孙宏彦气得浑身颤抖 李君君却骂得更加厉害 指着孙宏彦骂道 什么大将军 分明是反贼 敢威逼公主下架 敢勾搭有富之富 敢贪污护不七百万白银 敢养私兵 就是反贼 围观的官吏百姓越来越多 孙宏彦怕了 夫人 走吧 身后的石榴 不停地扯孙宏彦袖子 事态失控 孙宏彦也感觉不妙 气呼呼地钻回马车 马夫驱散众人 分开一条路 往大将军府驶去 孙宏彦走了 李君君还在原地 看着围观的人群 李君君大声说道 我就是那个乌龟 我的婆娘是兵部尚书白秋恋 她和大将军景天烈有私情 是肩夫淫妇 大家看她疯了 都怕惹上事情 陆陆续续散了 李君君一路骂骂咧咧 咧回了家里 龙晨回到秋星殿 乡宁马上给龙晨准备午饭 吃过了饭 龙晨关起门来修炼 这个世界武道称王 提升自己修为才是王道 静心默默运转百鸟嘲讽 体内的武器集中于命门 丹田处空虚 浑身的武器沿着任督二脉游走 汇聚到丹田之后 又集中在命门 这种修炼方式很不一样 冥冥中 龙晨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白鸟嘲讽和修音大法 似乎有一曲同工之妙 如果两种功法一起练呢 于是 龙晨又运起修音大法 浑身的武器加速流转 能感觉到经脉中的气流 像水一样急速运行 疼 钻心的疼 肌肉和筋骨像撕裂一样疼痛 龙晨硬咬着牙齿 死死撑住 虽然很疼 但是明显有效 时间一点点过去 龙晨在疼痛中变得麻木 然后进入一种无我的境界 忘记了自己的身体 只剩下一点意识 在里面修炼呢 轻悦奇怪地从门缝里偷看 笑道 打坐呀 我还以为 又在练什么奇怪的东西 悬疑取笑道 你就知道手指 屋里 龙晨缓缓睁开眼 平息体内的武器 打开门 悬疑笑嘻嘻进来 龙大人的修为又精进了 张倩上前看了下龙晨的衣领 惊讶道 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这天气容易着凉 张倩立即拿衣服过来换上 门外 蒂洛西走了进来 龙晨换好衣服 问道 公主刚才怎么说的 就是我们说好的那样 蒂洛西坐下来说道 督察院问询时候的话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怎么说 刚才在督察院都按照预定的来 他们几个真是狗眼看人爹 对公主客气 对我们杂杂呼呼的 清月恨恨地骂道 龙晨说道 公主 要不让清月和悬疑回到你身边 我担心你也会遭到暗算 景天烈不仅统领赤焰军团 还统领东周的暗卫 女帝和朝中大臣 对景天烈的忌惮 不仅因为赤焰军团的战斗力 还有那支潜伏于暗处的暗卫 军队中建立特务机构很正常 比如上官威的天威军团 就有缝合的特务组织 问题在于 景天烈的暗卫发展过度了 连女帝都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 这么一支隐藏于暗处的武装精锐 女帝肯定不放心 悬疑反对 公主身份特殊 景天烈不敢轻举妄动 你才是最危险的 清月也反对 就是和景天烈的交锋 才刚刚开始 你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那个白秋恋真不要脸 女儿那么大了 还跟景天烈不清不楚的 清月把话题转移到白秋恋身上 他们两个勾勾搭搭 不是一天两天 谁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 蒂洛西比一道 就在这时 外面一个宫女匆匆进来 禀道 公主殿下 刚才孙红艳和李军军 在督察院门口吵架了 龙晨奇怪地问道 孙红艳和李军军吵架 不应该孙红艳找白秋恋对吗 蒂洛西冷笑道 孙红艳此人欺软怕硬 她哪里敢找白秋恋的麻烦 张倩问道 然后呢 李军军又当缩头乌龟了 他们知道 李军军此人懦弱怕事 就算老婆出轨 她也不敢说什么 宫女回道 不 李军军这次爆发了 当街对骂 还把景天烈骂得很厉害 大家都听到了 蒂洛西从龙晨怀里起来 稀奇地说道 有意思 李军军居然爆发了 龙晨慢悠悠搓着完美的后背 想什么时候给蒂洛西把火罐 这么好的背 不把火罐可惜了 不要低估一个男人的尊严 绿帽这种事情是底线 作为一个男人 龙晨可以想象李军军的愤怒 今天在督察院审案的时候 龙晨就用言语激将李军军 那时候 李军军还在忍 当时龙晨只是想下一招贤棋 或许李军军会跟白秋恋翻脸 戴绿帽这种事情 绝对是男人的底线 老婆跟别人出轨了 肩负的老婆 还堵在单位门口叫骂 这时候 如果还能忍 那就不是人了 如此说来 岂不是闹得六步的人都知道了 张倩有些高兴 事情闹大了 龙晨有些奇怪 问道 孙红艳跑到督察院门口堵人 他是不是脑子有病 这样的事情也做得出来 蒂洛西冷笑道 这个孙红艳自作聪明 他不敢找白秋恋 就找李军军 想让李军军丢脸 倒逼白秋恋 孙红艳此人自作聪明 他两个儿子 锦峰随锦天烈 做事凶狠狡诈 锦峰随孙红艳 自作聪明 这样解释就合理了 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 都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情 这是好事 闹得越大越好 龙晨笑了笑 这次孙红艳给了一个助攻 神助攻 锦家 书房里 锦天烈正在看兵书 面前一盆煤炉 蜂窝煤燃烧着 散发着热浪 房门微微开合 一个身穿黑衣 脸上戴着一个黑色面具的人 闪身进来 此人是锦天烈的随行暗卫无名 将军 白尚书送来今日的问询文书 锦天烈接了文书 打开看时 皱眉道 怎么不是督察院的文书 白秋炼给的文书 不是督察院的正规文书 而是白秋炼自己写的 白秋炼的字迹 锦天烈一看就知道 无名低声回道 李主步没有把文书给白尚书 锦天烈翻看的手顿住了 抬起头 脸上带着诧异 说道 李军军赶不给 李军军一直拒内 就算白秋炼和他鬼混 李军军也不敢吭声 这次竟然敢不给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无名站着默不作声 锦天烈冷声说道 你有话没说 无名作为锦天烈的随行暗卫 应该把所有知道的事情禀报 现在无名居然隐瞒了 锦天烈很不高兴 无名犹豫了一下 说道 一位夫人在督察院门口 当众骂李军军乌龟 李军军被激怒 回家后与白尚书大吵一架 他被打成重伤 撕毁了文书 本来李军军按照白秋炼的吩咐 抄露了一份文书 但是因为被骂 他回家后和白秋炼大吵一架 当面撕毁了文书 白秋炼没办法 只好自己凭记忆写了一份 然后送给锦天烈 锦天烈面露惊异 问道 夫人在督察院门口 当众辱骂李军军 无名微微点头 锦天烈手里捏着文书 骂道 妇人之见 坏我大事 他和白秋炼的丑事 一直处于半遮半眼的状态 大家嘴上虽然说了 但没有真凭实据 只能当作绯闻 孙宏彦跑到督察院门口叫骂 这就坐实了两人的奸情 会让锦天烈名誉扫地 无名说道 将军 属下以为 事情可以简单处理 锦天烈摇头说道 不 我的目标不止龙承恩 他要借助这次机会 重新确立他在朝中的地位 让女帝和所有人看到 大将军是东州的住石 所有挑战大将军府的人 都没有好下场 他要杀鸡锦侯 龙承是那只鸡 去临江城的人回来了吗 锦天烈把问询文书 投入火中烧毁 还没有 估计还要两天才能回来 无名派出暗卫 去临江城开关验尸 确认水寒的真正死因 锦天烈点头道 等人回来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确定 水寒不是死在上官威首里 而是被蒂洛西和龙臣所杀 而背后指使之人 就是女帝 朝中依附锦天烈的人不少 如果不给水寒一个交代 那些依附的小弟会背叛 去吧 锦天烈起身出了书房 往后院去 他要教训孙氏 不能再发生这样的荒唐事 孙红艳和李军军对骂的事情 顷刻就传遍了女儿城 衙门官吏和街坊百姓都在议论 说白丘恋和锦天烈勾勾搭搭搭 又说孙红艳奇葩 不惧找淫妇理论 却在门口读李军军 着实让人大开眼见 原本高高在上的大江郡府 突然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 锦天烈的形象一落千丈 凤明宫 女帝坐在热炕上 盘腿看着督察院送来的问询文书 炕上放着一个小茶桌 尹凤用红尼小煤炉烧了一壶水 然后泡了一壶茶 龙尚书真是天才 居然能想出热炕这种好东西 尹凤感觉有了热炕后 冬天就不冷了 女帝笑道 不是我们想不到 是以前不敢想 东周一直缺少木柴 生火做饭都要省着用 谁敢烧炕取暖 地狱山的煤矿开采后 有了蜂窝煤 取暖变得廉价 才用得起热炕 尹凤笑道 三位公主都做了热炕 朝中达官显贵和妇人也做了 好东西学得到快 热炕已经从宫里流传到了民间 连西夏王宫都开始流行了 女帝看完文书 摇头笑道 这个龙承恩 说的什么乱七八糟 前言不搭后语 漏洞百出 尹凤笑道 龙承恩间似鬼 怎么可能会有漏洞 除非他故意这样 女帝把问询文书丢在一边 说道 让他去闹吧 能和景天烈对抗的 也只有他了 尹凤微微点头 给女帝倒了一杯茶 有能力 有胆量 和景天烈硬刚的 也只有龙承 其他大臣 就算不八戒景天烈 也是对他恭恭敬敬 为之如虎 听说孙红燕在督察院门口 与主部李军军对骂 白秋恋把李军军打成重伤 景天烈与白秋恋的绯闻成了笑谈 说起这些八卦 尹凤陡然来了精神 八卦是女人的天性 尹凤也是如此 女帝也笑道 朕也听到了 一个人的威严 会在茶余饭后的笑谈中磨平 喝了一口茶 女帝感觉这个冬天不太冷 秋星变 大片的鹅毛雪 从昏暗的空中飘落 院子里的树干落满了雪 地上铺满了雪 龙承光着膀子 手中铁枪吞吐 好似一条龙在雪中翻腾 雪花落在龙承身上 立即被融化 变成白色的雾气腾起 龙承转腾挪 白色的雾气 和银色的铁枪飘忽不定 带着周围的雪花乱飞 地洛西披着雕球 张倩三人在旁边 看得面红耳赤 小龙龙厉害 清月拍掌呼喊 小龙龙 如果是个男的多好 悬一对地洛西说道 地洛西冷笑道 男的 他要是男的 第一次见面就宰了他 张倩笑道 那是 按照公主的性格 早被杀了千万次 清月笑道 还记得第一次在浴池见到 我们差点挖了他的眼睛 悬一笑道 好在没挖 不然现在成瞎子太贱了 三个人说得起劲 地洛西却陷入了沉思 远处的回廊下 湘宁和小鹅 小黛玉一帮宫女 也在围观 龙臣长相俊朗 肌肉健硕 武艺高强 又很温柔贴心 所有宫女都喜欢他 上次让你找的那位药 还没有找到吗 地洛西突然问道 悬一摇头说道 没有 太医院说 那位药很难找 在极寒之地 公主要那种奇怪的要干嘛 地洛西摆摆手 没什么 想学学医术罢了 小龙龙资质不错呀 看样子 要突破王者境界了 这才一年多的时间而已 如果真的突破了王者境界 那真是妖念 张倩惊讶道 不可能吧 这才多久 地洛西拢了拢雕球 说道 看他的资质了 王者巅峰和武皇 虽然只是一步之遥 却是不可逾越的关口 有些人一辈子也过不去 王者以下 可以凭借苦练 武皇境界 只有天才才能达到 小龙龙的资质 不是一直都很好吗 张倩忍不住说道 论资质 谁敢说龙尘差 地洛西甘笑一声 说道 突破武皇境界 必须将武器聚集 女的汇聚于弹中学 男的汇聚于丹田学 最关键的是影子 张倩三人认真地听着 他们都到了王者境界 需要继续修炼 突破武皇境界 影子是什么 清月问道 地洛西微微叹息一声 那是体内汇聚 而成最精准的一缕武器 女的是阴水 男的是阳火 听到这话 三个人突然都沉默了 影子是阳火 而龙尘是太监 那岂不是永远无法突破 没有别的办法吗 张倩不甘心 地洛西脸色有些无奈 又有些猥琐 许久吐出一句话 让她重新长出来 啊 这 玄一和清月突然脸红起来 问道 公主 真能再长了 那我们还能跟她一起睡吗 哎呀 羞死人了 她要是长出来 我们 啊好害羞啊 两个人的样子 真是太猥琐了 地洛西皱眉骂道 不是你说的 我去藏武阁找到了那本书 那个要好难配 玄一说她在藏武阁 看到过一种 能让太监再生的药 地洛西还真去找了 还真找到了 玄一恍然大悟 难怪公主找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药 原来是想配这再生药 公主 你经常说 如果小龙龙不是太监 你就 清月附和道 公主 你来真的 地洛西翘脸一红 骂道 小骚蹄子 再说 撕了你们的嘴 龙尘收了铁枪 拿起毛巾擦干膀子 走过来问道 说什么呢 几个人赶紧说道 没什么 没什么 龙尘狐疑地看着几个人 问道 一看就有事情瞒着我 说什么见不得人的 几个人面色尴尬 都不好意思说实话 地洛西说道 我们在说白秋恋 和景天烈鬼混的事情 龙尘擦干了身上的汗 但裤子已经汗透了 停下来就感觉了 你们真八卦 我裤子汗透了 陪我洗个澡呗 龙尘一副无赖的样子 抱着悬衣和清月 嘻嘻笑道 若在以前 他们肯定欣然阴郁 可是刚才说了 让龙尘重生的事情 他们突然变得娇羞起来 讨厌 谁跟你一起洗 就是 不要脸 龙尘觉得奇怪 两个小骚蹄子 便真结烈女了 你们没事吧 龙尘看着地洛西问道 地洛西摆摆手 说道 我们没空 你找别人吧 龙尘本以为 他们会很高兴一起洗澡 没想到地洛西 带着张倩三人 进房间打麻将去了 没人陪 龙尘只能一个人洗澡 从浴室转过来 可以听到房间里 噼里啪啦的搓麻将声音 正要进去的时候 无间出现在门口 龙尘快步到了门口 旁边的砖缝里 放着一张纸 龙尘抽出纸 打开看 上面写着一行字 鲜鱼馆 东海包厢 冯和 龙尘心头一喜 当初对冯和说 如果在南梁待不下去了 可以来东周投奔 本来只是一句无心插柳的话 没想到冯和居然来了 收了纸张 龙尘回到房间 地洛西四个人 坐在炕上 正打得热火朝天 龙尘换了一身衣服 一个雕绒帽子 把大半张脸盖住 然后换上雕球大衣 穿上瘦皮靴 平时龙尘在宫里 穿羽绒服 这次出门 为了隐藏身份 特意换上了雕球大衣 大人要出门 张倩看龙尘在换衣服 地洛西回头 看到龙尘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你出去 这时候你还出门 龙尘和景天烈正在对抗 这时候出宫显然不安全 对 我去找一个人 龙尘拿出一把匕首 藏在袖子里 地洛西问道 你出去找谁 龙尘没有说缝合 如果说了 地洛西会更担心 一个故人 回来告诉你 张倩马上丢下麻将 说道 我跟你去 玄一和清月也放下了麻将 马上换衣服 准备跟着一起去 龙尘说道 你们别去 谁都知道 你们贴身跟着我 你们就留在这里打麻将 他们反而会认为 我还在宫里 如果张倩三人跟着 龙尘的目标会变得很大 相反 如果张倩三个 就在房间里打麻将 别人反而会以为 龙尘没出宫 你这是弄险 万一遇到危险 你怎么办 地洛西不同意龙尘一个人去 龙尘笑道 因为景天烈 我连门都不敢出 这算什么 放心 你们在这里打麻将就行 等着我回来 龙尘起身从侧门出了秋星殿 又转过几个回廊 出了皇宫 房间里 张倩焦急地说道 公主 她一个人出去 地洛西沉声说道 她说的没错 如果连出门都不敢 还怎么跟景天烈斗 张倩三人沉默不语 地洛西打起精神 说道 来 继续搓麻将 打几局 她就回来了 龙尘从宫里出来 到了街上 大雪覆盖着房屋街道 路上行人稀少 出门的人都穿着厚厚的衣服 戴着帽子 遮住脸 龙尘一步一步走在路边 脚下的雪发出沙沙的声音 在东周这么久 龙尘几乎都在后宫私混 极少出门逛街 因为后宫美女多 鲜鱼馆是京师有名的馆子 专门卖鱼鲜 消费很贵 龙尘没有来过 但大概知道位置 费了些功夫 龙尘找到了鲜鱼馆 门口挂着一个招子 写着一个鱼字 白色的灯笼高高挂起 发出些许微弱的光 其实古代人的灯笼 一直都是白色的 后来才变成红色 鱼馆门口挂着两扇厚厚的皮门 挡住外面的风雪 龙尘钻进鱼馆 门口一个伙计热情招呼 上面挂着一个牌子 东海 您请 伙计敲了敲门 然后下去招呼别的客人 龙尘推门进去 里面四周摆着四个蜂窝梅炉子 中间一张桌子 几张椅子 正手坐着一个人 穿着厚厚的羊皮袄子 三脚眼 无虚 眼神阴冷 冯河 龙尘坐在了对面 尚书大人 又见面了 对面坐着的正是冯河 但他的样貌却已经完全改变 很显然 冯河的容貌整过了 龙尘看着对面的冯河 容貌虽改 眼神气质却不变 终究还是来了 龙尘笑了笑 伸手去拿桌上的茶壶 冯河马上站起身 拿了茶壶 笑咪咪的给龙尘倒了一杯茶 尚书大人不希望我来 冯河又给自己添了一杯茶 重新坐下来 我欢迎 非常欢迎 以前龙尘和冯河是敌人 但那时候各位其主 没什么好说的 说实话 龙尘很欣赏冯河 他是天生的特务料子 从小就喜欢打探别人隐私 谁家的寡妇勾搭了哪家的汉子 什么时候进门 什么时候出门 在床上多久 冯河都能打听的一清二楚 这就是本事 我来了 大人打算如何安置我 冯河眯起眼睛 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龙尘 那眼神颇有深意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 你想我怎么安置你 龙尘反问道 冯河喝着茶 笑呵呵说道 我来投奔龙大人 龙大人打算怎么安置 就怎么安置 龙尘手里拿着茶杯 没有喝茶 也没有闻一闻茶香味 南梁兵部 没有查你的事情吗 家里人怎么安排的 冯河笑了笑 说道 龙大人把天威军团几乎打没了 几十万的伤亡 没人会在意我 几十个人去哪里了 天威军团这次主将全死 精锐和新兵损失殆尽 冯河的目标 确实变小了 龙尘笑了笑 冯河只说了自己 没有提及他的家人 龙尘知道 冯河在意老母 所以没有继续追问 我如何能相信你 龙尘淡淡地问了一句 上官为死了 天威军团完了 冯河失去了依靠 他来投奔龙尘 这看起来合情合理 但也有可能是李承道的安排 龙大人要如何才能相信我 冯河反问道 令堂大人住到我秋星殿来 我就想相信你 龙尘看着冯河 语气坚定地说道 冯河这人唯一的把柄 就是他的母亲 他只在乎老母 其他人都可以舍弃 所以 龙尘提出这个条件 冯河脸色一冷 甘笑道 不可能 果然 冯河没有答应 龙尘早料道 冯河不会答应 上次在临江城 龙尘就是以此要挟冯河就范 那我无法相信你 你就是李承道派来的奸细 龙尘冷冷说道 冯河起身 伸手拿过龙尘手里的茶 仰头一口喝了 龙大人 张承恩 张承恩虽然是龙老将军的义子 但他毕竟不是亲子 我不相信张承恩会为龙家做这么多 冯河手里拿着茶杯 意味深长地看着龙尘 所以呢 你想说我不是张承恩 我是龙尘 还是龙眼 还是其他死个儿子 这次和龙家军斗了那么久 对龙家的情况太熟悉了 冯河重新倒了一杯茶 又送到龙尘面前 说道 我不知道 你不像龙家任何一个人 当然 你也绝对不是张承恩 龙尘心里松了口气 冯河误判了 想想也对 龙尘魂穿过来 性格与龙尘差别很大 冯河太了解龙家人 对龙尘也很了解 所以才会觉得 眼前这个人不是龙尘 因为性格差异太大 当日在临江城 我说 我是张承恩 你为什么信了 当天在临江城密室 龙尘说自己是张承恩 冯河当时信了 冯河哈哈笑道 那时候 我如果不相信 大人怎么会放我 龙尘愣了一下 随之笑了出来 果然是聪明人 你假装相信 然后换一条活路 冯河根本就不相信龙尘的话 他只是顺着龙尘的意思 给他自己谋一条活路 冯河收敛了面皮上的假笑 说道 比不过大人聪明 你的身份没有一个人猜对了 我也猜不透 一年多的时间 做了两部尚书 还是太监总管 深得女帝信任 龙尘没有在意冯河的马屁 冷冷说道 我不信任你 我们无法合作 所以 你今天约我出来做什么 手里拿不住冯河的把柄 龙尘是不会信任冯河的 间谍特务这种事情 关系到最核心的秘密 如果龙尘无法彻底信任冯河 那就不可能合作 如果冯河不忠心 暗地里发展特务力量 而龙尘又无法掌握实际情况 最后可能反噬 龙大人不相信我 我也没办法 让我送老母入宫 此时我无法答应 冯河不可能让他老母成为人质 龙尘掌握不了冯河的把柄 就无法信任他 两个人的底线重合了 谁都无法退让 那就没得谈了 龙尘甘笑道 冯河摇摇头 说道 信任可以慢慢建立 龙大人何景天烈在斗法 我可以帮你赢 龙尘呵呵笑了笑 说道 我有紧衡通敌的证据 只要当众拿出来 我就可以赢 冯河失笑道 那只是一块残缺的书信而已 如果景天烈不认账呢 冯河说得不错 通敌卖国是重罪 光凭一块烧了大半的信 景天烈不可能认罪 甚至 景天烈可能反咬一口 说信是伪造 那时候说不清楚 你有其他证据 龙尘马上听出了言外之意 既然那封烧了一半的信 无法定罪 那冯河手里 肯定还有别的证据 冯河笑道 龙大人到时候就知道了 我会帮助龙大人 赢得这场争斗 作为我投奔大人的诚意 龙尘心中焦急 很想知道 冯河手里到底有什么 但是龙尘不能表现出来 这样会被冯河牵着鼻子走 你给的残片 只是其中之一 我有足够的证据 扳倒景天烈 龙尘面色平淡 看起来稳坐钓鱼台 丝毫不慌 冯河看着龙尘 呵呵笑了几声 大人还是不信我 慢慢来吧 我已经到了东周 会有时间的 冯河这丝果然难对付 龙尘早有心理准备 当年龙家军和天威军团 明争暗斗 冯河这丝 总能搞到一些内部消息 让龙家军几次陷入被动 现在要把他收入麾下 不能急于一时 问个问题 大人请说 你为什么投奔我 大人是我见过最厉害的 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厉害 龙尘甘笑道 你见过的人那么多 我有那么优秀 世上的天才无数 龙尘不会相信冯河的鬼话 冯河非常认真的说道 对 大人就是这么优秀 以前我觉得 龙尘是天才 能和女帝单挑十几个回合 但是他死了 所谓良情责目而期 贤者责主而逝 我跟了上官威二十年 自己选一个好主子 现在还活着的 大人最优秀 这一番夸奖 听得龙尘鸡皮疙瘩起来了 没想到 这货拍马屁这么在行 牛逼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 大人所谋甚大 冯河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好像看穿了龙尘的心思一样 龙尘脸色微动 笑道 我就是要灭了南梁 杀了李承道 冯河慢慢摇头 说道 不 我不知道大人在想什么 但大人所谋 绝对不止灭了南梁报仇那么简单 龙尘呵呵笑道 那你说 我要什么 冯河顿了顿 说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大人想要什么 或许 大人想做这天下的王 龙尘突然笑起来 我做这天下的王 一个太监 做天下的王 冯河脸色僵了一会儿 跟着自嘲道 对啊 忘了大人是太监 所以我才说 我看不透大人 我看不透 但我确定 跟着大人绝对没错 龙尘善善笑道 这个理由 不足以让我信任你 都是成年了 不可能光凭一句话就信了 冯河也知道 光凭这些话不足以取信 陆瑶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老母是我牵挂 我不可能送入宫中 今日与大人相见 一是打个招呼 我愿意投入大人麾下笑脸 二是告诉大人 我有足够证据 帮大人扳倒景天恋 冯河说得很真诚 至少表面上如此 龙尘笑了笑 说道 还有第三吧 冯河也不尴尬 说道 不错 我这次举家搬离南梁 花费有点大 我没钱了 冯河外面的衣服 看起来不错 但弯腰倒茶的时候 可以看到领口处的衣服 破破烂烂 显然是买不起郁寒的衣服 而且 如果冯河不缺钱 他没必要这么快 和龙尘见面 所以 龙尘断定 冯河没钱了 龙尘从身上 拿出一个袋子丢过去 冯河拿起袋子 在手上颠了颠 笑道 大人出手真阔绰 橙色上好的金饼 金银铜的声音不一样 冯河凭声音听出 这是金饼 龙尘说道 还有别的话吗 冯河收了袋子 嘿嘿笑道 没有了 等大人需要的时候 我自会把证据送过来 龙尘起身 戴着帽子 遮住半张脸 出了包厢 下了楼 伙计见龙尘出来 诧异地问道 客官 还没吃饭呢 就走啊 龙尘没有理会 掀开皮门 走入夜色当中 伙计觉得奇怪 马上到了楼上包厢 推门进去 发现冯河也不在了 哎呀 吃霸王灿 伙计大叫不妙 老板听到动静 赶紧过来看 只见桌上放着几枚铜钱 刚好折算成茶钱 嘿 这人还挺讲究 晦气 老板骂骂咧咧收了铜钱 龙尘出了鲜鱼馆 一路踩着雪 回到西宫门外 立在拐角处 看着昏暗夜色下的京城 一道影子 从风雪中走过来 到了跟前 摘下斗篷 正是吴剑 少将军 怎么样 跟丢了 夜色昏暗 但吴剑愧疚的表情 还是看得出来 龙尘说道 没事 冯和这丝是专业间谍 跟丢很正常 回去吧 龙尘只是碰一碰运气 让吴剑跟踪一下 冯和是特务头子 跟丢太正常了 吴剑叹息一声 说道 少将军 女帝让我到城外练兵 以后我不住宫里了 吴剑被封为萧棘校尉 自然不能一直待在宫里 这是好事 你再练一只精锐骑兵出来 吴剑点点头 从另一道门回去 龙尘转身进了西宫 回到秋星殿 抖了抖身上的鹅毛雪 龙尘抖了抖身上的雪花 换了衣服 张倩关了门 然后坐回炕上 那个故人怎么样 蒂洛西问道 龙尘说道 冯和约我见了一面 蒂洛西神色一领 则被道 你一个人去见冯和 你不要命了 冯和是天威军团的特务头子 上官威全家完蛋 龙尘是罪魁祸首 冯和与龙尘是死敌 单独去见一个死敌 这太危险了 张倩三人附和道 早知道是他 我们就不放你出门了 龙尘嗤之以鼻 装什么呀 你们刚才玩得多嗨 哪只眼睛担心我了 蒂洛西眉头一皱 怒道 干他 张倩三人一起动手 把龙尘按在炕上 蒂洛西坐在身上 死死压住龙尘 本公主好心为你 竟敢盯嘴 忘了你是什么 你是本公主的太监 龙尘坐在炕上 身上裹着一床被子 靠在墙上 中间一张桌子 桌上放着松子 蒂洛西坐在对面 玄一和清悦在两边 张倩在旁边坐着 小龙龙 你要摆清楚自己的地位 你是本公主的太监 不要跟本公主叫板 知道吗 蒂洛西嘴角挂着冷笑 眼睛在龙尘身上打亮 刚才被他们四个给 狠狠挠了一顿痒 龙尘只有裹着被子才安全 几位女菩萨 可以好好说话了吧 龙尘很无奈 她修为还在王者巅峰 蒂洛西是五皇境界 其他三个是王者修为 以异敌似 实在利有不逮 刚才被死死压制 玄一嘻嘻笑道 唐长老 明明是你不好好说话 惹怒了公主 龙尘闲着没事的时候 给他们讲过 西游记的故事 所以 他们知道唐僧 清月复和道 就是 好好跟公主说话 不然以后 有你苦头吃 龙尘说道 这话说的 我一直都是公主的好太监 对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 龙尘先安抚蒂洛西再说 蒂洛西吃着松子 满意的点头 算你乖 说吧 今天和那个缝和说什么了 龙尘清了清嗓子 指了指桌上的茶杯 张倩马上给龙尘倒了一杯茶 然后捧给龙尘喝了 冯和从南梁到了东周 龙尘把见面的经过细细说了 当然 龙尘只说了能说的 至于冯和说龙尘野心在于天下 这个没说 蒂洛西嘴里咬着一粒松子 听完了才咔嚓一声咬开 把松子人吃进嘴里 松子壳 丢进旁边的垃圾桶 他手里有足够的证据 什么证据 蒂洛西有些高兴 证据越多越好 但他又怀疑 冯和化的真实性 没说 他把证据作为筹码 我问了也不会说 龙尘当时没问 因为冯和不会说 张倩狐疑地问道 你相信他 万一他是李承道派来的呢 龙尘说道 有这样的可能 我并不信任他 只要他对我们有用就行 相互利用而已 冯和约龙尘见面 不会只为了骗点钱 应该是真的有证据 只要对自己有用 这就可以了 至于信任 冯和不愿意以老母作为人质 龙尘不会信任他 清月说道 我倒是觉得这个冯和可以 他有底线 冯和的底线 就是对母亲的孝心 对 作为一个职业的间谍 能有这样的孝心不容易 我就是看中他这一点 才会选择与他合作 龙尘反复要求 以老母为人质 冯和一直没答应 就是看中冯和这一点 有底线的人才可以信任 如果冯和最后屈服了 把老母送到宫里做人质 龙尘会马上杀了冯和 连生母都可以放弃的人 不值得信任 也不配活着 所以你对冯和 还是有点信任 蒂洛西淡淡地说道 龙尘点点头 有一点信任作为基础 但我更看重他的能力 如果他能加入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庞大的间谍系统 搜集天下情报 当然 这需要很多钱 正好我们不缺钱 龙尘只说 看中冯和的能力 没说冯和愿意效忠的话 蒂洛西摇摇头 说道 不行 如果不能彻底信任 绝对不能用 间谍力量根本无法掌控 蒂洛西很清楚 这种潜伏于暗处的力量 不受控制有多麻烦 景天烈手中的暗卫就是如此 龙尘笑了笑 说道 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具体的事情以后再说 如果冯和可以信任 那就考虑 如果不能信任 那就不谈 人和人之间 最难的是信任 背叛是人的本性 因为每个人都会 选择自己的利益 自私才是正常的 卖队友是获利的捷径 踩着队友的尸体 往上走最快 所以千万年下来 血清仍然是最牢固的纽带 打架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蒂洛西磕着松子 看着桌上的茶杯 说道 水寒的案子 白丘链冲在最前面 景天烈反而没动静 这不正常 清月比一道 白丘链想扒着呗 这个贱妇 着实不要脸皮 龙尘说道 白丘链本就是景天烈扶持起来的 他又心仪景天烈 冲在前面也正常 不过 我觉得景天烈不会一直在幕后 他回到京师 肯定会有动作 蒂洛西担忧道 冯和说得不错 如果景天烈抵赖 我们确实拿他没办法 龙尘说道 不管如何 景家都会深受打击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解冻也不是一蹴而就 要慢慢来 蒂洛西看了看窗外 风雪正下得紧 好了 你们三个看好他 不许他再一个人跑出去了 蒂洛西穿上鞋子 开门回西宫请殿 秋星殿和西宫 就是一墙之隔 几步路就到了 蒂洛西走了 龙尘冷冷看着张倩三人 语气猥琐地说道 三位女菩萨 你们刚才卫虎作娼 这笔账该如何算 张倩笑嘻嘻说道 大人 公主的命令 我们没法子 都是闹着玩的 玄一和清月 也笑嘻嘻说道 大人何必如此当真 不过是用鹅毛挠个痒痒 不要这么记仇 龙尘从被窝里出来 清月和玄一 立即往外跑 尹凤快步进了凤鸣宫请殿 女帝正在看奏书 这些奏书 是民间百姓呈上来的 自己歪歪扭扭 甚至有错别字 女帝搬不过大告 百姓有冤屈的 可以直接上奏 地方官不得阻拦 郑海宪说 海寇袭扰严重 地方官抵抗不力 让刺史好好查查 到底怎么回事 女帝很生气 他最关心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 这种不作为的官吏 一旦查实 基本就是斩首 旁边的女官马上记下 尹凤进来 旁边的女官退下 龙承恩刚才出宫到了鲜鱼馆 见了缝和 两人密谈了许久 龙承恩给了一袋金饼 尹凤手下 管着一支间谍队伍 叫做尹卫 尹卫一直监视龙承 当然也有保护的意思 说了什么 女帝放下毛笔 饶有兴致地问道 缝和是天威军团的职业间谍 尹卫没敢靠近窃听 看样子 两边没有弹拢 龙承恩派吴剑跟踪缝和 没跟住 尹凤派出的尹卫 知道缝和厉害 没敢贴着包厢偷听 不知道说了什么 你呢 女帝问道 吴剑跟丢了 尹卫有没有跟住 尹凤尴尬地说道 尹卫也跟丢了 缝和此人极其狡猾 女帝笑道 你们居然也跟丢了 有意思 早听说此人厉害 难怪龙承恩会冒险和他密谈 尹凤说道 圣上 缝和此人狡诈异常 如果龙承恩和他勾结 恐怕会脱离我们的掌控 女帝知道尹凤担心什么 龙承不用说 逼鬼还惊 缝和又是狡诈异常的老间谍头子 如果两个人勾结在一起 组建起一支特务队伍 那将是一支极其恐怖的力量 谁都掌控不了 女帝笑而不语 门外 侍女禀报说 帝洛西来了 尹凤退到一边 帝洛西走进来 头上落着恶毛雪 母后 这么晚了 有事 帝洛西坐在女帝身边 女帝替帝洛西扶去头上和肩上的雪花 昏黄的灯火下 女帝就是一个慈母 母后 今天龙承恩去见缝和了 天威军团的间谍头子 帝洛西把龙承说的话 全部告诉了女帝 尹凤在旁边不动声色地听着 她这个想法挺不错的 如果能让缝和为我大周效力 我们可以掌控天下情报 帝洛西把龙承想任用缝和的想法说了 女帝非常欣赏 帝洛西和尹凤都很无语 他们本以为女帝会反对 没想到女帝居然赞同 可是母后 万一龙承恩掌控不住呢 或者帝洛西不太愿意说后面的话 女帝笑道 或者龙承恩变成了景天烈 把间谍队伍占为己用 帝洛西点点头 她和龙承关系是好 但她更是大周的公主 她的最终立场肯定在大周 在女帝这边 女帝笑道 龙承恩此人与男两有血海深仇 会为我大周出力 再说了 她一个太监 还能谋朝篡位不成 帝洛西想想也是 龙承没有家庭 孤身一人在宫里 她就像龙承的家人一样 那让她继续与缝和接触 女帝点点头 说道 让她自己考虑吧 她那么聪明 会知道怎么办的 帝洛西想了想 说道 对了母后 龙承恩的修为快到王者巅峰了 而陈记得母后说过 突破五皇境界 男的必须有养火为营 龙承恩他是太监 那他是不是无法突破 女帝迟疑了一下 笑道 一般来说是这样 但凡事都有例外 或许他能突破 再说了 王者巅峰和五皇境界 虽然只隔一层指 但突破极难 到时候再说 帝洛西想想也是 他和帝令仪能这么年轻突破 是因为血脉传承 一般人想突破到五皇境界 堪比登天 天下习武之人那么多 五皇境界有几个 能修炼到五皇都是一方诸侯 比如龙野 上官威 慕容萧之辈 也对 还是母后厉害 突破了五皇境界 天下唯一的帝尊 帝洛西像的孩子一样 钻进女帝的怀里 女帝抚着帝洛西的发丝 眼中满是爱妮 却又带着一丝忧虑之色 帝洛西躺在女帝怀里 居然沉沉睡着了 白天看起来打了一天麻将 疯疯癫癫的胡闹 其实提心吊胆了一天 这时候真的累了 女帝让尹凤拿来毯子 带着帝洛西一起睡了 秋心殿 龙晨睁开心松的眼皮 从被窝里出来 龙晨自己穿上衣服 开了门 香宁早在外面候着 打了热水洗脸刷牙 又端了一盘羊肉包子过来吃了 古代也有牙刷 用猪棕毛做的 用粗盐当牙膏 吃完了饭 换好了朝服 今天是上朝的日子 景天烈也会上朝 这是龙晨和景天烈 第一次在朝堂上正面对决 从秋心殿出来 就到了西宫 帝洛西刚换好了朝服 公主昨晚没在西宫睡 龙晨看她好像刚回来的样子 啊 对 我在母后那里睡了一晚 帝洛西穿着朝服 看起来宝箱庄严 天女一般神圣 这么大的人了 还要跟老妈睡 羞羞脸 龙晨趁机嘲讽一波 帝洛西眉头一皱 伸手就来揪龙晨的耳朵 怒道 再说一遍 龙晨赶忙说道 今日朝会 不能耽误了时间 帝洛西松了手 冷哼道 回来收拾你 帝洛西走在前面 龙晨跟在后面 两人到了朝堂 各文武官员陆续到了 大家神色都有些不自然 有的担忧 有的欣喜 有的幸灾乐祸 几乎都在偷偷看龙晨 大家都知道 今天景天烈要上朝 一场风波就在眼前 帝宇威和帝心碗 也看向龙晨 他们面色忧虑 显然担心景天烈发难 帝洛西更是一脸不爽 想着等下怎么维护龙晨 门外一阵喧嚣 兵部尚书白秋炼 穿着巢服进来 后面是刑部尚书胡成复 两人进来后 都斜眼看了龙晨 胡成复很快入列 白秋炼却冷哼一声后才入列 不多时 大将军景天烈身穿巢服进来 朝中的文武百官 纷纷向他行礼问候 见过大将军 大将军风采一旧 下官见过大将军 听说大将军又在玉佛关大破膝下 大将军威武 满朝文武 都向景天烈点头哈腰 只有几个行礼而已 其中有吏部尚书白礼兵 督察院御史白安宁 景天烈向众位大臣回礼 笑道 在外带兵打仗久了 朝中换了好多人 我再不回朝 只怕都不认得我景天烈了 景天烈这么说 众人的目光都落在龙晨身上 景天烈也看向龙晨 走到跟前 一双丹凤眼凝视着龙晨 强大的武器威压扑面而来 周围的空气好像凝制了一样 文臣受不了这威压 纷纷后退 龙晨却迎着景天烈的目光和威压 拱手行了一礼 见过大将军 景天烈暗中运起体内武器 武皇巅峰的威压 旁边的武将都不自觉地颤抖 文臣更是远远退避 但龙晨却顶住了威压 脸色如常 按照礼节行了一礼 景天烈心中诧异 居然能承受本将的威压 眼中毫无巨色 他本以为龙晨只是个会钻营取巧 讨厌女帝 公主的太监 没想到如此有胆识 而且修为到了王者巅峰 你就是龙晨恩 景天烈面色微怒 语气阴沉 龙晨笑了笑 说道 本官就是圣上遇赐公布 户部尚书 后宫总管龙晨恩 景天烈不用尊称 龙晨就用本官二字 别人怕景天烈 他龙晨怎么会怕 当年龙家军和赤燕军打过 景天烈被打得吐血 在龙晨眼里 面前这个作威作福的大将军 只是一个手下败将而已 朝中文武大臣都很诧异 他们没想到 龙晨敢在景天烈面前自称本官 等着看笑话的兵部尚书白秋炼 也很诧异 龙晨在督察院对了白秋炼 白秋炼奈何不了龙晨 就想借肩夫之手收拾龙晨 没想到龙晨也怕景天烈 白秋炼大失所望 景天烈本想给龙晨一个下马威 没想到龙晨不买账 反而把景天烈倒得有些尴尬 朝中的大臣们 此刻内心想法出奇的一致 这个死太监有胆识 景天烈冷哼一声 转头对三位公主行礼 见过三位公主 地宇微微微抬手 点了点头 地心碗面皮动了动 也是微微抬头 算是回礼 地洛西却冷冷一抬手 仅此而已 景天烈站在了武将之手 就是武将班烈的最前面 地洛西站在了第二位 就在大家都以为可以等着女帝上朝的时候 门外走进来一个胖子 身穿朝服 正是景恒 景恒穿着朝服进入朝堂 这让大家都很诧异 他被女帝罢官革职 已经是个白身 现在却大摇大摆 穿着以前的户部尚书朝服进入大殿 这是什么意思 朝中大臣各有各的猜测 但谁都不说话 地洛西见到景恒穿着朝服进来 气得就要破口大骂 龙城赶紧使个眼色 让他忍住 地洛西咬着牙 喘着粗气 努力让自己不去看景恒 地宇微和地心碗 也是脸色难看 心中愤愤不平 景天烈却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 景恒进来 对着周围的大臣打招呼 刘大人 李大人 白大人 其他大臣被搞得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局面 只得笑呵呵回个礼 连话都不想说 这时 女帝从内庭出来 坐在了凤椅上 尹凤站在旁边 上朝 尹凤喊了一声 朝中的大臣 纷纷行礼拜道 拜见圣上 女帝扫视唐下群臣 目光从景天烈到龙城 最后到景恒 女帝眼神微微闪烁 脸色却不变 好像没看到景恒一样 平身吧 众位大臣平身站好 女帝开口道 大将军镇守御佛官 数次击退 膝下敬犯 功劳甚大 今日回朝 镇特赐黄金千两 白银十万两 以示嘉奖 尹凤回头招呼一下 两个宫女抬着箱子出来 摆在朝堂上 多谢圣上 景天烈只是拱手一拜 朝中大臣纷纷祝贺 景天烈只是甘笑两声而已 很显然 景天烈想要的不是钱 把赏赐送到大将军府去 女帝笑了笑 尹凤马上安排 把箱子搬出朝堂 送往大将军府 搬完后 女帝说道 好了 开始停议 有什么事情起奏 朝中大臣站着不说话 目光只在景天烈和龙臣身上游走 兵部尚书白铃炼 看了一眼龙臣 又看了一眼景天烈 然后走出来 拜道 起奏圣上 水寒将军遇害一案有了进展 说到水寒的案子 朝中大臣一阵骚动 女帝问道 审讯进展如何 白铃炼拜道 臣等提审了龙臣恩 发现他的供词 前言不搭后语 有重大作案嫌疑 蒂洛西秀梅道树 走出来呵斥道 白铃炼 什么叫提审 什么叫供词 你说话注意点 龙臣只是配合问询 白铃炼却说是提审 供词 这明显是把龙臣当作犯人对待 而且是当着女帝和文武百官的面 这就很过分了 督察院御史白安宁也劝道 白尚书 不可乱扣帽子 龙臣走出来 拜道 圣上 见人白铃炼胡言乱语 神志疯癫 且外面流言飞语甚多 所作所为伤风败俗 臣以为此贱人站在朝堂之上 有损风化 请将其乱棍打出 争斗已经开始 龙臣绝无后退的道理 白铃炼敢站出来挑衅 龙臣就要狠狠打回去 朝中大臣很惊讶 他们都知道 白铃炼是景天烈的马前卒 龙臣居然当众骂白铃炼是贱人 还敢提起白铃炼与景天烈的奸情 这是正面刚景天烈啊 胆子够大 原来朝中许多大臣看不起龙臣 觉得他就是四公主的面首 现在见龙臣这么刚 心中都有些佩服了 白铃炼被气得浑身发抖 破口骂道 死太监 您说谁疯癫 什么伤风败俗 龙臣冷笑道 老贱人 说你疯癫 说你伤风败俗 两个上书对骂 蒂洛西想帮龙臣 地心碗却暗中踩了 蒂洛西一脚 示意他不要插手 好了 都是朝中大臣 六部上书 在朝堂上对骂 成何体统 事情未有定论 白尚书不可胡乱扣帽子 督察院是主审 由白玉使来说吧 女帝看似公允 两边都不偏袒 实际上偏向龙臣了 督察院玉使白安宁走出来 拜道 起奏圣上 微臣问询了四公主 龙尚书和张将军等人 还含询了李仙南将军 从他们的叙述看 水寒将军的死因确实存疑 朝中大臣微微骚动 开始低声议论 站在队列最后的锦衡背上 开始冒汗了 他担心水寒的死 和通敌有关 这些天 锦天烈问过水寒的事情 锦衡只说不知道 和他没关系 锦天烈也觉得 应该没关系 他这个儿子 虽然不成器 但也不至于捅出大篓子 这时 锦天烈走出来 拜道 圣上 我们浴血沙场 不求荣华富贵 只求一个公报 水寒将军为国效力十几年 如果真被奸人所害 必须给他一个交代 让他明目九全 刑部尚书胡成福 礼部尚书王赫 红卢寺清许忠 还有其他一些大臣 一起站出来 拜道 臣等以为大将军所言甚是 请圣上彻查此案 还水寒将军一个清白 刑部 吏部 兵部 都是锦天烈的人 以前户部也是 朝中六部 锦天烈的势力渗透了四个 难怪此人嚣张跋扈 只是 龙臣想不明白 女帝这么高的修为 为什么会被锦天烈钳制 龙臣觉得很奇怪 女帝有帝尊修为 又是个明君 怎么会被锦天烈钳制 不计多想 女帝开口道 水寒为国效力多年 正会给他一个交代 锦天烈说道 微臣听说 有人不想彻查水寒的案子 不知道是谁不想彻查 众人的目光落在龙臣身上 白丘恋恋带宁笑 幸灾乐祸地说道 当然是龙尚书 龙臣心中冷笑 走出来说道 不错 我不同意彻查 水寒将军终意殉国 不要再查 锦天烈语气轻面 你一个太监懂什么 我们当兵的 不怕流血牺牲 就怕朝中奸臣 如果水寒被人所害 我赤燕君第一个不答应 这话是威胁 对女帝的威胁 对龙臣的威胁 白丘恋附和道 大将军说得好 水寒将军就是被奸人所害 待查明真相 一定要将奸贼碎尸万段 龙臣对着锦天烈败了一败 说道 大将军高义 我是个太监 但我最近中为国流血的军人 如果水寒将军是被奸人所害 我们定要为他报仇 可是 如果水寒将军的死 另有缘故 甚至有人在背后指使他 做了悖逆朝廷的事情 请问大将军 又该如何 锦天烈轻蔑的神色忽然一灵 他听出了言外之意 难道说 水寒的死真有蹊跷 锦天烈还没有说话 白丘恋指着龙臣大骂道 水寒刚刚训国 你就敢污蔑 什么背后有人指使 你不知道 水寒是大将军培养起来的吗 锦天烈眉头一皱 心中大骂 白丘恋蠢货 这样的事情也敢抖出来 龙臣诧意道 原来水寒将军是大将军的部将 我不知道这事情 失言了 大将军恕罪 白丘恋身为兵部尚书 加上他和锦天烈的关系 知道的事情多 按理说 他不该当众说 锦天烈和水寒的关系 这次没忍住 是因为他被龙臣骂得狗急跳墙 想借助锦天烈的势力 威逼女帝把事情查下去 听了白丘恋的话 大家才知道 水寒是锦天烈的人 在这之前 他们都以为 水寒是蒂洛西的嫡系 是女帝这边的人 如此一来 朝中大臣都怀疑 水寒的死有阴谋了 大臣们心里都以为 女帝在着手铲除锦天烈的势力 你不要胡说 所有的将领都是朝廷的 是圣上的 不是我的 锦天烈历声呵斥 不承认和水寒的关系 女帝就静静地看着 任凭龙臣和锦天烈打嘴仗 龙臣指着白丘恋骂道 见人听到没有 水寒不是大将军的部将 他们没有关系 你再敢胡说 老子替大将军大嘴巴的扇死你 白丘恋被骂得哑口无言 明明白丘恋和锦天烈是一伙的 现在搞得好像龙臣才是一伙的 朝中大臣也看得目瞪口呆 大呼龙臣 这操作太骚了 蒂洛西本想帮忙的 现在觉得完全没必要 龙臣一个人足够舌战群儒 锦天烈也被龙臣的骚操作搞猛了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朝堂突然安静下来 双方都不说话了 这时候 女帝开口道 好了 水寒将军的案子影响太大 关系到军心稳定 朕已经命督察院与刑部 兵部联合审查 等有了结果 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刑部尚书胡成福败道 圣上 此案关系到朝野人心 微臣请求 将所有审讯经过公布 白丘恋附和道 对 所有的审讯全部公布 他们两个担心女帝偏袒龙臣 所以才这样说 女帝眉头一皱 假装为难 此案关系到朝廷颜面 完全公布 只怕 蒂洛西马上出来反对 不行 水寒的案子涉及朝堂大臣 如果公布出去 会引起动荡 龙臣也反对 此事涉及朝堂重臣 不能公布 蒂洛西和龙臣同时反对 白丘恋和景天烈 越发感觉其中有鬼 朝中大臣也议论纷纷 觉得女帝知晓内情 在偏袒龙臣和蒂洛西 景天烈大声说道 圣上 微臣以为是该公布 女帝看着景天烈 微微叹息一声 好吧 白丘恋面露喜色 觉得自己赢了 只有景恒在最后面战战兢兢 他现在被搞猛了 他不知道 龙臣到底有没有掌握 他指使水寒通敌的证据 如果掌握了 为什么不拿出来对付他 难道真的是龙臣害死了水寒 圣上阴命 景天烈冷冷扫了一眼龙臣 白丘恋嘴角露出一丝宁笑 督察院御使白安宁拜道 微臣领旨 女帝问道 还有别的事情吗 白丘恋走出来 拜道 圣上 水寒一案 龙臣恩的嫌疑最大 微臣以为龙臣恩 不宜再担任上书之职 请将其隔职代查 恢复景恒的户部上书之职 蒂洛西怒了 指着白丘恋呵斥道 无凭无拒 你凭什么隔职代查 景恒贪末户部那么多银两 还想当户部上书 白丘恋说道 四公主 户部贪末 是侍郎陈寒英的问题 与景恒无关 他只是受到拖累而已 大将军在玉佛关立下那么多战功 恢复景恒的职务有什么问题 蒂洛西还要再骂 龙臣却拦住 说道 见人说得有理 只是我想问问大将军 是否要将军功换成户部上书的职务 景恒用眼角余光看了一眼 冷冷说道 这个事情不是我该说的 也不是你该说的 要圣上定夺 景恒看似尊重女帝 实际上狂傲到了极点 朝中大臣等着女帝的旨意 你是吏部上书 你说说吧 女帝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白礼兵 白礼兵回道 大将军要把军功折算成职务也可以 只是龙尚书仅仅因为设案就罢免 这不符合规矩 当初户部亏空七百万两 龙尚书一年就填补了亏空 还有盈余 功劳很大 杀了上官秀和上官木 夺取了彩石城 这个功劳还没有赏赐呢 龙臣听得出来 白礼兵故意把龙臣的军功拿出来和景恒列比较 景恒列只是守住了御佛官而已 龙臣实实在在地斩将夺成 要说军功 龙臣的更大 这么一对比 朝中的大臣幡然醒悟 都被震撼到了 从头到尾 他只把龙臣当作一个太监看待 完全忽视了龙臣的军功 嗯 力不说得有道理 龙臣恩在户部做得好好的 临江城一战的军功还没有赏赐 因为有嫌疑就罢免 这不合规矩 女帝开口反对 朝中大臣也这么认为 景天烈和白秋恋都不好再开口 龙臣的功劳确实太大了 圣上 微臣觉得白尚书说得也没错 一个有过错的人就该被罢免 当初景恒被罢免 他自己也没有贪污 也是被牵连的 微臣虽然有些功劳 但不能作为免责的借口 有错就该罚 给朝野上下做个榜样 微臣愿意让出 户部上书的职务 就在景天烈以为没戏的时候 龙臣自己站出来 主动说自己有错 愿意罢免户部上书一职 所有人被龙臣 这突如其来的骚操作搞猛了 蒂洛西不知道龙臣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敢忙反对 你干什么 母后 他胡言乱语 别理他 白丘恋却跳出来 大喜道 圣上 龙臣恩自己主动要求免去 君前无戏言 女帝也被龙臣搞猛了 不知道龙臣在想什么 龙臣恩 你当真 女帝皱眉问道 龙臣拜道 当真 不过微臣想问白丘恋一句话 龙臣看向白丘恋 白丘恋冷冷说道 有屁快放 龙臣冷笑道 你说有过错就要罢免 是不是 白丘恋冷冷说道 是 龙臣又问道 如果你有过错 是不是也该罢免 白丘恋冷了一下 他知道龙臣这人诡计多端 他怕龙臣吓套 不过 他一心想为景恒 抢回户部尚书大的职务 然后把女儿嫁过去 所以他还是说道 如果你有证据 我也可以辞去兵部尚书一职 龙臣大声说道 诸位大人也听到了 君前无戏言 然后对着女帝说道 圣上 微臣辞去户部尚书一职 让给景恒 抵消大将军的军功 景天烈感觉不对头 怎么自己的军功抵消了 没等景天烈想明白 女帝开口道 好 折算大将军的军功 恢复景恒 户部尚书一职 景恒高兴地跑到中间 拜道 微臣谢圣上 女帝脸色带着不悦 说道 龙臣恩好不容易把户部的烂杖堵上 你要好好管理 不要再出问题 景恒觉得有老爹护着 笑嘻嘻地拜道 微臣尊旨 女帝问道 还有别的事情吗 朝中无人应答 女帝起身回内庭 尹凤喊了一声退朝 女帝一走 帝洛西拽着 龙臣出了朝堂 景天烈看着帝洛西和龙臣的背影 心中若有所思 这个死太监会迷魂术 四公主被他蛊惑了 白丘恋死了龙臣 景天烈看了一眼白丘恋 眼中闪过一丝嫌弃 然后抬脚出了朝堂 大将军 白丘恋还想说些什么 景天烈已经走了 景恒还在朝堂上 和其他大臣客套庆贺 户部尚书 失而复得 他很高兴 看到景天烈走了 景恒才摇晃着身子跟出去 回到家里 景天烈进了书房 景恒跟着进门 爹 这大洲的朝堂 还是你说了算 景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肥胖的身子 把椅子塞满了 景天烈冷哼道 你懂个屁 以前我在朝堂上说话 没人敢顶撞 景天龙臣恩居然敢当众反驳我 景恒尴尬地说道 可是龙臣恩最后还是退让了 圣上也同意了 景天烈摇头说道 这个太监不简单 我总觉得他有后手 景恒有点心虚 他也担心 龙臣掌握了他通敌的罪证 你觉得白婷婷怎么样 景天烈突然问道 景恒表现出一脸无奈的样子 说道 很漂亮啊 可是他也嫌弃我 白秋恋是景天烈的舔狗 白婷婷却性子烈 很讨厌景恒 也很讨厌白秋恋 你岁数到了 也该给你说门亲事 本想让公主下架 看样子是不成了 景天烈原本打算让两个儿子 迎娶蒂令仪和蒂洛西 让景家成为外妻 但蒂洛西和龙臣打得火热 眼看是没戏了 蒂令仪去北京抵御蛮足 景天烈想让大儿子景峰 和蒂令仪培养感情 但从景峰的来信看 蒂令仪对景峰也很讨厌 两个儿子都没戏 只能退而求其次 白秋恋一直想把女儿嫁给景恒 景天烈也觉得白婷婷还不错 所以就提了这个事情 那个白婷婷不喜欢我 我上次差点被揍了一顿 不同于白秋恋舔狗 李军军缩头乌龟 白婷婷是京师有名的游侠 喜欢女扮男装 到处打抱不平 上次景恒在街上遇到白婷婷 说白秋恋想把她嫁给自己 白婷婷当时就怒了 拔刀就要杀了景恒 幸亏家丁救援及时 要不然景恒不死也惨 废物 让你练武你不练 连个女的都打不过 景恒脖子一缩 起身逃出了书房 景恒刚走 无名出现在房间里 怎么样 查到什么没有 没有 龙承恩出现在京师后 几乎足不出户 整日和公主私混在西宫 景恒让无名扎龙臣 想找到违法的事情 以此弹劾 但无名查了很久 没发现什么不法之事 还真是个太监 就知道躲在宫里 景恒有些无奈 龙臣躲在宫里 他不敢派刺客入宫行刺 你觉得圣上如何 景恒突然问无名 无名摇头说道 传闻说 圣上被龙野围攻重伤 但这次圣上 又在钓鱼城秒杀慕容消暑下 也不知道 传闻是真是假 当年龙野以武皇巅峰 南梁第一的修为 带着五个儿子 强攻临江城 女帝亲自迎战 六个围攻一个 打得天昏地暗 龙野身负重伤 五个儿子也受了伤 龙野回朝后 禀报李承道 说女帝被重伤 武道修为跌落 但这只是龙野的一面之词 女帝看不出有任何伤势 所以这只是一个传闻 没人敢去试探 景恒对这个传闻很心动 他手握东周军权 兵部和户部都在他手里 还掌握一只暗卫 如果女帝真的不行了 他完全可以篡位 但是他怕 他怕女帝真的没事 帝尊修为 半仙境界 那是恐怖的存在 连龙野都打不过 他景天烈不敢挑战 我今日在朝堂上步步紧逼 圣上没有发怒 反而退让了 这是什么意思 景天烈今天在朝堂上 故意咄咄逼人 想看看女帝的反应 女帝并没有斥责他 而是选择了退让 这让景天烈越发疑惑 女帝到底什么意思 圣心难测 无名说了一句 景天烈无奈地摇头 再看看吧 细功 帝洛西拉着龙晨回到请殿 气呼呼地说道 你脑子有病啊 户部尚书的位子 又给紧横 朝中六部 本来女帝已经抢回了三个 吏部 公部和户部 景天烈还控制着兵部 刑部和礼部 现在龙晨又把户部拱手相送 帝洛西被气炸了 公主殿下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我是吃亏的人吗 龙晨笑嘻嘻 倒了两杯茶 你有别的打算 帝洛西听出了言外之意 龙晨说道 我们这次必胜 但无法干掉景天烈 那就把白秋炼干掉 我说了 有过错就罢免 水寒的案子 白秋炼也有过错 到时候罢免白秋炼 把兵部收回 帝洛西刚才气昏了头 现在才明白过来 原来如此 你给他下套了 帝洛西脱了靴子 爬到炕上 拿起茶杯喝了一口 感觉气顺了 对 这个老妖婆 着实太讨厌了 龙晨真想扇他嘴巴子 帝洛西拍了拍胸口 说道 这还差不多 气死了刚才 玄义拿了一套居家的衣服过来 帝洛西跪坐着 帮我把朝服换了 龙晨上前 把帝洛西的朝服脱了 然后帮他穿上便服 朝服一板一眼 穿在身上很不舒服 太监给公主换衣服 也很正常 督察院马上会把问询文书张贴 经师百姓肯定会议论 我们要做好舆论引导 龙晨一边帮帝洛西穿衣服 一边说舆论引导 帝洛西从没听过这个词 龙晨说道 众口朔惊 鸡毁消骨 千夫所指 无疾而终 今天的事情 很快会传遍京师 甚至传遍天下 我们要把舆论影像 对我们有利的一面 帝洛西马上明白了 就是造谣 把景天烈骂得一臭万年 龙晨笑道 怎么是造谣 我们是舆论引导 帝洛西感叹道 你这个太监真毒 你打算派谁去 龙晨笑道 早就派人去 重点说 景天烈和白丘链的绯闻 大家就喜欢听这个 从古至今 大家最喜欢议论的 就是男女绯闻 所以龙晨选择 从他们的奸情入手 那个死见人白丘链 今天我真想抽死他 换上了便服 帝洛西又喝了两杯茶 才把气头压下去 公主殿下 你想抽白丘链 干嘛欺负我呀 龙晨就无语了 帝洛西嘴上说 想抽白丘链 却把龙晨按在炕上 就想欺负你 不要反抗 你越反抗 突破武皇 再把公主欺负一顿 清月附和道 对 太监报仇 十年不晚 悬疑打去道 但我听说 太监无法突破武皇境界 清月假装诧意道 呀 那怎么办 小龙龙要被公主欺负一辈子了 龙晨听着两个骚蹄子唱双簧 心中暗笑 你们懂个屁 老子根本不是太监 你们都给老子等着 帝洛西按住了龙晨 因为修为的差距 龙晨反抗不了 既然反抗不了 那就认了吧 回到秋星殿 刚进门 湘宁走过来 说道 大人 有个人让我送一封信给你 龙晨接了 是一个厚厚的信封 谁送的 湘宁摇摇头 说道 不认识 我刚才出宫买些东西 那人穿着厚厚的衣服 突然就塞给我 然后说给龙总管 宫女一般是不许出宫的 因为龙晨自己不出门 所以经常让湘宁出去带卖 龙晨小心地拆开信封 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什么东西啊 湘宁凑过来围观 里面是一些记录 某年某月某日 白丘链做了什么 那个人走路 是不是不太利索 龙晨问道 湘宁点头道 对 我本想追上去 问他是谁的 又怕出事 所以没有追 大人 你怎么知道 那个人走路不利索 信封里 全是白丘链动用私兵 甚至把军队偷偷送给景天列的记录 知道的这么详细 而且记录手法十分规范 一猜就是李军军 他是白丘链的老公 同在一个屋檐下 总能知道隐秘之事 身为督察院主部 李军军又有监察记录的习惯 所以一定是他 无心插柳柳成英啊 在督察院审讯的时候 龙晨故意激怒李军军 那时候只想碰碰运气 没想到真诚了 还得感谢孙红艳 他如果不堵门骂街 没有这个效果 孙红艳堵在督察院门口 骂李军军乌龟 让同事都知道他的家丑 这等于把男人最后的尊严践踏了 散朝后 督察院按照旨意 把审讯的文书 张贴在集市路口 京城百姓都知道了 水寒战死的事情另有隐情 大家又开始议论 龙晨和景天烈 在朝堂针锋相对的事情 也传遍了京城 都在说景天烈鞠躬自傲 以军功威逼龙晨 让出户部尚书的职务 贪污饭景衡又回到户部当尚书 传得最广的是景天烈和白丘恋的奸情 说两人勾搭几十年 白婷婷其实是景天烈的女儿 一时间 京城风言风语 甚至传到了南梁 膝下景天烈成了茶余饭后的笑谈 景家 景横缩头缩脑地从房间里出来 正好遇到孙宏燕黑着脸回家 娘 怎么了 景横见到孙宏燕 这才伸出脖子 孙宏燕嘴里骂道 现在整个京城都在说白丘恋那个贱人和你爹 孙宏燕话说了一半又不敢说 上次他在督察院围堵李军军 景天烈狠狠教训了他一顿 不许他再说这个事情 景横很无奈 说道 娘 算了 还有几个女将军陪着 孙宏燕很生气 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最后叹息一声 算了 谁让你爹这么有本事 都怪白丘恋那个贱人 你怎么不去户部 你重新做了上书 快点把户部的银子点清楚 娘听说现在的户部特别有钱 景横说道 正要去呢 孙宏燕催促道 赶紧去 你爹养兵要钱 景横招呼唐伟一帮人 自己上了轿子 唐伟胡家虎威在前面开路 大雪的天气 行人不多 街上的人有认识唐伟的 都在私底下议论 猜测轿子里是景横 要去户部上任了 听说龙承恩和天下会做生意 户部付得流油 景家这次又可以狠狠贪一笔了 哎 以前都说景天烈是国之助食 现在看来是国之助虫啊 慎言 慎言 轿子进了户部 景横从轿子里出来 晃晃悠悠进了正堂坐下 里面还有很多龙承的东西 景横坐下来 说道 本官上任 怎么都不来拜见 唐伟马上招呼衙门里的人 进来拜见新任主官 户部侍郎段双双 带着官吏进来 景横上下打量段双双一番 一身雕球 妆容淡雅 一股子文雅气质 是个贤淑的美人 景横知道段双双是女帝的人 虽然起了色心 也不敢怎么样 段侍郎 本官以前的人呢 怎么都是些生面孔 龙承在户部的时候 从帝宇威那里 借了十几个好手 那些不做事的 全部开除了 回答人 龙上书在的时候 把人换掉了 段双双如实回答 景横冷哼道 现在本官重回户部 把以前的人都召集回来 现在的人统统开除 房间里的官吏 顿时一阵骚动 这些人差不多都是 龙臣一手选拔出来的 优秀官吏 业务能力非常强 唐伟呵斥到 都安静 吵什么 再吵都滚蛋 段双双对着景横拱手一败 下官知道了 说完 段双双转身出了房间 房间里的其他官吏 一起跟着出去 只留下景横和唐伟 景横也猛逼了 没想到段双双也走了 哼 怕什么 把以前的人都找回来 老子不幸管不动户部 又指着房间里的东西 嚷嚷到 把他的东西全部丢出去 把我以前的盆景拿回来 唐伟想找人搬东西 到了外面才发现 连打杂的人都走了 这些龟孙 这么不给少爷面子 唐伟骂骂咧咧 去找以前的部下 半天后 户部又热闹起来 景横的老部下重归 聚集在房间里 给景横祝贺 刘主事 现在户部有多少银两 景横问一个矮胖的男子 这人原本是户部的主事 刘主事回道 九百多万两 景横乐得眉开眼笑 这个死太监有本事 居然能盈于这么多 刘主事说道 大人 这些银两 我们暂时不能动 现在最要紧的是 和天下会 龙帮取得联系 那边的生意 是户部最大的收益 景横觉得有道理 户部这么赚钱 就在于龙城和天下会 龙帮做生意 想要彻底掌管户部 必须和天下会 龙帮搭上线 有道理 你们谁去 景横扫市底下众人 众人面面相去 没人敢回答 刘主事说道 大人 以前龙城恩亲自联系 这时还得大人亲力亲为 景横想想也是 天下会和龙帮 这样的大主顾 必须自己掌握 好 你们看好户部 本官 去四方楼和乾隆堂走一趟 堂尉准备好轿子 带着刘主事 先往四方堂去 到了半月楼前 堂尉趾高气昂地找到管事 说户部新任尚书 要见楼主 管事进去禀报 景横坐在轿子里等着 过了很久 管事出来说道 对不住 我们楼主没空 堂尉怒了 呵斥道 我们尚书大人亲自造访 你们说没空 管事呵呵笑道 别说一个尚书 就算是 你们女帝亲自来 我们楼主也没空 堂尉气急败坏 景横从轿子里钻出来 聚傲地看着管事 冷冷说道 我是新任户部尚书 你们楼主这么忙 那以后 我们户部就只跟龙帮做生意了 景横知道 天下会通过户部 赚了很多钱 天下会离不开户部 堂尉苟账人士 呵斥道 听到没有 我们以后不给你们玉唇膏 月划霜 你们以后别想赚钱 管事愣住了 处在原地半上 没有回过神来 景横以为管事被吓到了 冷冷说道 本官今日累了 让你们楼主到户部来见我 景横转身要走 管事却突然说道 我们四方楼的货 一直从公布进 跟你们户部有什么关系 龙城同时掌管公布和户部 生产制作一直都是 公布徐明负责 户部只是记账联系而已 现在龙城卸任户部上书 关系全都转到了公布 所以景横的威胁毫无作用 管事用看傻逼的眼神 看着景横 景横这时候才明白过来 他接管的户部是个空壳 你们景横气得半死 却又无可奈何 天下会地位超然 别说他们景家 连女帝都没办法 少爷 我们回去再想办法 景横钻进轿子 唐尉冷哼一声 跟着轿子回户部 管事冷笑一声 进了后院 见到楼主红旗 人走了 走了 很生气的样子 红旗笑了笑 说道 龙大人和景家斗 你觉得谁能赢 管事说道 楼主不是已经下住了吗 红旗呵呵笑道 景天烈看似占了上风 却步步被算计 看来景家要完了 按照原本的计划 景横先去四方楼 再去乾隆堂 但在四方楼吃了闭门羹 还被奚落一番 景横气急败坏地回到户部 嘴里一直骂龙臣死太监 进了正堂座下 手下的官员进来说道 大人 户部的银子 现在都在国库放着 户部只管账目的核算 这里没有银两 景横刚刚拿起茶杯喝茶 听到这个消息 气得把茶杯砸过去 什么 户部没钱 官员衣服上沾着茶水和茶叶 狼狈地说道 这是龙臣恩定的规矩 户部只管收支 银两收归国库 由盛上亲自管理 景横破口大骂 那老子 要户部做什么 老子来当账房先生吗 本以为捡了的大便宜 现在才发现 被唱了空城记 官员被骂得鸦雀无声 刘主氏低声说道 大人 现在公布才是最肥的衙门 不如用户部换公布 公布负责所有畅销产品的生产 是六部最肥的衙门 景横冷静下来 仔细想想也对 原本六部当中 户部最好 现在情况变了 公布最肥 少爷 回去跟老爷商量一下 把公布弄过来 龙承恩可以同时做公布和户部上书 少爷可以跟着来 唐伟低声而语 景横觉得有道理 一个太监可以身兼两部尚书 他是大将军的儿子 为什么不行 有道理 回去再说 景横让刘主氏代管户部 自己马上回家 西宫 秋星殿 龙承深吸一口气 慢慢从睡梦中醒来 外面风停了 雪还在下 白雪反射 照得窗户亮堂堂的 起床穿衣 打开房门和窗户 给房间里透透气 蒂洛西从外面进来 公主殿下 这么早过来 龙承笑嘻嘻 请蒂洛西坐下来 蒂洛西脸色阴沉地说道 景横去户部接管了 还把现有的人都赶走了 龙承笑了笑 说道 没事 银两全在国库 由圣上亲自管理 户部只是管理收支账目而已 龙承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 也没有料到 景横会重新夺回户部 这些都是女帝的安排 段双双到了户部后 就把银两收归国库 户部只管收支结算 龙承没想过贪污 所以没什么意见 蒂洛西惊讶道 我怎么不知道 龙承笑道 圣上亲自下旨 你不管户部 所以我也没说 蒂洛西恍然大悟 难怪你这么大方 户部上书说给就给 原来现在的户部 成了空壳衙门 龙承笑道 如果户部有钱 我怎么可能给他 清月给蒂洛西添了一杯茶 蒂洛西慢慢品着 问道 天下会和龙帮吗 他们一直由户部联系 张倩说道 龙大人早给天下会和龙帮送信过去了 现在由公布侍郎徐明联系 户部不管了 蒂洛西恍然大悟 对呀 东西一直由公布生产 户部可有可无 你这个太监 果然奸诈 龙承干笑两声 他已经习惯了蒂洛西奇怪的夸奖方式 奉明宫 书房 段双双正在禀报户部的情况 女帝听完后 冷笑道 这个景衡 正让她好好管理户部 她道好 上任第一天就把人全换了 段双双禀道 圣上有先见之名 现在户部无钱可贪 女帝笑道 多亏了龙承恩配合 其他人都不知道户部的银两在国库 景天烈这次扑了个空 女帝故意不说 龙承也配合女帝不说 所以连蒂洛西也不知道 估计景衡现在气疯了吧 段双双笑了笑 心里有些畅快 女帝笑道 正估计 此时景天烈正在骂龙承恩 景衡接管了一个空壳户部 搞得一场无趣 回到家里 景衡静直进了景天烈的书房 里面坐着刑部尚书胡承福 礼部尚书王贺 红炉四清许忠 兵部侍郎王威 恭喜少爷重掌户部 四人见景衡进来 纷纷起身恭贺 他们称呼景衡少爷 不称呼尚书 以此拉近关系套近乎 景衡一肚子苦水 又不好当着四人的面说 只得应付到 一个户部而已 没什么 景天烈看出了不对劲 说道 几位大人 改日再续 四人拱手退出书房 景衡把门关了 怎么了 景天烈冷冷问道 还没开口 景衡先打个哆嗦 低声说道 爹 我今天去了户部 发现户部没钱 景天烈脸色一寒 问道 龙城恩赚了那么多 怎么会没钱 所有人都知道 龙城合天下会 龙帮做生意赚了大钱 景衡却说 户部没钱 景衡一脸委屈地骂道 那个死太监 把所有钱放在了国库 户部只负责算账 是个空壳 啪 景天烈一掌拍碎茶桌 起身骂道 他敢耍我 本以为占了天大的便宜 户部的银子 又可以落到自己口袋里 结果得到的是空壳 景衡浑身一哆嗦 差点被吓尿 低头不敢指示景天烈 爹 其实 公布才是 最有钱的 龙城恩古道出来的东西 都在公布生产 过了会儿 景衡才低声说道 景天烈马上想到了其中关键 冷冷说道 难怪这个死太监 爽快交出来了户部 却被公布死死攥在手里 景衡说道 爹 他一个太监 能兼任户部和公布上书 我也 景天烈冷眼看着景衡 骂道 你如果有龙城恩的本事 老子还用为你操心 景天烈坐下来 景衡连忙出了房间 他们多久回来 景天烈问道 吴明突然出现在房间里 说道 明天就回来了 因为风雪的缘故 绞成慢了点 景天烈算了算日子 说道 后天才是朝会的日子 明天回来 西宫 秋星殿 龙城在雪地里挥舞着长枪 张倩几个人和西宫的宫女都在围观 宫里的太监都长得不阴不阳 只有龙城身姿阳刚挺拔 他练枪的时候 故意光着膀子 给寂寞的宫女们发福利 给这样的男人 我死也愿意 就算是个太监 我也要 龙城在雪地里辗转腾挪 手中铁枪发出呼呼的风声 地上的雪被锋利卷起 周围形成一道雪龙卷 龙大人的修为又进步了 张倩惊讶到 清月摇头说道 不会吧 他不是王者巅峰吗 再进步就是武皇境界了 他是太监 没有养火的影子 不可能突破的 龙城收了铁枪 周身的雪龙卷落下 刚才他隐隐有突破的迹象 但还是差一点没有冲过去 王者以下断练的是武艺和肉身 突破王者 进入武皇境界后 身体的武器凝练到一定程度 就可以影响周围的东西 就像刚才卷起雪花一样 还是差点火候 一年多的时间 从废人到王者巅峰 这已经是神速了 龙城不敢贪心 武道是一条苦修的路 他已经走了捷径 不能得龙望鼠 回到廊下 湘宁赶紧拿着毛巾冲过来 殷勤的替龙城擦拭膀子 围观的宫女 一阵羡慕极度恨 练完后 龙城洗了个澡 从浴室里出来 回到房间里坐下 悬一和清月慢慢梳着头发 张倩在泡茶 湘宁呢 龙城发现 湘宁不在屋里 他出宫买点东西去了 张倩刚说完 湘宁从外面进来 手里拿着一封信 说道 大人 刚才有人让我 把这个给你 又是一封密信 龙城接了 打开信封 里面只有一句话 暗卫明日带水寒尸体回京 张倩赶紧走到门前 把门反锁 又看了看周围 确定没有人偷听 景天烈把水寒的尸体 挖出来了 清月有些难以置信 死者入土为安 景天烈居然挖水寒的坟墓 龙城冷笑道 郑斗你死我活 为了除掉我 景天烈什么做不出来 挖人坟墓最大恶极 但为了干掉正敌 又算得了什么 最后的对决来了 张倩冷冷说道 龙城想了想 说道 去公主那里 湘宁留在房间里 龙城四人拿着密信 到了西宫寝殿 蒂洛西正在打坐修炼 公主 悬疑轻声说道 蒂洛西睁开眼睛 慢慢说道 明天道 后天朝会 那就是后天了 龙城摇头说道 今天景恒道户部 铺了个空 景天烈肯定气急败坏 我估计他会要求明日朝会 景天烈会请求母后明日朝会 蒂洛西问道 龙城点头道 景天烈肯定急不可耐了 班导我就可以把公布拿过去 六部掌控五个 他景天烈可以只手遮天了 干掉龙城 不仅可以掌握公布 还可以杀鸡井猴 让所有人都看到 东周的朝堂 他景天烈说了算 谁敢挑战 死路一条 蒂洛西冷笑道 他想得倒霉 大周不是他景家的 张倩突然问道 忘了问湘宁 这个秘信哪来的 龙城说道 不用问 肯定是冯和送来的 刚才湘宁拿秘信进来的时候 龙城本想问 但是看了秘信的内容后 龙城断定是冯和送来的 也就不问了 冯和 他上次说有足够的证据 你觉得可信吗 蒂洛西突然有些担心 万一明天没法让景天烈认账 还被反咬一口 那就麻烦了 龙城微微摇头 不知道 我们这次的目的是 动摇大将军府的威望 同时打压 他在朝中的势力 至于他手里的军队和暗卫 还要慢慢来 大将军府树大根深 景天烈在东周的地位 比龙野在南梁的地位还要高 不可能一次产出干净 蒂洛西脸色凝重 他觉得 明天的审讯 绝对会掀起一阵暴风 我要提醒母后小心 城外的兵马 要掉入城内驻扎 龙城说道 公主多虑了 圣上肯定早有安排 蒂洛西不放心 起身往凤鸣宫去 凤鸣宫 尹凤匆忙进了书房 禀道 城外兵马已经准备好了 尹卫已经散开 御林军也部署好了 尹卫也知道 明天水寒尸体入京的事情 女帝马上让尹凤安排好京城的防守 好 等景天烈进攻 就让兵马入城 女帝微微点头 城外的兵马 只是做好了准备 还没有入城 女帝再等景天烈入攻 一旦景天烈要求 明日公开审讯水寒一案 他就让兵马入城 这样做 是为了不让景天烈觉得 女帝在针对他 尹凤有些担心 说道 圣上 龙城恩能对付景天烈吗 景家是东周的武将世家 景天烈是第三代大将军 数大根深 龙城只是一个外来的太监 尹凤很怀疑龙城的战斗力 女帝淡淡一笑 除了龙城恩 还有第二个人吗 尹凤愕然 朝中文武虽多 却都害怕景天烈 敢和大将军府对着干的 只有龙城了 门外 蒂洛西直接闯进来 说道 母后 景天烈可能要求 明日审讯水寒的案子 我们要做好准备 女帝笑道 还是这么不稳重 让你跟龙城恩学学 做事要沉得住气 蒂洛西坐在女帝身边 说道 不是沉不稳重 火烧没毛了 女帝说道 都安排好了 就等景天烈进攻了 门外 侍女进来禀报 圣上 大将军求见 女帝笑道 你看 再放心 而臣告退 蒂洛西从侧门出了奉鸣宫 炫 女帝收敛神色 拿起一本奏折看着 景天烈穿着巢服 从外面走进来 拜道 微臣拜见圣上 女帝放下奏折 笑道 大将军有何事 景天烈说道 水寒一案 微臣本不该插手 只因此事 关系到大洲僵尸的军心稳定 所以 微臣派人 把水寒将军的尸首 带回了金师 正在督察院尸检 今晚就有结果 微臣请求圣上明日 在集市公开审讯此案 给大洲百姓和将士一个交代 女帝脸色不善 微怒道 水寒将军已经入土为安 你怎么能挖坟 景天烈赶忙拜道 要查清楚案子 必须挖坟 微臣也是为了让水寒将军 明目九泉之下 女帝于怒未消 书房中弥漫着一股无形的威压 景天烈能清晰地感觉到压迫感 这是跨越等级的压迫感 帝尊修为的恐怖威压 景天烈心中咯噔一下 传闻是假的 女帝的修为没有跌落 想到这里 景天烈的腰不自觉地弯下来 胜上恕罪 书房里的威压疏然消散 女帝阴沉的脸色慢慢消退 罢了 你也是为了军心稳定 明日在集市公开审讯 命文五百官出席 准许京城百姓旁听 让军队入城维持秩序 不要出乱子 隐奉拜道 微臣领旨 景天烈拜道 微臣谢恩 女帝微微叹息一声 退下吧 景天烈弯腰恭敬地退出凤明宫 出了皇宫 景天烈摸了摸后背 发现已经汗透了 女帝的修为还在 景天烈暗暗心惊 他不明白 既然女帝修为还在 为何处处对他忍让 难道在虚张声势 战场上用兵之道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虚弱的敌人喜欢装强 强大的敌人喜欢示弱 景天烈深谙辞道 明日再说 景天烈上了马 飞奔往回赶 凤明公书房里 尹凤马上出去 安排军队入城 同时传旨闻五百官 出席明日审讯 女帝则进了密室 不许任何人打扰 帝洛西回到西宫 龙晨还在等着他回来 怎么样 你可以啊 全都被你猜中了 景天烈正在母后那里 帝洛西觉得 龙晨真是天才 一猜一个准 回到炕上 清月替帝洛西脱了外套 圣上能修炼到帝尊境 至谋绝对天下无双 我们能想到的事情 圣上怎么会想不到 龙晨没有拍马屁 这是真话 女帝是第一个帝尊 也是天下唯一的帝尊 禁武者 能修炼到这个境界 一定是人精 笨但是不可能 练成高手的 一 第一次听你夸别人 冯和说会拿出证据 他什么时候 把证据送过来 帝洛西很担心 明天搞不定景天烈 龙晨说道 我联系不上冯和 只能等他行动 如果冯和能拿出 关键证据 我们可以重创景天烈 如果他不出现 我们就把景衡搞掉 同时把兵部干掉 这次审讯 算是龙晨对冯和的考验 如果他明天出现了 龙晨会选择跟他合作 慢慢建立信任 如果明日不出现 龙晨会想办法除掉这个人 虽然很麻烦 这时 奉明公的女官过来送信 说明日公开审讯 请蒂洛西和龙晨等人参加 京城所有入品级的官员 都收到了消息 要求出席明日的审讯 即使也张贴了告示 所有人都知道 明日要公开审理 整个京城都在等着第二天的到来 景天烈起码回到家里 进了房间 把朝服脱下来 又把底衣脱了 孙宏燕走进来 接了他的衣服 发现汗透了 他以为景天烈 又去找白秋恋鬼混 心里很不爽 衣服都湿了 也不知道给你换一件 孙宏燕低声说道 景天烈知道孙宏燕什么意思 顿时火冒三丈 骂道 你懂个屁 我刚才入宫面胜了 孙宏燕不幸 拿着汗透的底衣质问道 见圣上 怎么把衣服湿透了 景天烈叹息一声 是我鲁莽了 以后得收敛一些 圣上的修为还在 他还是唯一的底尊 孙宏燕心头一颤 问道 圣上发怒了 他的修为没有跌落 景天烈点点头 幸好我没有刺杀龙承恩 每一步都按照朝廷理法办 否则 圣上答应 明日在集市公开审讯水寒一案 我必须把龙承恩除掉 孙宏燕连忙给景天烈 拿来衣服换上 自从龙承恩出现 圣上对我们景家的态度就变了 是该除掉那个太监 孙宏燕身为主母 很清楚 女帝对景家态度的变化 我得去一趟督察院 明日的事情 万万不能出错 景天烈往外走 孙宏燕却说道 不是兵部 景天烈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孙宏燕 孙宏燕连忙低头不说话 景天烈冷哼一声 骑马往督察院去 京城 集市 这里是女儿城最大的集市 四方楼和乾隆堂 都在这里开设堂口 天下四方的客商 商人顾客进出不断 集市中间是一个半圆形的广场 每次大集的时候 有名的商会和商人 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商品 每次龙城研发出新产品 天下会都在这里举行发布会 而今天 集市和广场站满了军队 和各种便衣密探 朝中的官员穿着官服 陆陆续续进场 围观的百姓早已经到了 把集市挤得水泄不通 半月楼上 红旗躬身进了楼顶的小房间 会长鸡爸坐在一个胖女人怀里 面前放着一个煤炉烤火 他是不是也来看热闹了 鸡爸冷冷问了一句 红旗回道 好像也来了 鸡爸冷笑道 还是这么喜欢凑热闹 红旗笑了笑 没有回答 西宫 秋星殿 龙城今天很早就起来了 张倩起得更早 把东西准备好 又在袖子里藏了匕首 腰间挂着刀 悬衣和清月也是全副武装 里面穿着戏铠 外面挂着刀 大人 你小心点啊 景天恋那么坏 湘宁一边帮龙城整理衣服 一边红桌眼说 哭什么 今天倒霉的是景天恋 又不是我 龙城捏了捏湘宁的小脸蛋 大人还笑得出来 危险着呢 湘宁看张倩三人全副武装 而且表情都很严肃 就知道今天很危险 有什么危险 兵马入城 进军出动 他景天恋翻不了天 蒂洛西穿着朝服走进来 张倩几人马上拜见 龙城穿好了衣服 说道 走吧 蒂洛西走在前面 龙城在身后 张倩三人护在旁边 西宫的清兵开道 出宫往集市去 到了集市外 就听到闹哄哄的嘈杂声音 清兵在前面开道 蒂洛西和龙城骑在马上 差不多并肩而行 张倩三人骑马在后面 随时警戒周围 进了集市 官员纷纷行礼拜见 围官的百姓 却饶有兴致地说起 龙城和蒂洛西的八卦绯闻 据说这个龙城恩 其实不是太监 是四公主的面首 我还听说他极其擅长 那方面的事情 天赋一禀 连女帝都喜欢 早听说这个龙城恩 长得俊秀 身材又好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男的在议论龙城 和公主的绯闻 女的都在羡慕 公主能有龙城 这么帅的男宠 龙城隐约听到了 众人的议论 心中吐槽道 老子让你们 说紧天烈的绯闻 怎么说到老子头上来了 龙城扫视周围吃瓜群众 在人群里看到了 李军军的身影 他拄着拐杖 躲在角落里 听说李军军 被白丘链狠狠揍了一顿 看来是真的 帝洛西完全不在意 这些非议 静止进了半园广场 大公主帝宇威 二公主帝星婉 坐在上手一侧 帝洛西也在位子上落座 他们是公主 身份地位不一样 位子也不一样 龙城坐在大臣的位子上 周围已经到了不少官员 吏部尚书白礼兵 礼部尚书王赫 刑部尚书许忠 督察院御史白安宁都在 但只有白礼兵 鸡霸透过窗户 看到了龙城 龙城恩长得不错 鸡霸第一次看到龙城 对龙城的长相十分欣赏 红旗点头道 所以四公主视为静鸾 鸡霸又看向蒂洛西 微微赞叹道 难怪景天烈垂涎 这个四公主长得也俊俏 红旗附和道 狼才女貌 鸡霸扑斥笑道 龙城恩是太监 什么狼才女貌 红旗尴尬地笑了笑 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入口处 兵部尚书白丘链 骑着马进场 身后跟着兵部侍郎王威 白丘链在马上 冷冷扫了龙城一眼 脸上带着轻笑 下马后 坐在尚书一列 与王鹤 许终寒暄了几句 然后等着其他人到场 外面一对战马斯明的声音 景天烈带着几十个赤燕军侍卫进场 身后跟着景衡 景天烈入场 场面立即火爆 官员纷纷起立迎接景天烈 前面的侍卫 居然手持马边驱赶呵斥 景天烈下马 只对几个尚书和仲臣寒暄几句 便走到大臣最前面的位子坐下 景衡在龙城身边坐下来 脸上带着怨恨之色 低声冷笑道 龙城恩 你敢坑我 龙城呵呵笑道 这话怎么说的 你要户部我给你户部 怎么是我坑你 景衡怒道 户部是空的 根本没钱 龙城面露诧异 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到户部是为了贪污 各位大人 你们说是不是 龙城故意拉扯其他尚书 还特意问白丘链 搞得景衡极其尴尬 景天烈在最前头听到动静 回头瞪了景衡一眼 出门前 景天烈就让景衡老老实实坐着 不要招惹龙城 景天烈很清楚 这个儿子根本不是龙城的对手 景衡马上低头 不再和龙城说话 半月楼上 击巴听不见龙城说什么 却能看懂淳于 早听说龙城恩嘴贱 果然不假 景衡和他打嘴仗 自讨没趣 红旗笑道 无知者无畏 楼下又传来一阵马蹄声 女帝的仪仗到了 天子仪仗开道 女帝骑着一匹青葱马 身穿凤袍 身边跟着尹凤和轻卫 女帝在宫外一直骑马 以示天下用武 女帝入场 围观的百姓纷纷低头行礼 喧闹的集市突然安静下来 文武百官纷纷起身迎接 女帝骑马进了广场 尹凤扶着下马 然后坐在正手的凤椅上 帝与威三个公主起身 景天烈也恭敬地起身 两边的大臣一起拜道 臣等拜见圣上 圣上万寿无疆 女帝扫视群臣 微微点头道 平身吧 众位大臣谢恩坐下 女帝的目光 扫视景天烈和龙晨 又看了看蒂洛西三人 突然 女帝微微抬头 双目看向半月楼 楼上 天下会会长鸡霸 连忙收回视线 低声说道 居然发现了 就在刚才 鸡霸想看清女帝的修为 她也听说 女帝在与龙野的战斗中受伤 可她感觉 女帝的修为 根本没有降低 只是尝试窥探一下 就被女帝发现了 红旗忍不住问道 会长 女帝的修为 击霸陈莹片刻 说道 深不可测 红旗暗暗心惊 忍不住看向场中的女帝 女帝一身凤袍 气质威严华贵 声音不大 却能传遍全场 众位爱卿 今日再次集会 想必你们都知道为何 水寒将军一案扑朔迷离 四公主与龙承恩说水寒将军 应战富商殉国 而大将军于兵部认为 另有隐情 为正视听 朕今日再次公开审讯 水寒将军一案 各位爱卿 众位百姓都是见证 白玉石 你督察院是主审 就由你来说吧 督察院御使白安宁起身 对着女帝行礼拜道 微臣遵旨 拜完女帝 白安宁又对着各位大臣和百姓 行了一礼 临江城一战 水寒将军阵亡 这是我大洲的损失 根据四公主和龙大人的说法 水寒将军在大战中 被上官危所伤 后来重伤不治 忠义殉国 而根据大将军和兵部的说法 水寒将军的死因有蹊跷 请求重审 就在昨日 大将军差人 将水寒将军的尸体 从临江城带回了京师 并在督察院开棺验尸 说到这里 朝中不知道的大臣都很诧异 他们没想到 景天烈居然挖了水寒的坟墓 死者入土为安 怎么可以挖坟墓呢 这也是为了还水寒将军一个清白 大将军做事真事 有魄力啊 周围的百姓也很诧异 他们死者入土为安的观念更重 对景天烈挖坟的行为颇有非议 景天烈这样做 不怕天谴吗 绝人坟墓与杀人合一 水寒将军的家人 为何不出来反对 水寒是孤儿 在军中长大的 听到了大臣和百姓的议论 景天烈眉头微皱 白丘恋看到景天烈的表情不好 马上起身说道 各位 大将军这样做 是为了给水寒将军一个交代 找到杀害水寒将军的凶手 并不是有意挖坟 水寒将军全下有之 也会感谢大将军的 白丘恋出来解释 并没有让官员和百姓闭嘴 反而激起了更大的议论 特别是老百姓 都开始把话题转向 白丘恋和景天烈的奸情 说得津津有味 龙晨静静听着 心中暗道 原来督察院御史是女帝的人 刚才白安宁看起来不偏不已说案子 实际上却把景天烈挖坟的事情说出来 引起大臣和百姓的不满 白安宁看大家的注意力走偏了 赶紧大声说道 尸检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请圣上过目 说着 白安宁从袖子里拿出一卷文书 呈给女帝 引凤接了 然后转成女帝 打开厌尸文书 女帝的脸色突然就变了 转头看向蒂洛西和龙晨 见女帝脸色不善 景天烈和白丘恋心中大喜 他们以为事情被拆穿了 景天烈心中除了欢喜 还有一丝惊讶 他本以为是女帝受益蒂洛西产出水寒 现在看来 这不是女帝的意思 可如果不是女帝受益 蒂洛西为何要针对水寒 难道是蒂洛西 自己要针对大将军佛 景天烈心头 闪过几个念头 白丘恋极不可耐地起身 拜道 圣上 请将督察院的艳势文书公布 让大家知道 水寒将军到底怎么死的 女帝手里拿着文书 表情有点犹豫 刑部尚书胡承福 昨晚就知道了结果 他看了一眼景天烈 跟着起身拜道 请圣上公布 大臣和百姓都看出有问题了 都等着女帝开口公布 蒂宇威和蒂新婉 转头看向蒂洛西 他们以为出大事了 都很着急 平时他们有矛盾 也为了龙臣起过争执 但说到底 还是一家人 如果蒂洛西闯了大祸 受损的是皇家 蒂洛西起身说道 我反对 我请求结束公开审讯 龙臣也站起来 拜道 此案干系重大 微臣请求闭门审讯 两个人一起反对 更加引起官员和百姓的猜疑 大家都觉得 蒂洛西的怀里拿出来 闻了闻手上的体香味 笑道 龙臣恩和四公主的演技不错 欲擒故纵 几把冬天男手喜欢用人 不喜欢烤火 他养了几个胸大的美姬 冬天就把手伸进去 成为手机 红旗问道 他们是装的 几把微微一笑 你和龙臣恩做买卖小心点 红旗尴尬地干笑几声 这意思是 红旗不够聪明 小心被龙臣坑了 蒂洛西和龙臣同时反对 白秋恋心中狂喜 大声说道 四公主 你们这样反对 难道水涵将军的死和你们有关 还是说 水涵将军分明就是你们杀的 此言一出 满场哗然 官员和百姓的议论更加激烈 他们开始说 蒂洛西和龙臣的绯闻 龙臣大声说道 我是为了朝廷 不是为了自己 白秋恋讥笑道 好一个为了朝廷 这么忠心为国的太监不多见 胡承福说道 给水涵将军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 就是为了朝廷 白秋恋附和道 对 水涵将军被贼人杀害 这就是真相 请圣上公布 白秋恋已经说出了结果 众人震惊的同时 目光纷纷投向女帝 女帝手持艳诗文书 表情凝重 许久才叹息一声 公布吧 围观的人群中 有个男子身穿白衣 头戴大帽 腰间一柄短剑 脚下皮靴 小小瓜子脸 一双杏眼清澈 皮肤白皙 此人正是白秋恋的女儿白婷婷 她今日扮男装 混入人群来听审讯的 白秋恋身材高挑 但比起一些高大的男子 还是身高不够 白婷婷左顾右盼 见到旁边一座酒楼的飞檐 脚下一点 居然就踩着别人的肩膀跃起 落在了飞檐上 居高临下 白婷婷终于看到了 她老妈嘴里的死太监 长得不错 可惜是的太监 白婷婷很讨厌白秋恋 所以她对龙城的印象不错 广场中 众目睽睽之下 女帝点头同意 公布督察院的尸检结果 白秋恋大喜 催促道 白玉史 还不公布 白安宁无奈地转身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昨日开棺验尸 发现水寒将军下额骨遭重击碎裂 胸骨剑突有力气穿刺的痕迹 身体其他部位 未见近期打斗的伤痕 所以 督察院判定 水寒将军是被击中头部 同时被利刃刺穿心脏而死 白安宁说完 大臣和百姓仍旧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他们都看过督察院的问询文书 按照蒂洛西和龙晨的说法 水寒死于上官威的战斗 既然是战斗 肯定会有其他的伤势 可验尸结果截然相反 所以 蒂洛西和龙晨撒谎了 白丘炼追问道 白玉史 你是不是漏了什么没说 白安宁低头不语 白丘炼大声说道 还有一点 根据验尸结果 水寒将军死的时候 被人绑住了手脚 好 安静的广场突然炸锅 这消息太劲爆了 被人绑住手脚 这说明 水寒根本不是战死 而是被刑刑 绑住了手脚 被谁绑的 水寒将军的修为不低啊 怎么可能被绑住 难道水寒将军 被上官威俘虏了 不可能 上官威战败了 我们赢了 还夺取了彩石城 那就是说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 蒂洛西和龙晨 他们心里已经有了猜测 或者说是答案 这时 景天烈从位子上站起来 走到广场中间 外面马上有 身披赤岩盔甲的士兵 拖着一副棺材进场 碰 棺材重重落在地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 女帝眉头一皱 尹凤站出来问道 大将军 你这是做什么 景天烈对着女帝拜道 圣上恕罪 微臣把水寒将军的棺木带来 是想让水寒将军 听到今日的审判 朝中又变得鸦雀无声 女帝神色凝重 却没有再说什么 景天烈走到棺材旁边 对着蒂洛西和龙晨说道 两位 出来说说吧 景恒幸灾乐祸地看着龙晨说道 龙尚书 请吧 蒂洛西和龙晨坐在位子上 遥遥相望 两个人都不说话 底下的官员百姓 发出嗡嗡的议论声 都说他们两个有问题 景天烈看时机已到 又说道 当日在临江城 有人看到水寒被龙晨恩带进房间 然后四公主也进了房间 不久水寒就暴毙而亡 所以 水寒是被四公主和龙晨恩谋杀 并非战死 哄 官员百姓炸毛了 这个消息太劲爆了 蒂洛西慢慢从位子上起身 龙晨也起身 走到了棺木旁边 所有人都等着蒂洛西和龙晨的解释 你说 我来说吧 龙晨示意蒂洛西回去 自己留下来 蒂洛西又回到位子上坐下 龙晨站在景天烈旁边 眼神中带着无奈 低声说道 大将军 我是为了你好 当然也是为了大周 你非要逼我 景天烈冷傲的脸色突然微变 低声问道 你什么意思 龙晨没有理会景天烈 而是对着女帝拜了一拜 然后转身 对着所有官员百姓说道 各位 督察院的验尸 没有任何问题 所有人内心震撼 却都没有任何动作 静静地看着龙晨 水寒不是在战斗中受伤而死的 是被刑刑的 龙晨说完 底下安静的官员百姓 终于忍不住炸锅了 行刑 那就是说水寒有罪 而且是死罪 这到底是为什么 水寒明明是功臣 怎么回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官员和百姓闹哄哄的 人群也骚动起来 女帝起身贺问道 龙晨恩 把话说清楚 为何行刑 为何正不知道 地宇威和地心碗 同时看向地洛西 白球链马上跳起来 大声嚷嚷道 什么行刑 就是动用私刑 谋杀大将 请圣上诛杀此贼 龙晨拜道 此事户部尚书景恒最清楚 请他来说 官员和百姓 被龙晨搞猛了 怎么又跳到了景恒身上 女帝看向景恒 景天烈后背冷汗直冒 她感觉到了危险 景恒浑身一颤 两脚发软 惊恐地喊道 我怎么知道 你不要胡乱攀扯 女帝回头再问龙晨 到底怎么回事 不要卖关子 龙晨走到女帝身前 从袖子里 拿出一片焚烧过的秘信 呈给女帝 因为水寒通敌 只是水寒通敌的 就是景恒 这是景恒写给水寒的秘信 让水寒把临江城的布房图 透露给上官威 因为水寒通敌 上官威攻破西门 我大洲将士阵亡四万 龙晨声音滚滚 像春雷一般炸开 所有人用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向景恒 今天的事情不停地反转 让人脑子拐不过弯来 本来水寒是烈士 现在成了叛徒 本来龙晨恩是谋杀 现在是除奸 本来景天烈是审判者 现在成了被审判 景天烈目瞪口呆 他本能地喝道 胡说 随着一声爆喝 景天烈突然一拳轰向龙晨 龙晨早有防备 拳头轰过来的时候 龙晨全力接了一击 碰 龙晨的袖子爆裂 只剩下光秃秃的手臂 左手臂已经裂开 雪滴落下来 龙晨受伤了 但他接下了景天烈的拳头 半月楼上 击霸眼神一灵 惊讶到 接住了 奇迹啊 景天烈是武皇巅峰 秀为在大周排第二 龙晨只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太监 居然接下了景天烈的一拳 景天烈 蒂洛西暴怒 闪身落在龙晨前面 张倩三人同时拔剑 围住龙晨 女帝立声喝道 景天烈 你做什么 景天烈动手 蒂洛西和张倩四人 立即护住龙晨 西宫的清兵冲出来 景天烈带来的赤燕军也冲上来 两边剑拔弩张 女帝起身呵斥 隐奉一声令下 在场的禁军 立即将广场围住 都住手 女帝呵斥道 景天烈刚才暴怒 一时失去了理智 此时已经冷静下来 微臣师太 请圣上恕罪 景天烈给个眼神 赤燕军清兵退下 蒂洛西怒道 师太 你把龙晨安的手 打成什么样了 景天烈回头扫了一眼 发现龙晨 只是用手臂裂开 一道大口子而已 心中暗惊 这个死太监修为不浅 一拳轰过去 居然只是右臂受伤 女帝也很诧异 他没想到 龙晨居然接住了 突然袭击 白丘恋一帮人 也很诧异 景天烈修为 仅次于女帝 龙晨接下突然一击 居然只是右臂负伤而已 女帝呵斥道 洛西退下 龙晨也说道 四公主 我没事 蒂洛西怒道 什么没事 守成了这样 还说没事 来人 给龙晨安疗伤 随行的太医 马上拿着箱子过来 替龙晨包扎伤口 张倩不知从哪里 找了一件衣服过来换上 公主 我没事 你先下去 龙晨笑了笑 蒂洛西不肯走 张倩三人也不走 女帝说道 你们退下 蒂洛西四人 这才退到一边 但兵器握在手里 随时准备厮杀 张倩最紧张 手里匕首紧紧握着 玄一和清悦 在两边准备侧影 这时 身后突然走来一个军事 轻轻点了点清悦 清悦一个机灵 手中匕首就要刺过去 却看清 这人是吴剑 你 吴剑做了个虚声的动作 是以清悦跟他走 清悦知道 吴剑和龙晨关系很不一般 但是龙晨有危险 他不想走 吴剑低声说道 十万火急 清悦这才慢慢退入人群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景天烈和龙晨身上 没人注意到清悦离开了 龙晨冷冷笑道 大将军 你要杀人灭口吗 景天烈脸色阴沉 看了一眼哆哆嗦嗦的景衡 心中有非常不好的预感 龙晨安 你敢污蔑 景天烈肯定不会认账 龙晨呵呵笑道 请景尚书回答一下 你为了报复我 假传大将军的命令 让水寒把临江城防御图 送给上官威 可有此事 景衡肥胖的身子堆在椅子上 身上冒汗 膝盖发软 向景天烈投去求助的目光 景天烈看景衡这个样子 心中猜到了真相 恨不得把这个白痴儿子撕了 景尚说 不说吗 龙晨冷冷喝问道 景天烈怒道 你哑巴了 别人污蔑你 你不知道反驳 景衡瞄懂景天烈的意思 这个事情打死不能认 你胡说 我没有 景衡坐在椅子上大叫道 龙晨知道景衡会否认 转身对女帝拜道 圣上 这封密信 是我们从水寒的房间里找到的 他烧了一半 上面有大将军的章子 众人 看向女帝手中的密信 女帝将密信拿起来 便是众人 问道 大将军 这是怎么回事 景天烈当然不会认 说道 圣上名剑 这是龙晨恩伪造污蔑 请将其拿下 就地正法 女帝指着印章说道 那这个章子怎么回事 朕记得你的章子 没有人能伪造 景天烈这人 是个纯粹的武将 他写的字很难看 所以 每次都是别人代写 代写的书信 为了防伪 景天烈就用印章识别 他的章子很独特 几乎无法伪造 在场的大臣也是这么认为 书信可以伪造 但景天烈的章子很奇特 大家都知道的 景天烈死死咬住不松口 天下能人意识众多 特别是龙晨恩 此人诡计多端 他发明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 伪造印章不是问题 龙晨笑道 大将军说笑了 我没有这个能耐 白丘恋看到密信上的章子时 心里已经知道这是真的 他现在很懊悔 后悔自己不该挑起这个事端 圣上 这封密信绝对是伪造的 所有人都知道 龙晨恩与大将军府是仇人 如果他得到了密信 为什么早不揭发 为什么杀了水寒 又说水寒是烈士 这完全说不通 龙晨恩在撒谎 白丘恋确实想不明白 既然龙晨早知道 景天烈指使水寒通敌 为什么不说出来 龙晨大声说道 因为当时刚刚打完大仗 水寒刚刚被任命为临江城主将 如果告诉所有人 水寒是叛徒 必定军心动荡 还有 大将军在大洲地位尊崇 如果我告诉所有人 景恒是叛徒 大将军府结党因私 通敌叛国 也会引起动荡 我和四公主为了大洲 隐瞒了真相 今天说出来 是因为你们反咬一口 说我们谋杀 龙晨用了内力 声音传遍了广场的每个角落 所有人都听清楚了 大将军府崇高威压的形象开始倒塌 大家不敢相信 大将军府居然通敌叛国 水寒是景天烈的手下 这个消息并不意外 身为全臣 有几个同党不奇怪 不可接受是景恒 居然受益水寒通敌 就为了算计龙晨 半月楼上 鸡巴的手放在手机怀里 暖和又柔腻 早听说临江城一站有猫腻 果然如此 鸡巴消息灵通 知道的事情多 只是没有试锤 红奇说道 这个龙晨恩有度量 绝好的把柄居然不用 鸡巴阴冷一笑 你早晚要吃他的亏 他不是容忍景天烈 而是为了自己 的确 龙晨当时不揭发景恒 只是为了稳住 临江城和采石城局势 经历过家破人亡 龙晨眼里只有杀伐 绝非圣武 红奇尴尬地闭嘴 转头看向窗外广场 龙晨的话震撼了全场 高高在上的大江郡府 形象崩塌 而龙晨的形象 突然高大起来 这个太监人长得不错 人品也好 有为国之心 难怪能得到圣上 和公主的宠幸 不光人品好 听说他天赋异禀 虽然近身了 但还是厉害 我也听说了 据说他有两根 割了一根 还有一根 吃瓜百姓 正经不过三秒 话题又回到龙晨 和女帝公主的 各种桃色绯闻 龙晨说完了 女帝看向蒂洛西 蒂洛西起身说道 没错 当时儿臣想以叛徒的名义 处决水寒 龙晨恩怕引起军心动荡 所以对外说 水寒战死殉国 大将军是大洲的栋梁之助 所以儿臣没有向母后揭发 景恒瑟瑟发抖 他心虚不敢说话 景天烈脸色紫黑 厉声骂道 这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 是污蔑 不足为惧 龙晨冷冷说道 秘姓在这里 张子也在这里 你要抵赖 我也没办法 只是当着圣上 各位大人和京城百姓的面 大将军一句污蔑就想否认 临江城四万的亡魂 如何安息 景天烈不可能松口 骂道 这些都是你伪造的 请圣上杀此逆贼 这个问题绝对不能松口 大将军府通敌叛国 会让景天烈在大洲 彻底失去正义性 这些都是我伪造 连你大将军独一无二的张子也能伪造 这物证作废 白丘恋不甘心 跳出来帮忙争辩 光有物证不够 你拿出人证来 蒂洛西大怒 站起来骂道 人都死了 哪来的人证 刑部尚书 胡成福帮腔 四公主 如此大罪 要人证物证拒权才能定 光凭一封烧毁的秘姓 不足以定罪 通敌这种大罪 你们居然私自处决 而且不报之圣上 实在太过蹊跷 不足以服众 刑部尚书 胡成福 连连摇头 白丘恋也附和 督察院御史白安宁也说道 公主 龙大人 此事干系太大 确实需要人证物证 拒权才行 景恒也说道 对 你拿出人证来 你让水寒自己说 景天烈回头瞪了景恒一眼 景恒吓得低头不敢说话 半月楼上 鸡爸听着两边的争吵 红旗说道 会长 龙承恩杀了水寒 这是最大的败笔 鸡爸摇头说道 此一时比一时 那时候为了稳住临江城 不得不如此 女帝之前应该没打算 削景天烈的兵权 所以没有留证人 而且 就算留着水寒 他会执任景天烈吗 连通敌叛国这种事情都愿意做 水寒绝对是景天烈的心腹 这样的人 就算被抓了 也绝对不会供出景天烈的 如此说来 龙承恩这次没有胜算 红旗有些失望 鸡爸笑道 龙承恩已经赢了 大江军府的威信已经动摇 红旗问道 龙承恩没打算一次扳倒景天烈 鸡爸微微摇头 说道 这四方楼是不是该换人 让你和龙承恩做买卖 总有一天 你会被卖掉 还帮他数钱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红旗不想再说话了 蒂洛西怒道 哪有人证 水寒死了 送信的人也死了 上官威也死了 全死了 哪有人证 白秋恋冷笑道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死了 才有人肆无忌惮地造谣诽谤陷害 女帝看向龙承 问道 只有一个秘心吗 龙承确实只有这点东西 他的目的其实已经达到了 大家对景天烈的怀疑 已经种下了 至于能不能再狠狠捅一刀 就看缝合了 如果这次真的想合作 现在该出手了 在场的官员和围官的百姓议论纷纷 基本上分成了两派 一边认为龙承没有真凭实据 一边认为这个证据足够 但不管怎么认为 都觉得大将军府有问题 人正有 就在众人争论不休时 清月带着一个女子走进来 见到这个女子的时候 龙承惊呆了 中梗身材 发际线很高 久遭鼻 这个女子是水寒的心腹沈红 她不是死了吗 难道张柯也有问题 当初在临江城时 龙承让张柯去找人 结果张柯说 沈红死了 现在沈红又出现在了这里 这是怎么回事 她是水寒的清随沈红 当时就是 她给上官威颂的布防图 清月拉着沈红到了中间 沈红胆怯地看了一眼景天烈 然后对着女帝拜道 罪臣沈红 拜见圣上 见到沈红的那一刻 景横彻底慌了 景天烈也慌了 张倩和玄一立即上来 和清月一起保护沈红 他们担心 景天烈杀人灭口 女帝问道 沈红 到底怎么回事 你如实交代 沈红拜道 回圣上 当日罪臣在临江城 和水寒将军一起防守 在公主到达的前一天 水寒将军收到了大将军的信 让水寒将军将布防图 透露给上官威 并且找机会杀了龙大人 水寒将军 按照大将军吩咐 派醉臣送出了布防图 景天烈暴怒 喝道 一派胡言 本将从未给过水寒密信 女帝冷冷喝道 大将军 让他说完 景天烈气的双目像同龄一样 恨不得生吃了沈红 继续说 你给了谁 如何给的 女帝开口问道 所有官员百姓 都竖起耳朵听 沈红说道 醉臣送给了天威军团的探子 街头的地点是东门的酒铺 女帝又问道 你怎么会认识天威军团的探子 沈红回道 我们知道上官未安排在城内的暗装 平时只是监视 这时候 为了送出布防图 醉臣就去找了他 女帝又问道 此事非同小可 你有何证据证明 沈红害怕地看着景天烈 然后从袖子里 拿出一半玉虎 说道 这是大将军与水寒将军约定的信物 和密信一起送来的 见到玉虎的瞬间 景天烈大吼道 这不是我的东西 蒂洛西上前夺了玉虎 送到女帝手上 女帝拿着玉虎 仔细把玩着 冷冷说道 朕调动军队兵马 用的是虎符 这玉虎和朕的虎符差不多 大将军也想当皇帝吗 死 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到了 这话说得太重了 就差问景天烈 是不是要谋反 虎符是朝廷调动兵马的信物 景天烈私自制作玉虎 就是谋逆的证据 景天烈对着女帝跪下 匍匐于帝道 圣上明鉴 沈红一派胡言 这不是微臣的东西 女帝冷冷说道 秘姓有你的张子 你说是假的 沈红拿出玉虎 你也说是假的 朕问你 什么是真的 这秘姓和玉虎是谁的 大将军对女帝俯首贴耳 这让在场依附景天烈的大臣 感觉掉进了冰窟窿 他们以为景天烈全是滔天 足以制衡女帝 现在发现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景天烈想了半天 说道 这定是逆子景衡所为 女帝微微点头 嗯 朕也这么认为 大将军忠心卫国 怎么可能通敌谋反 肯定是景衡记恨龙承恩 夺了他的户部尚书 才如此不识大体 竟然通敌叛国 致使我大洲四万将士阵亡 景天烈 你是大将军 你说 该如何处置 女帝说得很淡 但一字一句 都像匕首一样 扎进景天烈的心窝 在场的官员默不作声 围观的百姓 却已经大喊 杀无赦 偿命 斩立绝 害死了四万将士 其中就有他们的兄弟姐妹儿子 在咒骂 景天烈被逼到了绝境 他必须给出一个交代 景衡通敌叛国 最当死 景天烈虽然觉得这个儿子不成器 但说出最当死的时候 心里在滴血 毕竟是自己的骨肉 就这么断送了 女帝微微点头 说道 景衡指使水寒通敌叛国 与大将军无关 景衡斩立绝 景衡坐在椅子上 感觉整个人都傻了 今天不是来审问龙臣的吗 不是来逼死龙臣的吗 怎么最后死的是自己 爹 爹 不是我 我只是 当场拿下 女帝看向刑部尚书胡承福 胡尚书 胡承福呆呆地站着 这意思是要他行刑 可是对景衡行刑 这不是要彻底和景天烈闹崩吗 圣上 这 胡承福想拒绝 但女帝的目光极其冷力 是得罪女帝 还是得罪景天烈 他只能二选一 微臣 灵指 胡承福低声应了 然后让刑部的官员 去找柜子手 景天烈已经动摇了 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 胡承福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老大照不住小弟 那小弟只能另外找靠山 很快 刑子手进场 景衡看到刑子手 发出淒厉的哀嚎 爹 救我 我是你亲儿子 龙承恩 王八蛋 你个死太监 你敢杀我 我爹一定会报仇的 爹 救我 娘 救我 景衡不停地挣扎 静军把他死死按住 刑子手站在旁边 等待胡承福的命令 胡承福看向女帝 女帝脸色冰冷 没有任何指示 胡承福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景天烈 拳头紧紧握着 咬牙说道 行行 刽子手举起大刀 景衡人头落地 好 大刀落下时 围观的百姓 爆出一阵叫好 这些年 大将军府虽然地位尊崇 但景家做事也嚣张跋扈 京城的百姓 心里也有气 这下斩了景天烈的儿子 老百姓感觉出了一口恶气 纷纷叫好 女帝看着跪在脚下的景天烈 说道 起来吧 这都是景衡的错 与你无关 景天烈爬起来 脸色非常难看 弯腰拜道 微臣叫子不言 圣上恕罪 女帝叹息一声 出言辅慰道 此事与你无关 不要再提了 水寒通敌叛国 将其尸首焚烧 错骨扬灰 沈红由督察院审讯发落 沈红拜道 罪臣谢恩 女帝起身 正要离开 龙臣突然拜道 圣上 微臣还有事情起奏 女帝迟疑一下 又坐下来 问道 何事 龙臣从袖子里 拿出一叠册子 递给尹凤 尹凤接了 呈给女帝 微臣揭发兵部尚书 白丘链 中饱私囊 续养私兵 白丘链煞实脸色惨白 景天烈被打压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 也可能会倒霉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你胡说 白丘链马上反驳 女帝翻完了册子 抬头看着景天烈 然后转头看向白丘链 冷冷问道 你挪用了兵部五千兵马 这些人去哪了 白丘链不认账 继续辩驳道 圣上 这是龙承恩打击报复 微臣从未动用私兵 女帝把册子丢在地上 何耻到 上面记录清清楚楚 何年何月何日 动用多少私兵 给了谁 你还敢抵赖 景天烈始终沉默不语 他心里很清楚 这些兵马就是给了他 这些人基本上加入了暗卫 成了景天烈的私人势力 白丘链看向景天烈 希望景天烈能替他说话 可景天烈始终沉默 白丘链贪赃枉法 动用私兵 意图谋反 拿下 女帝一声令下 禁军上前将白丘链拿了 在场的官员和百姓 心里都清楚 白丘链肯定把私兵 给了景天烈 周围又是一阵非议 都说景天烈有不成之心 女帝脸色难看 静止起身 隐奉牵马过来 女帝上马 一仗队开道 带着人回宫 督察院衙役 押着沈红回去 龙承和地洛西一帮人 上马回西宫 地宇威和地心碗一起走 其他官员陆陆续续回去 围观的百姓也散了 只剩下景天烈 站在广场上 看着地上的尸首 许久没有动弹 大将军 跟随来的清卫长 轻声呼唤 景天烈慢慢抬起头 好像突然苍老了很多 把尸体收了 景天烈上马 带着赤严军回府 清卫长收了尸体 带回景家 回到景家 孙永燕还不知道消息 府上有人知道 但谁都不敢说出来 景天烈进门 以后是不是有景恒管 景天烈在马上俯视孙红燕 眼神阴沉很利 孙红燕被吓得浑身冰冷 老燕 怎么了 孙红燕不自觉地后退几步 就在这时 清卫长抬着景恒的尸体进门 景恒肥胖 血量大 战袍裹住的尸体 还在滴血 老燕 景恒呢 他是不是去公布了 孙红燕看着低血的战袍 声音颤抖地问道 他知道出事了 但他不相信 景天烈叹息一声 拉着江绳仰天骂道 我景天烈纵横一声 杀人无数 今日居然栽在了一个太监手里 可恨 可恨 杀子之仇 不供戴天 我景天烈是杀龙承恩 孙红燕终于哭出声来 跪在地上嚎啕大骂 我胆啊 龙承恩 死太监 害死我 景天烈 你有什么用 连自己儿子都保不住 当着你的面 杀你的儿子 你有什么用 就知道 勾搭贱人白秋练 死了儿子 孙红燕心里的憋屈 见在书房里 问道 属下去杀了龙承恩 景天烈坐在椅子上 苦笑两声 圣上正盯着我 你怎么动手 我刚才打了他一拳 他居然接住了 吴明刚才 没有去集市 因为隐蔚在场 他怕暴露 虽然没看到 但吴明心中暗惊 那种场合下 景天烈肯定用了八成以上的力 龙承居然接下了 这就是说 吴明杀不了龙承 不急 不急 我是大洲的大将军 就算通敌 圣上也不敢动我 不急 不急 我是猎人 我不急 慢慢来 景天烈自言自语 好像在压制自己内心的杀意 女帝回到凤明宫 尹凤平退众人 高兴地说道 恭喜圣上 女帝满意地说道 这个龙承恩 做得漂亮 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景恒 景天烈的淫威不在了 尹凤畅快地说道 那些依附景天烈的官员 也该好好想想 他连亲儿子都保不住 依靠他到底有没有用 女帝说道 白丘恋的案子赶紧审 此人助纣为虐多年 朕一直忍着他 尹凤拜道 是 女帝打开一个小案格 拿出一个小瓶子 递给尹凤 给龙承恩拿去 尹凤惊讶道 他不是伤得不重吗 女帝冷哼道 你以为景天烈吃素的 朕不知道龙承恩怎么接下那一拳的 但肯定受伤了 而且不轻 快去 尹凤心中暗惊 马上给龙承送药 龙承和地洛西骑马回宫 地宇威和地心碗跟在身后 地宇威拍马上来 看着龙承赞叹道 龙承恩 今日的事情 你都算计好了吧 地心碗也赶上来 说道 景天烈第一次吃亏 而且是大亏 龙承呵呵笑道 两位公主谬赞了 哪有什么算计 都是被迫无奈 地心碗双目灼灼的看着龙承 说道 被迫无奈 我没看出来 刚才所有事情 都像是安排好的 地宇威对地洛西说道 四妹 你这个太监真是个大宝贝 借我用两天 如何 龙承心中暗笑 借给大公主用两天 绝对没问题啊 地洛西一脸忽实的样子 说道 少打她主意 她是我的 地洛西伸手抓住龙承 坐下马的缰绳 加速往西宫去 把地宇威和地心碗甩在后头 张倩三人尴尬地笑了笑 拜道 大公主 二公主恕罪 三个人加速追上去 看着龙承消失的背影 地宇威惋惜地说道 近身房给我送了两百多个太监了 没有一个能像龙承恩这样的 地心碗惊讶道 大姐宫里的太监 那几个是新来的 地心碗恍然大悟 哦 这样啊 我也是 这一年多的日子 近身房送了几百个太监 给地宇威和地心碗 都是不满意 几乎都傻了 回到西宫 湘宁和小鹅 小待遇一帮宫女 在门口眼巴巴等着龙承回宫 就像小媳妇等着自己汉子回家一样 见到龙承的那一刻 所有宫女尖叫起来 总管大人回宫了 龙哥哥回来了 地洛西眉头一皱 呵斥道 滚 宫女害怕地洛西 赶紧溜了溜了 从马上下来 张倩把马迁走 龙承马上往秋星殿走去 地洛西一把拉住龙承 说道 跟我来 龙承被拉着往寝殿走 到了寝殿 见到一个体态风鱼 三十岁出头的女子 友荣拜见公主殿下 这女子正是西宫公正苏友荣 龙承到西宫的第一天就见过 后来她家里母亲去世 地洛西恩赐 她出宫守丧 现在才回来 此时的苏友荣 比一年多前瘦了一点 但名如其人 果然有容乃大 你回来了 正好 你跟我来 地洛西拉着龙承进了卧室炕上 苏友荣跟着进去 快给她看看伤势 地洛西焦急地说道 苏友荣立即解开龙承的衣服 看了看身子 差一道 好重的伤 地洛西仔细看龙承的经脉 庆幸地说道 比我想象的要好 伤的没有那么重 清月惊讶道 不是伤在手臂吗 她以为龙承就是胳膊受伤而已 地洛西摇头说道 你以为景天烈吃干饭的 她的修为只在母后之下 你接了她一拳 居然只有这点伤 真是奇迹 地洛西觉得龙承真的厉害 就算她结结实实挨一拳 肯定也会重伤 苏友荣惊讶道 总管大人被景天烈打了 龙承笑了笑 还是瞒不过公主 我当时把力道散开了 所以看起来只是手臂受伤 实则全身都伤了 龙承在小黑屋里学的修阴大法 就是全身的阳气分散在全身 她结合白鸟嘲讽 领悟出了一种 把受到的重击 分散到全身的功法 刚才景天烈的拳头轰过来时 龙承把力道散到全身 所以看起来受伤不重 其实全身都受伤了 拿毯子过来 悬一马上拿了一张白色的毯子 铺在炕上 地洛西说道 躺下 让友荣给你针酒 清月去准备好药语 清月马上带着宫女去煮药水 龙承躺在毯子上 苏友荣打开针酒盒 里面是银针 落下有黑色的淤血冒出来 针酒持续了很久 每个重要的穴位都要针酒 苏友荣类的香汉淋漓 门外 香宁来报 说尹凤来了 不多时 尹凤走进来 看到龙承躺在炕上 苏友荣在针酒 身材不错呀 不是 果然受伤了 尹凤尴尬地笑道 刚进来就看到龙承躺着 虽然身上有针酒的血点 但浑身的肌肉线条 还是那么完美 尹凤嘴一滑就说出来了 龙承一阵无语 为何这些人关注点都这么奇怪 蒂洛西问道 母后让你来的 尹凤拿出小瓶子 说道 公主殿下 圣上料到龙大人受伤了 让我送药过来 母后猜到了 这是神油 尹凤拿出小瓶子的时候 蒂洛西一眼就认出了 这要是神油 这种神油 用的是北海一种小鱼的高炼制而成的 非常珍惜 对内伤有奇效 圣上只有这么一小瓶的珍藏 命我送过来 尹凤语气中带着羡母 龙承躺在毯子上 身上扎着密密麻麻的银针 苏友荣还在失真 多谢圣上 我现在不方便谢恩 请见谅 龙承只有嘴巴能动 从头到脚布满了银针 看起来跟刺猬一样 蒂洛西接了神油 多谢母后 有劳了 尹凤又看了一眼龙承 笑道 那我走了 蒂洛西把装着神油的小瓶子 递给苏友荣 说道 友荣 等下针酒完后 用这个神油抹在身上 苏友荣知道这个神油的妙处 说道 公主放心 我知道用法 龙承浑身扎满了银针 蒂洛西看得心疼 转身带着其他人出去 我们走吧 看得揪心 张倩几个人也心疼 不忍心看 跟着蒂洛西一起出了请殿 苏友荣袖子卷起 跪在床上 弯腰湿针 神油抹在身上 过了会儿 苏友荣小心地从头部开始拔针 顺着任督二脉 然后是齐筋八脉 并不是从头到脚 而是先从重要的穴位开始 防止气血腻乱 银针全部拔掉 大人要吃点肉补补身子 这次出的淤血有点多 身下的毯子也染红了 出血确实多了点 景天烈果然厉害 内伤居然这么重 擦干净泻点 龙承起来 苏友荣把毯子换掉了 上面的血太多了 又拿了一张毯子过来 龙承再次躺下 苏友荣拿起小瓶子 感叹道 圣上对大人真好 这神油可比千金 苏友荣身为女医 更知道神油的珍贵 这么金贵的药物 女帝愿意赐给龙承 足以见得女帝 对龙承的看重 在苏友荣的印象中 连公主都没用过神油 蒂洛西在外面等得心骄 起身进了寝殿 见到龙承正在穿衣服 苏友荣在旁边收拾东西 姑姑累到了吧 清月关心地问道 苏友荣额头布满了细腻的汗珠 红着脸说道 有点费劲 一直弯着腰 悬疑点头道 是啊 涂抹神油一直弯腰 很累的 蒂洛西问龙承 感觉好点没 龙承舒服地笑道 多谢友荣姑姑 她的衣术很高明 神油均匀地涂在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我现在浑身舒畅 蒂洛西松了口气 说道 多亏了友荣 去拿一百两银子来 赏给友荣 苏友荣赶紧谢过 然后拿着箱子走了 没事就好 你这次肯定修为将了 要练一下才能恢复 倩倩 送她回秋星殿休息 蒂洛西关切地说道 张倩扶着龙承回秋星殿 关了门 龙承说道 你给我准备下 我等一下出宫一趟 张倩问道 出宫干嘛 刚才回宫的时候 湘宁给了龙承一张纸条 是冯和让湘宁带回来的 冯和约龙承见面 所以龙承让张倩准备一下 去见一个人 他刚才给我送信了 张倩问道 哪个人在哪里 现在龙承刚刚扎完针 身体还很虚弱 张倩负责安全守卫 必须问清楚 龙承说道 祥云楼 张倩点点头 马上给龙承准备衣服和匕首 凤鸣宫 女帝坐在书房里 尹凤在旁边持刀立 龙承从外面进来 身后跟着一个身穿太监衣服的男子 正是冯和 拜见圣上 草民冯和 拜见圣上 女帝仔细打量冯和 说道 朕听龙承恩说 你愿意归附大洲 冯和拜道 草民愿意 只是有个条件 草民只跟龙大人 尹凤脸色微变 女帝又问龙承 你觉得他可信吗 龙承回道 现在不敢说 女帝又看向冯和 听说圣上有骨丹 草民愿意服下骨丹 骨丹是女帝控制饮味用的药 用苗将骨虫为影子 制作成的丹丸 服用骨丹的人 必须定时吃药缓解 否则骨虫会在肚子里繁殖 钻破心脏 尹凤脸色微微诧异 他没想到 冯和居然主动要求服下骨丹 你觉得这样可信吗 女帝问龙承 龙承说道 可信 冯和不肯交出老母亲 那服用骨丹 就是唯一的控制手段 上次龙承执意要 冯和老母亲作为把柄 因为骨丹在女帝手中 他没有 女帝转头 尹凤拿出一个小瓶子呈上 女帝拔开筛子 道出一粒虫卵样的东西 冯和上前 尹凤按住刀把 女帝把骨丹放在冯和手中 冯和没有丝毫犹豫 仰头吞了 骨丹入腹 冯和的肚子传来一阵脚痛 额头清惊爆起 尹凤又呈上一个瓶子 女帝道出一粒丹药 冯和马上接了服下 腹中脚痛才缓缓平息 今日你交出沈红 立了大功 阵风 你为从无品 听从龙承恩调度 虽然龙承没说 但女帝可以猜到 沈红和玉虎 肯定是冯和给的 微臣谢圣上 冯和身身一败 鼻尖的冷汗落在地上 女帝手里把玩着 骨丹的瓶子 扫了一眼龙承 龙承心头一颤 心中大呼 别特么给老子吃啊 女帝笑了笑 让尹凤收了骨丹和丹药 龙承心里松了口气 微臣还有一事 请求圣上 说吧 微臣答应沈红 替他求情 饶他不死 这是他答应作证的条件 在临江城的时候 龙承割开了冯和的脖子 制造假死的迹象 把冯和丢在乱葬岗 刚好沈红也被丢在乱葬岗 冯和发现 沈红还有气 把他救活了 这次冯和让沈红作证 沈红一方面 是感谢冯和的救命之恩 同时也是冯和保证 会帮他求情 女帝冷冷应了一声 准 按理说 这样的叛徒不能饶恕 但间谍最看重承诺 如果言而无信 冯和以后的承诺 将变得不可信 谢圣上 退下吧 女帝淡淡说了一声 龙承如获大赦 带着冯和出了凤鸣宫 从后门回到秋星殿的浴室 龙承没有回秋星殿的镇屋 而是在浴室密坛 刚才已经把浴室清理干净了 这里平时不会有人 约大人在祥云楼见面 大人却直接带我见了女帝 大人这么信任我 时间回到出门前 出门前 龙承也不确定 冯和会不会出现在集市 会不会拿出证据帮忙 如果冯和不出现 那就算了 如果冯和出现 肯定会通过张倩 玄一和清月三人送证据入场 因为龙承信得过的人只有五个 蒂洛西是公主 冯和不可能找她 无见不在场 如果冯和送了证据过来 肯定会要求龙承 再谈一次合作 而且会约定见面的地点 龙承交代玄一和清月 张倩三人 让冯和事后入宫面圣 你给了证据 说明你有诚意 但我不能完全信任你 必须用女帝的骨单 同时 组建我自己的暗中力量 需要女帝的支持 我必须秉明女帝 至于不在祥云楼见面 你觉得我现在敢出宫吗 龙承知道 尹凤一直盯着自己 如果他私自与冯和组建特务组织 女帝肯定会出手 所以 干脆让女帝知道 同时跟女帝要钱 女帝居然不让大人服用骨单 他对大人真的很信任 大人是怎么做到的 冯和脸上闪过一丝猥琐的笑意 他在猜测 龙承是不是做了面手 龙承呵呵一笑 因为我天赋一柄 我有两根 割了一根还有一根 冯和事笑道 说笑了 好了 圣上让我听从大人吩咐 请大人下令 龙承说道 好 我是西宫的太监 以后这个组织就叫西长 你的名字也改了 从今天起 世上再无冯和 你叫羽化田 我给你两个任务 给我找出天下会和龙帮的首领 他们到底是谁 不用在乎钱 我不缺钱 说着 龙承拿出一把钥匙 说道 城外的徐济烤鸭 仓库有十万白银 五千阿金饼 够你用 冯和接了钥匙 笑道 龙大人做事就是大气 小的告退 冯和收了钥匙 转身出了西宫 龙承又转了一圈 从后门回到秋星殿 香宁还没回来 龙承进了房间 问张倩 张倩说道 回来了 买了一堆东西 再和小鹅 带一分东西呢 刚才龙承和香宁换了衣服 香宁穿着龙承的衣服 出去买东西 两人身材差距有点大 不过龙承只要稍微 转移视线就行 大人谈好了 张倩问道 龙承上了炕 说道 谈好了 圣上同意了 把那个宫女处理掉 张倩马上去处理 龙承盘腿坐下 开始调膝打坐 景家 吴明进了景天烈的房间 说道 将军 人没去祥云楼 宫里的眼线被清理了 即使公开审讯 景天烈本来可以抵赖 但沈红的出现 彻底断了可能 景天烈看得出 沈红的出现 不在龙承计划之内 有人临时送沈红作证 他想知道 这个人是谁 刚才 安插在西宫的眼线传来消息 说 龙承会去祥云楼见一个人 吴明亲自出动 在祥云楼蹲了很久 最后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西宫的眼线也被杀了 景天烈很失望 这个死太监 他知道我们有眼线 故意不下一阵 他们肯定在别的地方见面了 吴明声音没有任何波动 就是听起来很冷 将军 有没有可能 龙承谁都没见 那个沈红 就是他自己安排的 他故意虚构了一个人 让我们以为 有人在帮他 景天烈马上说道 有可能 完全有这个可能 局中局 记中计 这个龙承恩太狡诈了 你分出人手 给我死死盯住他 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吴明冷冷说道 遵命 景天烈想了想 又说道 你给御佛官送信 挑动和西夏的关系 制造点危机 我要回去镇守 吴明马上懂了景天烈的意思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明日就是朝会的日子 景天烈担心女帝 在朝会上夺他的兵权 所以让吴明受益 御佛官的赤燕军挑起矛盾 制造战争的苗头 让女帝不敢夺他兵权 吴明点头道 属下明白 将军 今天白秋恋被抓了 他会不会牵扯到将军 要不要 吴明想杀人灭口 景天烈想了想 说道 我也想灭口 但现在这样做太扎眼了 白秋恋没有什么人品可言 景天烈当然不信他 但现在灭口太明显了 只能作罢 吴明也知道 今天大将军府受了重创 做事不能肆无忌惮了 景天烈长叹一声 打了一辈子仗 第二次败给对手 第一次大败 是对战龙野 被打得半死抬回来 养了半年的伤 半月楼 红旗推门进去 鸡霸正在玩手机 会长 没看到人 白天的审判 沈红突然出现 鸡霸也想知道 谁在背后帮龙晨 也派人去查了 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哦 有点意思 居然找不到 鸡霸很诧异 天下会耳目遍布京城 居然查不出是谁 会长 属下以为这个人 要么十分狡猾 要么根本不存在 就是龙晨恩自导自演的 红旗的想法和景天烈一样 都认为很可能就是 龙晨自己藏了一个证人 鸡霸点头道 有可能 这个龙晨恩诡计多端 本主今晚离开京师 你自己机灵点 不要被龙晨恩给卖了 红旗尴尬地笑道 会长这话说的 难道属下还不如一个太监 鸡霸冷笑道 你觉得呢 红旗无言以对 细功 龙晨盘腿而作 同时运起修阴大法 和白鸟嘲讽 身体的武器聚了又散 散了又聚 神游渗入肌肤 开始起效果 受伤的经脉慢慢修复 难怪女帝特意赐下 神游的功效果然神奇 涂在身上的效果这么好 如果给二地图一图 是不是可以夜战八百 神游从古至今都是好东西啊 龙晨慢慢睁开眼睛时 张倩已经打好了一盆热水 大人把衣服换了 又出血了 龙晨这时才发现 自己的任督二脉 出了很多细密的血点 怎么会这样 龙晨觉得奇怪 我刚才问了姑姑 他说刚扎完针 运行气血会有血点出现 这属于是正常的 不用担心 苏友荣在西宫作为公正 不仅负责内物处置 还负责针灸用药 所以懂得这些 我给你涂上 张倩拿出一个药罐子 里面装着苏友荣研制的膏药 挖出来涂抹在手心搓热 张倩就要给龙晨涂在身上 深夜 城外一匹马飞奔进了女儿城 一封八百里 夹即送进了凤鸣宫 尹凤将急报呈给女帝 女帝看完 脸色很不好 圣上 镇海县怎么会被海寇贡献了 女帝看完急报 递给尹凤看 上次镇海的百姓上书 说地方官员不作为 甚至和海寇勾结劫略百姓 女帝当时就派人去彻查 回来说海寇已经退了 地方官员没有勾结 可现在前将军刺史送来急报 说镇海县被海寇攻陷 百姓被杀数万 城中被劫略一空 碰 女帝一掌把桌案拍得粉碎 上次让刑部侍郎去查 他竟敢欺君 上次派出的钦差 是刑部侍郎吴文靖 他回来上奏说 镇海县没问题 很显然 这司受了官员的贿赂 尹凤问道 圣上是否即刻派兵前往镇海县 女帝看看时间 说道 夜深了 明日朝会在意 先把刑部侍郎吴文靖下狱 尹凤马上派尹卫出宫拿人 秋心变 龙晨伸个懒腰从床上起来 发现周围空荡荡的 难得一个人睡 难怪睡眠质量这么好 打开房门 看到张倩在院子里练枪 湘宁捧着热水过来伺候洗漱 倩倩这么努力了 龙晨洗完脸 把毛巾递给湘宁 倩倩姐说 昨天景天烈动手的时候 张倩发现自己根本帮不上龙晨 他这个侍卫一点用没有 去年刚来的时候 张倩修为比龙晨高 现在龙晨的修为反超了 张倩觉得自己是累赘 见龙晨起来 张倩收了长枪 不用这么拼 以前你保护我 以后我保护你 张倩穿着薄薄的衣衫 汗水浸透前面的衣服 若隐若现的感觉最诱惑 那我有什么用 跟着大人拖后腿 有用 晚上陪着我 给我涂药膏 龙晨笑嘻嘻地说道 张倩俏脸一红 龙晨还想调戏一下 清月从隔壁过来 喊道 大人 今日朝会 公主叫你一起去呢 龙晨马上回房穿了朝服 抬脚出了秋星殿 蒂洛西在回廊等着 此时天气渐暖 冬雪渐渐消融 树枝上冒出黄绿的嫩芽 春天来了 蒂洛西心情很好 公主思春了 小的可以为公主排解一二 龙晨笑嘻嘻说道 蒂洛西回首掏 龙晨被突如其来的袭击 吓了一跳 公主干嘛呢 光天化日的 蒂洛西比试道 本公主思春 与你何干 龙晨黑黑笑道 总会有的 两人一起进了大明宫 帝宇威和帝心丸已经到了 吏部尚书百里兵 吏部尚书王鹤 红炉寺清许忠 和刑部尚书胡成福 一帮大臣都到了 其他大臣陆陆续续进来 景天烈穿着朝服 脸色凝重走进来 站在了武将狩猎 以前上朝 大臣都对景天烈点头哈腰 今天上朝不一样 大臣只是对景天烈笑一笑 然后就一脸严肃地站好 龙晨在自己的位子上站着 他没有理会景天烈 景天烈也没有理会龙晨 大臣骑了 女帝从内庭出来 坐在凤椅上 上朝吧 女帝声音威严 扫视堂下 景天烈低着头 以前依附景天烈的大臣 也低着头 有事起奏 女帝又说了一声 督察院御使白安宁走出来 拜道 圣上 微臣有事起奏 女帝微微点头 朝中大臣都看向白安宁 大家都知道要说什么 朝堂变得落真可闻 说吧 女帝微微点头 微臣连夜审讯员兵部上书白丘恋 续养私兵 中保私囊一案 罪证确凿 白丘恋也服罪化压了 只是其中有些案情复杂 牵涉到朝中其他人 是否深挖响查 朝中大臣的目光 都不自觉地一向景天烈 白丘恋自己根本没有兵马 这些私兵肯定给了景天烈 大将军以为要深挖吗 景天烈心头一紧 拜道 此乃朝廷之事 当由圣上才断 微臣不敢乱说 帝洛西心中暗笑 终于老实了 上次还牛逼哄哄 女帝又转头问其他大臣 你们觉得呢 朝中大臣纷纷低头不语 帝洛西走出来说道 要挖 彻底挖出来 续养私兵就是意图谋反 这样的反贼 统统杀了 女帝想了想 说道 罢了 白丘恋身为兵部上书 牵扯到军队 万一他诬陷大将军府谋反 事情查不清楚 这话说得朝中大臣鸦雀无声 他们知道 女帝在敲打景天烈 景天烈低头不说话 御使白安宁拜道 微臣遵旨 另外 昨日作证的沈红 在审讯时没有熬过刑法 死在了监牢 微臣有罪 请圣上责罚 女帝冷冷说道 沈红通敌叛国 死有余辜 把尸体碎了喂狗 龙臣知道沈红被放走了 女帝下令碎尸喂狗 谁都找不到证据 微臣遵旨 督察院御使白安宁退回班练 还有其他事情吗 女帝看向刑部尚书胡承福 胡承福马上低头 这次早上到刑部 没见到侍郎吴文靖 问了家里 说吴文靖深夜被拿了 胡尚书 上次正让你刑部去核查 镇海县海扣骚扰之事 你们刑部回复说 镇海县无事 但昨晚上钱将军刺使 送来急报 说镇海县被海扣攻陷 这是怎么回事 女帝力声质问 朝中大臣一阵骚动 他们也知道 东边有海扣骚扰 但没想到 居然攻陷了镇海县城 胡承福走出来拜道 圣上名剑 这是侍郎吴文靖欺上瞒下 微臣也被他蒙蔽 隐奉地上一卷文书 女帝接了 丢向胡承福 冷冷说道 刑部侍郎吴文靖贡述 是你收了镇海县豪身的钱 隐瞒了敌情 胡承福扑通跪在地上 拜道 微臣冤枉啊